至于金国那边,金国皇帝完颜阿古打,由于屡战屡胜,现在正在风头上,他们还在继续攻打辽国。 只是打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双方很多地方开始冲突,综合来看,金国还是占据了上风。 直到辽国将神威大炮派到战场上,几轮轰击,这才暂时遏制住金国继续突进的趋势。 这倒是让完颜阿古打,以及金国的一帮人有些犯难。 完颜阿古打坐在上手,下方则是朝臣。 有朝臣道,陛下,现在大宋收回了燕云十六州,和辽国开始合作出售兵器,这样一来对我们金国进攻辽国形成了很大阻碍啊。 如果这是不处理,我们金国想要攻占辽国,怕是有些难度。 他们地图广袤,兵马人数比我们多,这如何是好?能有什么办法阻止大宋给辽国出售兵器? 本来我们占据了优势,这样一来,我们还怎么打辽国? 完颜阿古打,辽国放弃了燕云十六州,才换来了和大宋合作机会。 对,这种事情正看很难打破。 完颜阿古打看得很清楚,人家不但收回了燕云十六州,还多了一个赚钱渠道。 金国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难。 如果弄不好,将大宋惹怒了不提供他们兵器,反而他们彻底陷入困境。 当下的形势,完颜阿古打觉得是个死局,大宋他们招惹不起,也没谈判的资格。 除非和大宋合作,联合攻打辽国,打赢之后分版图。 目前来说只有这个了,但大宋未必会答应,现在是他们金国和辽国矛盾,大宋没必要犯险。 完颜阿古打也是有些头疼,只能硬着头皮先打着。 让完颜宗郡再去大宋购买更多的兵器,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钱多,有金矿。 完颜阿古打,武职是大宋的人才,没有此人燕云十六周绝对收不回来。 可惜啊,他不是我金国的人,若是有他在,我们金国面对当下局面说不定能打破。 这时候旁边有朝臣笑道,陛下,若是武职不在大宋,而在我金国,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困局了。 在这有这样的人才,我金国也不用愁了。 众人摇摇头,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武职再好也是人家大宋的。 大宋有这样的能人,对我们也未必是坏事,没有他们卖的兵器,我们金国当下的局面恐怕也稳不住,说来也是有利有弊,利更大一点。 只是内武太尉这样一弄,我们金国反而又变得艰难了,说到底,还是我们太弱小,受制于人。 是啊,许多朝臣们议论纷纷,兵器要买人家的,你没这个技术打造这没办法。 若是他们自己能打造源源不断的好武器,就不怕得罪大宋,也不怕辽国。 人家手里拿着你想要的东西,很多事情都会受到制约。 金国拿不出办法,只好派完颜宗郡又跑去大宋购买兵器了,顺便谈一下关于大宋卖给辽国兵器的事情, 以及他们金国目前的局面,看武职能不能给出一些建议。 这段时间,武职则是和家人在一起。 不过今天,他家门口停了一辆豪华马车。 赵三跑过来,老爷,外面有人找您啊,好像是来接您的。 哦,武职刚要走出府邸,便碰到赵三。 听到这话,他走出去一看,门口一辆马车看起来非常豪华, 两匹非常好的马拉着,很高大精神,豪车的轮子也很大, 木料上等,做工细腻,旁边还站着几名护卫。 一护卫过来,立刻笑道,有劳郑国公了。 这护卫很是恭敬。 武职有时候在皇宫走动,一些护卫偶尔见过,认得出郑国公。 武职笑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护卫,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奉东宫太子之命来求见郑国公。 如果郑国公没时间,我们可以改日再来。 听到这话,武职才知道,原来是太子赵衡啊。 大宋第九个皇帝,白剪皇位的赵衡。 上次武职见过此人,想了想,反正现在无事, 武职也好奇太子找他做什么,便上了马车。 护卫一喜,赶紧驱赶马车离开了,前往东宫。 坐上马车之后,武职感觉里面配置不错, 名贵的绸缎,布料铺制,还有很多毛料和特殊的隔电, 属于冬暖夏凉的那种环境。 在古代马车也是分了很多档次, 就如同地球上的车一样,武职也坐过一些马车。 如果将马车分等级的话,这马车就是比较不错的兵力轿车。 坐着非常舒服,隔音效果很好,也很平稳。 坐里面可以悠闲地喝茶。 马车一旦跑起来,里面没那么多噪音, 甚至有一种很舒服的震动感。 武职,不知道太子找我能有什么事? 东宫就是给太子住的地方, 赵衡也的确是当下的太子。 能被太子召唤的人并不多, 何况护卫之前还说了, 如果自己没时间,可以下次再来接他。 可见,太子对武职的看重。 武职好歹也是镇国公,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太子想要坐稳势力, 对于有权势的朝臣也会很看重, 没人拥护,太子是坐不稳江山的。 武职之所以去, 也是因为闲来无事, 也不想搏了太子的面子。 马车一路畅通无阻, 在皇城中没人阻拦, 等他到了东宫的时候, 下车便看到前方一座高大的宫殿, 门前有四个护卫站立。 看到马车下来的人, 几个守卫早提前收到了通知, 怕失了礼数, 赶紧骑升鞠躬, 参见镇国公。 嗯, 武职点点头, 也没客气。 镇国公, 我们太子在里面等您, 请随我来。 一名守卫带着武职进入其中, 不过还未完全走入, 忽然一名年轻人身穿华服, 从里面走了出来。 旁边一些宫女丫鬟也是有些震惊, 毕竟太子一般都是坐镇东宫深处, 有人来带进去就可以了。 武职过来, 收到消息的赵衡亲自出来迎接。 看到赵衡后, 武职礼数上也尽量不失, 但太子赵衡哪里敢让武职对他行礼? 赶紧道, 镇国公不必多礼, 镇国公乃是朝廷重臣, 为大宋立下了天大的功劳, 我这次找镇国公也是有些唐突了, 希望镇国公不要接怀。 武职一听, 客套了几句, 请坐。 太子赵衡将武职引进去之后, 便是让武职坐在比较上面的位置。 武职客气了一番, 赵衡却是让武职一定要坐这里。 不多时, 一个人也走来, 竟是那太监杨俭, 参见镇国公。 杨俭看到武职后, 也是行礼。 武职知道这杨俭, 不是傻好人, 看来太子和他很熟啊。 武职点头, 也没客气, 便是问道, 不知道太子找我事, 赵衡笑道, 今日我和公主一起刚好聊到镇国公, 便请镇国公过来, 公主喜欢诗词, 而镇国公对于这方面颇有造诣, 所以就让人去请了镇国公, 说来也是我们唐突了, 希望没打扰到镇国公。 武职还以为是什么事, 原来就是宋徽宗的儿子女儿们, 想要私下和他见面娱乐而已。 诗词文章, 可不就是闲暇之余的事吗? 这时候, 里面一身漂亮红色衣服的赵福金走了出来, 赵福金身高不错, 稍微有点瘦, 身材很好, 一张面容隔远看, 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近距离再看, 更是让人惊艳。 赵福金这次稍微化了一点薄薄的淡妆, 本来赵福金不化妆就已经很美, 脸蛋和五官的比例, 还有那小嘴, 乌黑的大眼睛和睫毛, 何况加上一点淡淡的薄妆容, 即便是此刻五直看上去也是觉得惊艳。 他知道, 北宋第一公主赵福金在颜值上的确是大宋第一美人, 少有人能比。 当然和潘金莲, 李诗诗相比, 他们也不输给赵福金, 但有一点能给赵福金加分, 那就是赵福金的身份。 乃是大宋公主, 加上皇室气质, 看上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 太子! 赵福金过来之后笑道, 然后又看向五直, 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 郑国公大人。 五直微笑见礼, 妹妹不用客气, 来, 快坐吧。 赵衡年纪要比赵福金大一点。 赵福金点点头, 随后又朝着五直看了过来, 那水灵灵的眼神仿佛能说话。 原来这次找五直是赵福金提出的, 只是通过了赵衡来说。 他们之前在吟诗作对, 想到五直乃是三元吉地的状元, 而且又是颇有才能的人, 便想请过来请教一番。 对五直也很是客气。 而谈到诗词, 说实话, 五直之所以弄诗词, 那是用来装逼, 或者是用来科考, 显摆, 有目的的。 他是现代人, 不像赵福金这些古代人对诗词那么灼热。 不过既然是探讨, 在赵衡这里也是一种和五直亲近的渠道。 五直是重臣, 他赵衡也想要拉拢弄好关系, 只是他们能谈什么呢? 总不能一直谈论国事吧? 再说他一个太子, 还没怎么处理政务, 人家已经建立巨大功劳, 也总不能老是交流这个。 这样一来, 诗词文化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题目了。 加上有赵福金在这里, 几个人也有得聊。 旁边杨俭也时不时地搭上几句。 五直有文才杨俭是相信的, 但看赵福金夸赞五直的词句多么多么妙。 杨俭倒是不以为然, 觉得有些夸过了。 赵福金言辞流露出对五直的恭维和欣赏, 在杨俭看来, 无非就是五直乃是郑国公, 位高权重, 他们也想亲近一番, 说得好听话而已。 杨俭也不会明说出来, 即便他们不这么说, 杨俭对于五直还是很佩服的。 毕竟功劳在身, 这才是实打实的。 诗词嘛, 你说好便是好, 你说不好, 那便是不好。 杨俭就在旁边听他们说古今中外, 探讨诗词, 还夸赞五直立下功劳之类。 总之, 赵衡对于郑国公的那种亲近之意, 谁都看得出来。 赵福金也是如此, 甚至亲自给五直倒茶, 五直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说, 人家赵福金也是公主, 黄是血脉, 未免太客气了一些。 看到赵福金看向自己的那种眼神, 让五直有些摸不着头脑。 如果他没看错, 赵福金的那种眼神, 仿佛有一种苗条淑女, 看中一中人的味道。 他内心摇摇头, 感觉应该不可能。 毕竟他家里有好几个, 公主怎么会看上他这样有家世的人。 所以, 五直没多想。 众人交流中, 也免不了拿出自己的诗词, 来提供大家欣赏议论。 赵福金也拿出了自己的一些诗词, 请五直指点。 五直看了之后, 指点谈不上, 倒是夸赞了几句。 而赵衡也现丑了, 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拿出来, 让五直看看。 五直看了之后, 都会夸赞几句不错。 最后, 赵福金忽然笑道, 郑国公对诗词造诣很深, 我看这院落中百花绽放, 不如郑国公做一首关于花的诗词如何。 赵福金倒不是为难五直, 是因为他知道五直才高八斗, 这种事情对五直而言那真是小意思。 他看过五直的诗词, 非一般人能创造, 他也是想要亲眼见一下这位大诗人的现场表现, 也能沾染一下五直的才气。 当然, 五直也可以拒绝, 毕竟他是郑国公, 如果他不想, 也没人能逼迫他。 但大家出来玩嘛, 也就无所谓了。 既然要装逼, 五直也不客气。 他看了一下四周的花朵, 我喜欢桃花, 但这个季节没有桃花, 不过其余花朵也绽放得景色宜然。 既然公主想要听花的诗词, 这有何难? 我便现场做一首关于桃花的诗词。 五直站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各种颜色花朵, 笑道。 赵福晶非常激动, 真的吗, 郑国公? 现场做诗还是很难的。 五直点点头, 我观这些花朵有感, 现场想到了一首诗, 献丑了。 五直可以转到属性点, 而且又不是他想诗词, 轻松显摆一下娱乐娱乐就好。 赵衡也来了兴趣, 杨检也漫不经心地听着, 实际上关于这些场合, 他见多了, 很多文人弄出来的诗词, 说实话, 他听着想笑, 因为也就那样。 杨检对这些倒是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 而当五直将一首唐伯虎的桃花鞍迎出来的时候, 杨检面色出现了少许变化, 不但是他, 赵福晶和赵衡也是如此。 桃花物里桃花鞍, 桃花鞍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行只来花钱做, 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年, 车臣马足跪者去, 酒斩花枝平见园, 若将富贵比平者, 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 他得去吃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林豪节目, 无花无酒除作甜, 这便是五直念出的诗词, 赵福晶为了能更好地解析五直的诗词, 还亲自拿着毛笔, 请教五直自己将其写了出来, 赵福晶白皙嫩嫩的小手, 写了一大首长诗, 看到这些诗词的时候, 赵福晶喃喃自语,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林豪节目, 无花无酒除作甜, 赵福晶那震撼很大, 因为这是一首大长诗, 五直现场做出来的, 赵福晶本来就喜欢这些诗词, 如今更是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大才, 不愧是能成为郑国公的人, 这文采, 赵福晶着实有些震撼, 赵衡看到后也佩服不已, 有一种想要拜师的冲动, 不错,赵衡很想拜师五直, 如果有如此大才成为他的老师, 他赵衡不但地位稳固, 自身的学识也能见长啊, 杨简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反应过来, 原来真有人能现场做出如此好事, 郑国公真乃大才啊, 这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冲击, 以前见到一些文人诗词交流, 杨简因为没见过多少妙剧, 好的都是古代诗人的, 所以现场感受不深, 如今五直可是现场作诗, 念到了这些诗词, 他才知道文人的魅力, 看向五直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 亲自感受和在书上看到的诗句是不一样的, 何况这首诗词很长, 也很有味道, 赵福晶问道, 郑国公这首诗叫做什么名字呢? 五直笑道, 就叫做桃花安吧, 桃花安, 不错的名字, 赵福晶点点头, 几个人在一起又开始交流, 而此刻的赵衡却是想着要攀上五直这棵大树, 跟着五直能学到一点东西, 还有对他地位的巩固, 他是太子, 这些都是必修课, 对于朝堂中的重臣他都是要拉拢的, 能不能拉拢上来, 那得看自己的本事, 正好赵福晶在这里, 他没有得聊, 口头上是诗词交流, 实际上却是可以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 能和郑国公混熟, 大家高兴地喝茶, 吃点心, 迎试作对, 完了之后, 赵衡亲自将五直送到门口, 赵福晶还要再送五直一程, 两人在路上, 五直还是有些别扭的, 毕竟这是大宋的公主赵福晶, 赵福晶一双水灵的眼睛扫过来, 郑国公年纪轻轻, 就为大宋做出了这么多贡献, 对于诗词方面, 造诣也很深, 福晶佩服, 希望有机会再向郑国公请教一番, 请教谈不上, 若是公主有什么想要交流的, 微臣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五直笑道, 对于公主, 自然也不能马虎了, 五直想来, 赵福晶就是单纯的喜欢诗词, 他也听说, 赵福晶的确喜欢这些东西, 也没多想, 毕竟他怎么也想不到, 赵福晶堂堂公主, 会重力他一个有家世的郑国公, 他和官家又是兄弟相称, 所以, 五直虽然感觉赵福晶对自己的态度奇怪, 想来也是出于佩服有才华之人, 而其实, 五直哪里有什么才华, 不过是将他们不认识的诗词拿出来装逼而已, 收割了一小波的情绪, 五直和赵福晶交流一会后, 赵福晶离去了, 此刻, 回到庭院后, 赵衡脸色激动, 难怪郑国公能将燕云十六周收回来, 这写的桃花庵真是极好啊, 能写出这样文章的自然不是一般人, 杨简也是笑道, 殿下, 郑国公在朝廷上做的一些事情, 就足以见得郑国公是个能臣了, 他现在还很年轻, 就已经是郑国公, 此人我们得拉拢才行啊, 赵衡点点头, 我打算让郑国公当我的老师, 听到这话, 杨简有些意外, 因为拉拢是一回事, 成为郑国公的学生又是一回事, 这得放低姿态, 身为太子如此也极为难得了, 看来殿下也知道郑国公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杨简反而很赞成, 若是拉拢了郑国公, 太子的地位会更加稳固, 嗯, 不过这件事情还得告知父皇, 我现在就去, 赵衡说话间, 收拾了一番便真的去找宋徽宗去了, 严福公, 宋徽宗无事的时候便会绘画, 他盯着四周的风景, 思维一番后在纸上描写, 听到太子要来, 宋徽宗一愣便让他进来了, 太子, 你来得正好, 看看这幅画如何, 宋徽宗盯着自己的画, 没看太子, 赵衡则是恭恭敬敬过来观摩了一番, 上面画的是一幅花束图, 虽然栩栩如生, 太子却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太子赵衡笑道, 父皇这幅画很真, 无论是描绘还是四周景色都唯妙唯笑, 算得上佳作, 奈何缺少了山水, 哦, 宋徽宗听到这话, 看向赵衡笑了, 朕也是这么想, 所以让蔡金去修建万岁山, 现在万岁山已经有一段时间, 上次朕去看了, 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完工啊, 哎, 如果汴京出现一座山, 该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对于诗情画意的宋徽宗来说, 整天待在这平原区域, 对于他绘画灵感影响很大, 他心中非常期待万岁山的修建而成, 到时候, 他可以早晨起来观看清晨的大山, 或是吟诗, 或是绘画, 想想就觉得美好啊, 一个诗情画意的人, 心中装着这些东西, 也不足为奇, 赵衡笑道, 父皇不用心急, 顶多再过两年万岁山就修建而成了, 现在国库充盈, 有郑国公的商务司与金国, 辽国合作, 钱财方面足够, 可以让他们加快修建, 时间上还能缩短, 听到这话, 宋徽宗双眼一亮, 你这个主意不错, 来人给蔡金拨款三百万两, 让他加快修建万岁山, 是, 太监下去后, 宋徽宗这才道, 对了, 你这次来有何事? 赵衡行礼, 父皇, 儿臣今日和郑国公聚会, 发现郑国公真乃大财, 想要拜郑国公为师, 不知道父皇觉得如何, 嗯? 宋徽宗看了一眼太子赵衡, 眉头一皱, 看到父皇的表情, 赵衡内心一沉, 莫非父皇不同意? 也是, 他是太子不错, 但拜师郑国公明显就是拉拢, 为了自己以后尚未做准备, 宋徽宗现在还健在呢, 自己这么弄, 难免会让父皇感觉到不好吧? 当然, 这是赵衡自己的想法, 宋徽宗忽然道, 你倒是提醒了朕, 你身为太子, 而郑国公文韬武略, 对很多事情都很精通, 如果让他成为你的老师, 也能为你打好根基, 多学点东西, 朕准了, 赵衡内心狂喜, 多谢父皇, 看来是他想多了, 对了父皇, 郑国公作为我的老师, 您是同意了, 但不知道郑国公是怎么想的, 赵衡想到了这点, 便是道, 宋徽宗笑了, 朕来和他谈谈, 作为你的老师, 郑国公应该是不会拒绝的, 因为这是一种荣誉, 能成为太子的老师, 这不是一般人, 相当于给了武职更大的影响力, 若是以后赵衡登基了, 武职就是皇帝的老师, 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的荣誉, 太子的老师, 称之为太子太父, 这里的太子太父, 并不是太父, 太父乃是三宫之一, 官居一品, 是辅佐皇上处理政务的大臣, 而太子太父是从一品, 是教导, 保护太子, 当太子老师的大臣, 赵衡退去之后, 武职便入了宫,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武职有些意外, 这种好事, 他当然不会拒绝, 虽然他可以拒绝, 但当太子的老师, 这是很多人想都想不到的头衔, 也是有愤怒的, 武职接受了, 所以,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同贯立刻宣指, 武职成为太子太父, 这个消息震惊了朝廷, 当太子的老师, 此事非同小可, 太子是什么人, 那可是将来治理天下的官家, 教导太子的人, 必定是德高望重的, 才能领导好太子, 要能让太子服从老师的管理, 一般人是做不了的, 如今, 武职居然成了太子太父, 他现在这么年轻, 就成了太子的老师了, 虽然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但武职功绩在这里, 众人虽然有些意外, 却也没人站出来反对, 所以, 武职顺利地成为了太子太父, 多了一个头衔, 只是一份荣誉头衔, 其实很多有这个头衔的, 未必要教导太子什么, 但武职的这个头衔, 肯定是要传授太子一些东西的, 因为严格来说, 不算是宋徽宗赐予的, 而是太子自己要求的, 表明了太子求学心切, 想要在武职那里, 学到一些东西, 退朝之后, 在门外, 赵衡走了出来, 旁边大臣看到赵衡的, 都非常恭敬, 毕竟是太子身份, 朝臣见到太子, 那必须得给足了面子, 只是赵衡看到武职的时候, 反而是鞠躬行礼, 恭敬道, 学生参见老师, 武职看到, 眼前赵衡如此谦卑, 身为大宋的太子, 给武职摆出的姿态, 可是很高的, 武职点点头, 太子不用客气, 既然官家, 让我当你的老师, 以后我会教导你, 一些东西, 至于你能不能学到, 就看你自己了, 学生一定谨记老师所言, 赵衡在其他朝臣面前, 是皇室家族的太子, 将来的继承人, 身份高贵, 其余朝臣见到他都很恭敬, 不能失了礼数, 但是此刻, 他在武职面前, 俨然成了学生模样, 对武职恭恭敬敬, 反了过来, 看得旁边大臣, 也是唏嘘不已, 即便是蔡经见到赵衡, 那也是必须得恭敬的, 太子根本就不可能向蔡经行礼, 但老师就不一样了, 太子除了见到老师, 还有皇室家族的官家, 长辈, 母妃, 等皇室血脉长辈行礼之外, 其余朝臣见到太子, 都要行礼, 武职不在此恋, 他是老师, 属于皇室血脉之外的长辈, 旁边的蔡经也是有些嫉妒, 朝臣们则是在议论, 郑国公前不久升任, 现在却是又成了太子太父, 陛下恩宠啊, 我听说这次拜师武职, 乃是太子的意思, 哦, 还有这是, 众人有些诧异, 武职成了太子太父,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导致整个汴京百姓到处都在议论, 有人觉得武职当太子太父, 太年轻了, 有人说武职做太子的老师, 是在好不过的事情, 这样以后可以培养更好的官家, 由于武职的功劳在, 做的事情大宋百姓人众皆知, 所以大多数内心还是认为没什么问题, 这消息潘经莲, 李诗师他们也知道了, 李诗师有些惊讶, 要知道, 太子太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将来官家的老师啊, 潘经莲也是跟着高兴, 前不久才成为了郑国公, 现在又成了太子太父, 老爷太厉害了, 赵三甚是激动, 武职这个太子太父, 还真不只是一个头衔而已, 赵衡有问题都会请教武职, 太子每次在武职身边的时候, 都是恭恭敬敬, 内心也很高兴, 能成为郑国公的学生, 赵衡还是很满意的, 首先他的地位更加稳固, 其次真能学到不少东西, 有些问题询问老师的时候, 武职都会告诉他一些解答, 一些独到见解, 不由让太子更加尊重武职, 老师, 学生还有一个疑惑, 想要请教, 太子翻阅着书籍, 不时地询问, 武职则是不管你什么问题, 他都能游刃有余, 赵衡得到满意答复后, 更佩服武职的博学广闻, 面对太子对自己的恭敬, 以老师相称, 武职其实也有些意外, 赵衡也的确很尊敬他, 武职在教导太子的时候, 赵福晶也会时不时地过来一起学习, 一双大眼睛看着武职, 武职在讲解一些东西, 赵福晶纤细的手指, 拖着下巴观望, 这段时间, 武职除了教导太子外, 还会处理自己的事情, 期间, 金国的完颜宗郡又来了一次, 完颜宗郡这次来, 心情很沉重, 因为他们现在不好打辽国了, 没有武职就没有他们金国的战斗力, 却也没有辽国此刻的防御力, 对于完颜宗郡这次来提出的一些金国处境问题, 在商务司, 武职看着完颜宗郡笑道, 你不必担心, 我大宋虽然对辽国出售兵器, 但对于你们金国影响却并不是很大, 这, 完颜宗郡听到这话, 有些猛逼了, 影响还不大, 他们现在因为辽国有了兵器后, 进攻越发的艰难了, 这可是天大的影响了, 武职何出此言啊, 完颜宗郡摸不着头脑, 却也不敢顶撞武职, 武职笑道, 再过一段时间, 你们就知道了, 对于这次你们购买的兵器数量, 我同意了, 可是, 完颜宗郡还是不理解, 看完颜宗郡这么执着, 武职这才道, 我给辽国的兵器都是劣质的, 一段时间便会出现问题, 你们到时依然可以趁机攻打他们的城池, 只是这时机就得需要你们荆国自己把握了, 武职就说了这么多, 完颜宗郡听出了意思, 武职出售给辽国的兵器是劣质的, 这, 如果此事是真的, 对他们荆国的确是好消息, 也就是说, 暂时的困境很快就会过去, 一旦辽国兵器出现问题, 他们还能在大宋购买到大量完好的神威大炮,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 武职带完颜宗郡去看了劣质神威大炮, 果然, 他对比之后发现, 武职给他们的武器都没有这些问题, 而劣质的或多或少隐藏了一些瑕疵, 在经过几次炮弹发射后会出现裂缝, 不能再用了, 完颜宗郡此刻也松了一口气, 知道大宋虽然帮助辽国, 也还是偏向他们这边, 了解到大宋的态度, 他终于放心了, 多谢郑国公, 完颜宗郡弯腰行礼, 我这就回去告诉父皇, 一旦辽国兵器出现问题, 我们金国还是占据了优势, 武职笑道, 放心吧, 大宋不可能看着你们金国被辽国打败, 你们尽管打, 若是到时真有困难, 大宋自然会出手, 武职给出了一个态度, 一颗定心丸, 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打, 真熬不住了, 他们大宋会出手, 这无疑让完颜宗郡打了一针鸡血, 瞬间血液沸腾, 再次涌现了强烈希望, 完颜宗郡高兴坏了, 又带着三十台神威大炮, 和一千火冲还有弹药回去了, 来的时候压力很大, 回去的时候完颜宗郡很轻松, 也给武职悄悄送上了一袋黄金, 武职看着完颜宗郡的背影, 金国攻破辽国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我的兵器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最终的主导权还是在我这里, 等他们哪天攻破辽国, 也正是我大宋出手消灭你们两国的时候, 武职双眼微微眯起, 他们大宋也是有野心的, 或者说他武职也是有点野心的, 怎么能看着他们两国有一个座大呢? 都是武职手中的肉, 随时可以宰割, 毕竟大宋又不是没有这个实力, 金国朝堂上, 当完颜阿古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惊呆了, 劣质的神威大炮, 是的父皇, 郑国公亲自跟我说的, 他们出售给辽国的兵器都是劣质的, 让我们无须担心, 完颜宗郡在朝堂上激动道, 其余朝臣也是一轮纷纷, 完颜阿古打一喜, 若真是如此, 我们金国依然有机会, 大宋拿了辽国的钱, 卖的却是劣质大炮, 我们金国购买的武器中, 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 完颜宗郡, 父皇放心, 我都严格检查了, 郑国公卖给我们的火虫, 神威大炮, 质量都很好, 而且大宋郑国公说了, 让我们放心打, 如果我们撑不住了, 他们大宋必定会出手对付辽国, 大宋和辽国这些年一直摩擦不断, 大宋也想灭了辽国, 这是郑国公亲口跟我说的, 哈哈, 太好了, 听到这话, 完颜阿古打战了起来, 一脸兴奋, 这一刻, 他发现自己又行了, 明天我们继续攻打, 消磨他们的兵器, 以消耗为主, 不强攻, 等他们的兵器不行了, 我们再一举攻灭他们的城池, 是, 就在荆国采取消耗战的时候, 大宋朝堂上, 武侄今日在朝堂上, 听着满朝文武上, 做一些琐碎的事情, 武侄眼观鼻鼻关心, 就在这时, 一位大臣站了出来, 陛下, 最近在江州发生了一件事情, 江州行刑法场, 被梁山贼寇劫了, 听到这消息, 满朝文武震动, 劫法场可是大罪, 谁这么大胆, 宋徽宗问道, 劫法场是何人, 所劫之人是谁, 那大臣道, 陛下, 被刑刑的是宋江, 此人因为杀死了延婆西被赐配, 又因为一日在酒楼做了反尸, 被人发现关入大牢, 执行斩刑, 而且, 其中一名叫戴宗的与梁山合谋, 伪造蔡金书信以营救宋江, 但被识破也被判处了斩刑, 由于宋江颇有威望, 戴宗也牵扯入狱, 梁山首领朝盖得知之后便攻打了江州, 劫法场将宋江给救走了, 满朝文武沸腾了, 劫法场, 梁山还攻打大宋江州, 好大的胆子, 这简直就是造反啊, 宋徽宗之前本来还很高兴, 他们大宋收回了燕云十六州, 如今听到这消息, 怒道, 还有这种混账事, 那江州的知府是怎么当的, 居然被人攻城劫法场, 此地知府是何人, 朝臣瑟瑟发抖, 启禀陛下, 那江州知府是蔡涛, 是, 蔡大人的儿子, 听到这话, 宋徽宗面色黑了下来, 蔡金的儿子, 武职目光一鸣, 对于劫法场的事情, 因为他和曾步是一个阵营, 这些消息他听说过, 至于这个蔡涛武职, 倒是没见过, 根据历史, 此人是蔡金的第四个儿子, 武职有脑海中的书籍信息, 让他能清楚地知道这些, 在水浒中, 这个知府应该叫做蔡德章, 而在真正的历史轨迹中, 此人叫做蔡涛, 反正都是蔡金的儿子, 蔡金此刻脸色有些难看, 自己儿子当的知府智下, 出现这种大事, 他也是脸上无光, 其实蔡金知道这件事情, 他想要隐瞒, 打压下来, 但隐瞒再久, 也终究有曝出来的一天, 此次上奏的, 正是曾步那边的朝臣, 根本就不可能隐瞒得住, 毕竟, 天下又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这时候, 蔡涛刚好在朝堂上, 出了这么大事情, 他早就被上面的官员通知了, 他站出来跪在朝堂上, 陛下, 那梁山贼寇太猛了, 尤其是那李奎, 见人就看, 我们江州的士兵根本拦截不住啊,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 宋徽宗瞪了一眼那蔡涛, 蔡涛, 陛下, 微臣万万不敢, 是微臣防守失利, 是微臣的错, 哼, 宋徽宗看到那蔡涛一肚子火, 刚刚收回燕云十六周, 这才几天就出了这么大事情,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咱们大宋刚刚收回了燕云十六周, 转头就出现劫法场的事情, 那群梁山贼寇简直胆大包天, 这是要造反啊, 公然劫法场, 这群贼寇不能留, 众人议论的时候, 五直却是嘴角上扬, 他在想, 现在宋江都被救了, 恐怕很快梁山一群人就会攻打朱家庄了, 朱家庄的人也并非善类, 明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地名, 实际上却是以一种家族形式而存在的恶势力, 勾结当地官员, 商人, 有明面上的身份遮蔽, 暗地里却做的是一些不好的勾当, 朱家庄附近的地界, 还有护家庄和李家庄, 三个形成了联合结盟的趋势, 占领了独龙岗的地盘, 可以说是和梁山性质类似的一种, 只是他们有明面上的身份掩护, 不像梁山就是妥妥的贼寇聚集地, 而且现在是朝盖掌权, 他们的地界还没有这么大, 朱家庄那边的人没将梁山放在眼里, 所以, 后来有了一些矛盾, 被宋江三次攻打给拿了下来, 在厮杀过程中, 那李奎也是杀心下凡, 顺便也灭了护家庄的全家人, 本来护家庄和梁山商议了和谈的局面, 井水不犯河水, 护家庄也完成了对梁山的承诺, 不会帮助助家庄, 但梁山攻打助家庄之后, 李奎哪里还管这些, 直接就将护家庄的一家人给灭了, 而护家庄的护三娘, 也会嫁给矮脚虎王英, 不过由于王英已经被五直干死了, 所以这个情节倒是没了, 对于护三娘, 五直倒是看过水浒有些印象, 水浒中对于护三娘的描述是这样的, 雾并云环娇女将, 凤头鞋宝邓鞋踏, 黄金肩甲衬红纱, 施蛮带柳腰端胯, 双刀霸雄兵乱砍, 玉仙将猛将生拿, 天然美貌海棠花, 一丈亲当先出马, 短短几句话, 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形象已经凸显眼前, 虽然琢磨不多, 但是能够看出护三娘是天生丽质的, 梁山倒是有些可惜了, 这是一个会打仗的女子, 打仗中多次表现卓越, 可惜的是遭遇不太好, 根据剧情, 护三娘认了宋江为义父, 于是宋江便以义父的身份地位, 让护三娘与王英结婚, 两人无论是人品, 武功, 相貌都相差甚远, 但最后, 护三娘竟被宋江极仗义的发配给了色皮好汉王埃虎, 书中有言, 一丈亲见宋江义气深重, 退却不得, 两口只得败谢了, 好一个宋江义气深重, 明明是护三娘被逼不得已成婚, 却说的, 好像是宋江做了一件积德的大好事一样, 在我们看来, 让人禁不住地问, 这样的一位女人, 还是那个在战场上那么英武的女将吗? 多半是刑事所迫罢了, 她本人被俘, 一门老幼又被李逵两把板斧杀了得一干二净, 只有哥哥护城逃脱, 身遭如此面门惨痛, 却又被宋江做主许配给了王埃虎, 此刻, 对于梁山做的这么重大事情, 嚣张的气焰, 宋徽宗很是震怒, 他看向武侄, 武侄, 对于此事, 你有什么意见? 武侄回过神来, 陛下, 微臣觉得梁山贼寇公然劫法场, 应该杀制, 当然, 武侄口头上这么说, 实际上可以利用他们攻打方辣那些人, 这样可以省去朝堂这边出兵, 凭借现在武侄的实力, 灭梁山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只要带一部分人过去, 外加几台神威大炮和火冲队也就差不多了, 毕竟现在梁山并没有成气候, 你觉得谁带兵去剿灭比较合适? 宋徽宗又问道, 武侄想了想, 他可以去, 但他不想去, 首先距离远了一点, 其次, 武侄想要让他们攻打方辣, 还有大宋其他的一些贼寇, 如果武侄去, 定然要立功将他们全部杀了, 这样一来, 他的人会损兵折将, 又失去了梁山这些炮灰, 武侄感觉不划算, 如果他让高求去, 倒是觉得不错, 为何? 因为高求没用啊, 他收服不了梁山贼寇, 就会让梁山壮大, 到时候朝廷就会觉得梁山不好打, 这时候武侄再去, 直接镇压, 收服才能体现他武侄的能力, 武侄可不是什么救世主, 他要站在自己的利益考虑, 之后的梁山有赵安之意, 那时候武侄出手, 轻而易举, 赵安时机到, 高求就可以滚蛋了, 他留了一个破不了梁山的局面, 武侄轻松出场全部赵安, 镇压梁山, 对比之下, 武侄占了大便宜, 显出了能力, 实际上他啥也没做, 现在那朝盖可不想赵安, 宋江上尉, 武侄出手不费一兵, 就能将其拿下, 再者, 他一个堂堂镇国公, 还真没必要去对付一群贼寇, 有失身份, 毕竟这只是一伙贼寇而已, 镇国公亲自出去, 搅这么点贼寇, 显得大财小用啊, 武侄想要举荐高求, 他不会自己说, 因为高求肯定失利, 之前曾部和武侄早就已经商议好了, 知道官家一定会派人去剿面, 武侄不想去, 他还是道, 威臣可前去, 武侄想来, 宋徽宗应该不会同意, 即便同意, 曾部那边的人也可以站出来说道, 对于梁山的人, 武侄有自己的安排, 宋徽宗闻言, 摇摇头, 区区梁山贼寇, 何须镇国公亲自出手, 这时, 曾部旁边的一个朝臣道, 威臣觉得高求去比较合适, 高求此刻在朝堂中闭着眼睛, 不想参合什么事情, 自从被武侄弄下了殿帅之之后, 他就一直想要弄好他的体育司, 年底的时候, 给官家呈现一场精彩的醋鞠赛, 现在准备的大致也差不多了, 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举办宪赛, 组织了不少醋鞠队, 谁料有人, 居然推荐他去搅贼寇, 说实话, 高求是不愿意的, 他现在好不容易安心弄他的醋鞠, 又举荐他, 这让高求有些傻眼, 他看向武侄刚才说话的朝臣, 如果他没看错是曾步那边的人, 曾步是什么人, 那是和武侄站在一条船上的人, 他们做出的决定不可能无缘无故, 都是有目的的, 他看向武侄搞不好这次举荐, 就是武侄和曾步商议出来的结果, 他搞不明白武侄这是要让他不安生啊, 搞掉了他的太尾, 现在还惦记着他, 高求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宋徽宗, 高求, 他行吗? 听到这话, 高求差点吐血, 官家现在这么看不起自己, 武侄这时候也笑道, 威臣倒是觉得高求之前做过太尾, 领兵方面比一般人要多些经验, 一些贼寇而已, 应该能应付, 宋徽宗闻言却也是点点头, 高求在他心中虽然无能, 但不至于连个贼寇都对付不了吧, 所以宋徽宗答应了, 高求, 既然有人举荐你, 你去吧, 威臣, 遵旨, 高求内心想死, 但他转念一想, 这何尝不是一次机会, 若是他此次绞贼有功, 那岂不是又能让宋徽宗看中, 说不定自己还有机会从体育司出来, 做个其他的什么官职呢? 想到这里, 高求内心忽然涌现了一点希望, 他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武侄那边的人为何要举荐他去, 有点让他摸不清头脑, 因为他高求现在其实没什么影响力, 也威胁不到武侄, 虽然想不通, 却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也是他的一次机会, 若是成功缴了贼寇, 也是功劳一剑, 别人想去, 还去不了呢? 念头想通之后, 高求忽然脸上激动了起来, 高声道, 陛下, 微臣此次前去, 一定剿灭梁山贼寇, 这些贼寇如此大胆, 赶劫法场, 微臣带兵定然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宋徽宗听到这信誓旦旦的声音, 也是点点头, 好, 高求, 这贼寇的事情, 朕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宋徽宗想到, 高求毕竟带过禁军, 看向高求的眼神, 仿佛再说, 朕就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好好表现, 表现得好, 高求还有继续得宠的时候, 对于这些, 伍之一点也不担心, 高求只会踢球, 打仗那就是笑话, 别看高求此刻信心满满, 一旦到了梁山地界, 马上就会灰溜溜地滚回来, 因为有宋江在, 所以他们也不会真的打得多么惨烈, 因为宋江是主张赵安的人, 这件事情很快就去办了, 高求带领着军队, 并不是禁军, 而是在乡军之中调取的队伍, 他们一路前行, 高求还想着立功, 也很是激动, 觉得自己要抓住这次机会, 不过, 等高求到梁山地界的时候, 有些事情还是发生了, 朝堂关于梁山截法场的事情, 因为被蔡金运作, 打压了一段时间消息, 是后来增部的人捅了出来, 这期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梁山已经开始攻打朱家庄, 第一次失败了, 所以有了第二次攻打, 但是遭遇到护家庄的联合反击, 后宋江想了一些计谋, 将护三娘给抓住了, 护家庄不得不求和, 不再帮助朱家庄, 他们第三次进攻, 就在这时, 孙力则是带着他的人来投梁山, 然后采取了里应外合的策略, 宋江从外面打, 结合朱家庄内应大破朱家庄, 在这之后, 李逵便是杀了护家庄所有人, 李逵这样的行为, 怕是也有宋江的命令在其中, 李逵就是宋江的一个心腹打手, 宋江不好做的事情, 他都会让李逵去做, 做了之后, 然后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再罚李逵几天不能喝酒,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宋江可以铲除敌人的根基, 也给了护三娘一条后路, 你看, 杀你家满门,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那是李逵乱来所为, 与我无关吧, 所以, 宋江还是收了护三娘, 因为护家庄都被灭完了, 护三娘也没有了退路, 此刻的护三娘坐在马匹上, 这是一个非常美艳的女子, 身材很好, 资本雄厚, 五官眉眼之间带着一股彪悍的女将风范, 只是神色带着一些无奈, 他眺望远方, 那一抹双眼中流又不流的泪水, 模糊了他的视线, 心里的仇恨和此刻的局面, 让他不得不跟随梁山, 只待以后有机会, 他再远走他乡, 不再回这伤心之地, 护三娘此刻的内心是悲凉的, 他善于征战, 却不敌梁山人多势众, 而当高求来的时候, 经过筑家庄, 这里早就已经血迹斑斑, 房屋成了探幕, 已经人去楼空了, 此地杀孽很重, 高求看着前方, 感觉梁山一伙人, 也不是那么好招惹啊, 全军听令, 给我杀, 此刻梁山的人刚刚退去, 高求的人马就冲了过来, 声势浩荡, 随着高求一声令下, 大军冲刺, 前方的宋江等人一脸猛逼, 那为首的一人面黑深矮, 一身长袍, 坐在马匹上回头打量, 此人正是宋江, 他的右脸上, 有一块被发配的红色刺印, 非常显眼, 一看就不是傻好人, 这说来, 宋江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人, 首先是舒财仗义, 济若扶贫, 孝倾尽有, 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 其次, 他效忠皇帝, 蒋义起, 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 再次, 他明处为大家办事, 暗处结交江湖大道, 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 最后他聚重反国, 提示研制, 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 宋江听到后方的声音, 顿时眉头一皱, 难道朱家庄还有人? 吴勇摇摇头, 应该不可能, 刚才我们已经消灭了朱家庄所有人, 怎么可能还有一支队伍? 这群人, 好像是朝廷的人, 什么? 朝廷的人? 宋江面色一变, 快, 结阵! 宋江虽然想要赵安, 但现在肯定不是时候, 万一被人冲过来灭了, 该如何是好? 宋江赶紧命人布阵反抗, 所有梁山的人排成阵法迎敌, 内心非常的惊恐, 对于朝廷的军队, 他们还是有些畏惧的, 尤其听说前段时间, 朝廷的武太尉派人和辽国打了一场, 将辽国打得落花流水, 那个武太尉, 梁山的人自然听过, 不过现在人家是郑国公, 不过想来, 郑国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即便如此, 宋江还有吴勇等人非常着急, 他们可以打住家庄, 面对朝廷的兵马多少有点不知所措, 吴勇内心凛然, 其实在他们劫法场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朝廷不会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吴勇早就想到这一点, 只是没想到如此之快, 但吴勇此人足智多谋, 很快镇定下来, 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 宋江对吴勇很看重, 开始询问吴勇的意见, 之前吴勇巧妙安排心头梁山的孙力一伙, 作为内应打入住家庄内部, 孙力是住家庄鸾亭玉的师弟, 孙力和梁山大军理应外合打破住家庄, 是为三打住家庄的最后一战, 这些吴勇的作用很明显, 吴勇道, 此刻只能打, 刨只会被追上, 死伤更严重, 和他们打一次, 让他们知道我们梁山的厉害, 现在梁山的人也有不少, 至少五千人左右, 带来的只有三千二, 在攻打住家庄的时候损失了几百, 差不多就是三千人数, 他们攻破住家庄之后非常高兴, 朝廷的军队过来, 不少梁山的人虽然有些慌乱, 但也表示要和他们拼了, 此刻高求的人过来了, 高求高声呐喊, 将这伙梁山贼寇全部消灭, 大家回去都能得到赏赐, 给我杀, 吼吼吼吼, 无数士兵发出怒吼, 很快追击了上来, 高求此刻非常激动, 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重新得到官家恩宠的时候也到了, 只要他能消灭梁山, 这证明他高求还是有能力的, 一旦成功消灭梁山, 高求幻想自己回去的时候, 官家一定会非常高兴吧, 高求嘴角不由地上扬, 在他看来这些山贼能有什么, 看到大宋的军队还不得吓得腿软, 根本不足为虑, 他来的时候就和他的士兵说了, 一群山贼而已, 手道勤来的是, 他说过自己曾经带领过朝廷的数十万进军, 当时那个威风之类, 让这帮人马对高求极为尊敬和崇拜, 能做到太位职位的, 自然不是一般人了, 所以, 士兵们也没将这次剿灭山贼放在心上, 有高大人在, 他们一定能赢, 这是所有士兵心中所想, 此刻, 本来梁山经过刚刚一战就有些疲惫, 现在朝廷的队伍碾压上来, 为了活命这些人, 却是依然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 一些梁山好汉还觉得刚才没杀够, 此刻更是拼了命地反抗, 杀, 杀了这帮朝廷的人, 无数梁山好汉叫了起来, 而那李逵拿着两把斧头, 有黑的脸, 彪悍的胡渣, 还有那魁梧的身材形象, 真如同铁牛一般冲杀了过来, 将高求的士兵全部砸飞, 这次高求过来并没有特殊装备, 比如五直禁军中的联弩, 火冲, 还有神威大炮, 杀鸡烟用牛刀, 一群贼寇还需要用这些, 那高求也太废物了, 而且禁军的东西, 没有五直的允许或者是官家的命令, 高求也是没有的, 不过, 想来一群贼寇而已, 哪有这么麻烦, 直接派兵过去, 剿灭就行了, 但此刻一看情况, 高求感觉有些不太妙啊, 说实话, 禁军的战斗力都是一盘散沙, 何况是湘军, 湘军是镇守各地的常备兵种之一, 由于禁军掌握在五直手中, 一部分在铜冠手中, 高求已经不是殿帅, 所以他只能调动湘军, 在他看来这些也够了, 谁知道, 面对这群杀人不眨眼的所谓好汉, 他的士兵完全不行啊, 良善的这些好汉更像是土匪, 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命案在身, 那都不是一般百姓, 各个战斗力彪悍, 而湘军都是四周城池的常备兵种, 上战场的少被高求拉出来攻打山贼, 此刻烈士显现了出来, 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 宋江指挥打哪里, 那些良善好汉就疯了一般地冲过去, 凭借强悍的战斗力将敌人干翻, 高求不断指挥, 只是很快他的队伍乱了起来, 他甚至有种指挥不动的感觉, 现场太乱了, 看到良善好汉的攻势, 这一刻高求震撼了, 这良善人不少, 而且很凶悍, 是我带领的军队不行吗? 高求一张脸爬满了冷汉, 这要是战瓣回, 他这张老脸丢尽了, 他来之前可是信誓旦旦, 要保证铲除这帮良善贼寇的, 带领的兵马也不少了, 至少有四千多人, 可是这刚刚冲杀在一块, 他们这边的人完全不行, 都被打散了, 那些士兵看到良善的好汉拿着长刀, 长枪, 凶恶的眼神, 浑身还有血迹, 一个个吓得腿软, 这还怎么打? 宋江本来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此刻一看, 他有些发冷, 朝廷的军队好像没什么战斗力, 他们良善好汉上战场是不怕死的, 见人就看, 而对方的士兵似乎有些畏惧, 这让宋江笑了起来, 看来是虚惊一场, 吴佑拿着一把扇子摇晃了一下, 坐在马匹上笑道, 我怀疑这不是朝廷的军队, 实力太差了, 或者说, 那朝廷的官员领兵能力太差, 宋江点点头, 目光思维了一番, 不要杀太狠了, 毕竟这是朝廷的军队, 给他们一点厉害就行了, 是, 宋江心心念念都是赵安, 朝廷的军队可以击败, 但若是全军覆灭, 怕事不妥, 此刻高求见势不妙, 前方大李逵拿着斧头冲出, 朝着他而来, 拦路的都被砸翻了, 李逵气势汹汹过来, 俺铁牛批了你, 李逵一声抱贺就要靠近, 那高求见状忽然掉转马头跑了, 狼狈逃窜, 旁边副官一看, 有些傻眼, 高大人, 高大人, 怎么跑了, 副官和旁边几个将领, 顿时目瞪口呆, 这才哪根啊, 高大人这就跑了, 其余士兵看到高求左手抱着马匹, 弓着身子, 右手拼了命地用鞭子抽打马匹, 想要让马跑得更快一点, 听到身后声音, 高太尉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主帅, 怎么能临阵脱逃, 高求赶紧大喊, 全部撤军, 撤军高求不但自己跑, 还让他的人马跟着一起跑, 高求此刻的现状就是, 打仗他不行, 逃跑第一名, 根本不是对手, 逃的过程中高求的官帽掉地上, 他也顾不上, 很快没影了, 梁山的人看到这一幕都笑了, 哈哈, 他们居然跑了, 这怎么回事, 闹着玩呢, 那为首之人是朝廷哪一位官员, 居然如此狼狈胆小, 还没怎么打就跑了, 原来朝廷的军队是一群废物, 刚开始我还有些害怕, 现在看来, 还真不如住家庄的人, 许多梁山好汉都笑了, 哥哥, 还要追击吗? 有人问道, 宋江笑了笑, 不必了, 咱们回去喝酒去, 都喝酒去, 特娘的, 就这样让他们跑了, 李逵拿着两把斧头, 看着跑掉的高球, 有些不爽, 他居然要再次冲过去, 宋江瞪了一眼李逵, 铁牛住手, 休得胡闹, 大家先回去再行商议, 哦, 哥哥说走, 那俺铁牛也就算了, 李逵甩了甩斧头, 也是无奈, 梁山等人回去之后, 高球的人还在慌乱地逃窜, 到了一处空旷的区域, 见身后无人, 高球才勒马,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他背后都汗湿了, 刚才差点被梁山的人给劈了, 高球大口呼吸, 刚才那李逵朝着他跑来, 看到李逵那魁梧有黑凶恶的脸, 拿着两把斧头, 高球差点没从, 马上摔下来, 李逵冲过来, 无人能挡, 要不是他跑得快, 就被抓住了, 大, 大人, 我们就这么跑了, 这次带队的副官一名男子, 有些汗颜, 按道这高大人, 不是进军太尉吗, 他带领的兵马, 在路上也稍加操练了, 而且高大人一路跟他们说, 一伙梁山贼寇而已, 他过去轻而易举将其灭了, 谁知道, 刚打起来, 高球倒是先跑了, 这还打个屁, 副官对高球简直无语, 不过, 若不是刚才高球跑得快, 让他们也一起撤军, 否则还真危险, 他自己也跟着跑, 总之, 他是朝廷派过来剿灭山贼的此刻, 落得这般境地, 难免有些憋屈, 弄得跟他们是山贼一样, 倒是让人家给打得到处跑, 不少士兵心里也是感觉无力, 有的人则是害怕, 有的人则是庆幸跑了, 若是被那些贼寇抓到, 绝对会被砍死, 第一次, 我们就败了, 这回去不好交代吧, 我们只是小兵, 高大人才是这次主帅, 他不好回去交代, 我们顶多不干了, 之前高大人说自己掌管过禁军, 多威风之类的, 我还以为我们赢定了, 谁知道上战场就这样了, 老子没见过带兵这么差的, 而且这高大人真胆小啊, 我们冲锋陷阵都没跑, 他跑得比谁都快, 他妈真是笑死老子了, 你小声点, 一士兵道, 高大人毕竟是主帅, 别让他听到, 再说了, 他要是不让我们跑, 我们可能死伤不少人, 不少士兵跟在后方议论纷纷, 他们声音不大, 说话兼眼睛看向前方的高球, 这么远高球也听不到, 有些人想着要不跑掉算了, 这还没开始就这样了, 怎么和梁山的人打, 高球此刻叹息一声, 也是有些手足无措, 他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只要他们军队过去, 直接全部杀了完事, 事实和他想的不太一样, 他的大军过去, 被人家杀得屁股尿流, 哎, 不由得让高球有些郁闷, 刚才不跑, 损失更严重, 看来我们得从长计议, 要商量一下怎么对付这些贼寇了, 这些人也的确太猛了, 高球目光思索, 副官道, 梁山贼寇都是一群有命案在身的人, 很多都会功夫, 一般人打不过, 咱们的人也打不过, 副官还有一句话没说, 他们的人手固然差了一些, 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高球领兵的能力太差了, 刚才和梁山一战, 他指挥起来感觉没什么出奇的地方, 他真有点怀疑, 此人到底是不是带过进军的高太尉, 这也太废了, 副官心里这么想, 却不敢直说, 每次看到高球那副嘴脸, 副官心里感觉真是热了狗, 高球, 先休整两天再打, 还打啊, 副官没什么信心, 高球, 要是失败了回去, 官家那里我也不好交代, 那就打吧, 副官心里嘀咕, 估计是没什么戏了, 看高球现在也没拿出什么好办法, 就是休整两天, 之前那梁山经过一场战斗, 正是疲劳的时候, 他们都打不过, 等休息好了, 他们就能打了, 副官和手下将士们, 希望高球能拿出一个对付梁山的主意, 但高球却也没什么办法, 他有点骑虎难下, 本来也不是他要来的, 唉, 早知如此当初他推了算了, 可惜, 开弓没有回头见, 此刻的梁山中, 一群梁山好汉在一起喝酒, 交谈这次的功绩, 同时谈论到朝廷的大军, 不少人轰然大笑, 李逵, 那朝廷的军队, 比那住家庄还差, 根本就不是我们对手, 哥哥不必担心, 若是他们下次再来, 俺铁牛直接凉满腹, 将朝廷将领纳斯给劈了, 许多好汉笑了起来, 此刻高大魁梧的朝盖, 站了起来举杯, 这次多亏了宋江你啊, 朱家庄被打下来了, 来, 大家敬一杯, 俺铁牛先干了, 李逵等人也是举杯痛明, 大家干了之后, 朝盖又倒, 不过这次引来了朝廷的军队, 不是什么好事, 梁山就这一小地方, 若是朝廷大举进攻, 我们梁山如何抵挡, 朝盖没那么大野心, 他只想在梁山和弟兄们喝酒吃肉, 过些逍遥日子, 可是如今, 他们梁山越来越大, 尤其是朝盖带人劫伐场, 引来朝廷军队, 这让朝盖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宋江笑道, 哥哥莫要担心, 我们水破梁山四周水域环绕, 即便朝廷有再多的军队, 想要攻打进来也是万难, 再说之前那朝廷的人被我们梁山击退, 如今我们在山寨中, 他们难以奈何, 哥哥说的有道理, 戴宗也赞同, 宋江, 哥哥放心, 如果下次他们还来, 我们可攻一可守, 朝廷军奈何不了我们, 但朝廷毕竟是朝廷, 我们和他们硬来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宋江骨子里想要赵安, 其实并没有真要灭了高丘那帮人的心思, 如果朝廷的人再来, 得考虑下这方面的事情了, 接下来, 修整了两天之后, 高丘命人再次进攻了梁山, 说来, 这高丘还真是个人才, 他带着人马过来, 想要再试一次, 结果看到, 四周都是水域环绕, 顿时和大军有些傻眼, 副官吴语道, 高大人, 小人之前说过, 梁山四周有水域, 很难走, 现在大军贸然过来, 若是被敌人埋伏, 对我们很不利啊, 看着四周一望无际的水域, 副官跟着高丘, 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 高丘盯着远处水域,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原地驻扎休息, 等他们出来, 大人, 若是他们一直不出来呢? 副官问道, 高丘眉头一皱, 那也无妨, 这次官家让我消灭山贼, 又没限定时间, 时间长一点, 也是可以的, 但大军人吃马娇, 需要粮草啊, 副官又道, 听到这话, 高丘手一挥, 这个好说, 让附近的支县, 给我们发一些粮食就够了, 我们是朝廷派过来镇压山贼的, 要些粮食, 他们自然会配合, 高丘看到四周无敌人, 反倒是轻松了起来, 只是看到四周的水域, 还的确是有些范畴, 水泊梁山山下, 是一个由众多湖泊和沼泽组成的湖泊群, 水中有很多芦苇, 湖的最边上有一个店铺, 是梁山的眼线, 汉帝忽律珠桂在此守着, 搜罗来来往往的好汉, 有合适的吉拉起入伙, 往水中心射一箭, 有船过来接人, 而他们的到来, 没有办法前往山寨, 高丘打算就在这里驻扎, 同时派人去散播消息, 高丘找了一人, 你去告诉四周的人, 就说我们朝廷要和梁山谈判, 若是他们缴械投降, 一切都好说, 我可以在官家面前为他们求情, 可免一死, 甚至还能得到大宋的官职, 弃暗投名, 高丘想来想去, 想到了这个办法, 打不过, 那就求和, 求和之后, 再怎么弄就由着他了, 是向官家上奏, 还是先将他们全部弄死, 主动权都掌握在他手中, 毕竟他们若是投降, 那肯定是要丢盔弃甲的, 至少手中兵器都要上缴, 上缴了兵器, 哪里还有战斗力, 还不是任由他们宰割, 是, 一人领命离开了军营, 附近就有梁山的探子, 这是让梁山的人知道并不是什么难题, 梁山, 不好了哥哥, 忽然有人闯进来, 那些朝廷兵马又来了, 就在梁山下驻扎了, 什么, 宋江听闻消息, 他立刻召集了一群好汉, 朝盖也走了出来, 听说朝廷来人, 宋江的人手立刻就要出去灭了他们, 这时, 作为山寨之主的朝盖道, 我带领众人, 前去会会那朝廷军队, 朝盖倒是想要看看那些朝廷军队是什么阵势, 但宋江行礼道, 且慢, 哥哥是山寨之主, 岂可轻动, 这种危险的事情, 就让我宋江前去, 哥哥在寨中等待消息, 我们去会会那朝廷中人, 朝盖眉头一皱, 这话他听了好几回了, 偏偏这时, 无用也站出来, 宋公明哥哥说的不无道理, 哥哥乃是山寨之主, 切莫以身犯险, 若是伤了, 梁山损失就大了, 是啊哥哥, 让我们去吧, 几个梁山中人起来道, 最后朝盖也只好坐下, 就在这时又有人来报, 哥哥, 那朝廷中的主帅要和我们谈判, 他说他叫高求, 高求, 可是那大宋的高太尉, 正是, 只是现在他不是太尉, 现在太尉之职, 乃是郑国公兼任, 哥哥, 既然朝廷派人来谈判, 此事正好, 我前去和他们谈, 宋江闻言, 内心一喜, 如果是谈判, 自己赵安的事情就有着落了, 虽然不可能这么快, 至少也要给对方透露自己这边的态度, 一旦对方知道自己的态度, 宋江觉得自己赵安的事情肯定有信, 宋江当即带着李奎, 带宗还有其余好汉下山, 一大堆人马, 坐船来到了岸边, 高求看到来人, 顿时神色一震, 他带人走到前方, 宋江的人也走了过来, 高求和宋江碰头, 你便是梁山的主事人, 高求盯着那宋江, 宋江看到高求之后, 忽然跪在地上, 将头匍匐在地, 在下宋江, 梁山寨主是朝盖哥哥, 我是二寨主, 之前不知是朝廷军队, 多有得罪, 还望高大人见谅, 你认识本官, 高求看到宋江如此谦卑, 顿时内心很是满足, 之前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双方谈判, 他毕竟是朝廷官员, 这伙贼寇自然要恭恭敬敬, 宋江恭敬道, 高太尉乃是进军殿帅, 大名鼎鼎, 宋江早有耳闻, 没想到朝廷这次派来了高太尉, 令我们梁山惶恐啊, 宋江的话让高求有些得意, 他面色严肃, 带着官帽, 看起来倒是颇为威严, 有一种官威, 高求之前是想谈和的, 现在看到梁山带来的人并不是很多, 他就不这么想了, 高求, 你们梁山之前劫伐场, 犯下了滔天大罪, 此次本官侍奉官家之命捉拿你们, 但若是你们缴械投降, 可以从轻发落, 或者我可以向朝廷劝说赵安你们, 到时, 你们便不再是贼寇了, 赵安, 其余梁山好汉都是脸色一愣, 宋江则是内心一喜, 能为朝廷效力是宋江的心愿, 若是真能赵安, 我们这些弟兄们也能有个好出路, 宋江匍匐在地上, 说话的姿态甚是滑稽, 放心吧, 我会向朝廷劝说, 不过今日你们投降, 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宋江, 还不命人放下兵器, 高求扫尸一圈, 这些梁山人战斗力很强, 有了兵器, 他不敢随便乱打, 宋江赵安心切, 大家先放下兵器, 这是朝廷命关, 不得胡来, 尽管他们之前打了朝廷的人, 此刻既然和谈, 宋江立刻开始表态, 四周梁山的人面面相去, 但宋江的话, 他们又不敢不听, 便是将手中兵器放下了, 然后有高求的人过来, 将兵器收走, 当兵器收过来的时候, 高求双眼闪烁一抹狡猾的目光, 没有了兵器, 还能和他们打吗? 至于赵安, 高求可不这么想, 能灭掉为什么要赵安? 灭掉更能体现他的能力, 赵安算个屁, 在场虽然不是梁山所有人, 但有很多将领, 若是杀了梁山大势已去, 也就完了, 高求给旁边的副官使了一个眼神, 副官苗董立刻报和, 杀, 高求身后的一大群队伍, 全部拿着兵器冲了过来, 不好, 梁山好汉一剑顿时脸色大变, 这是什么情况? 高求反悔了, 他们刚刚丢掉了兵器, 这些人就过来杀他们了, 宋江也是一愣, 赶紧站起来, 被手下拉到了后方, 宋江, 高大人, 这是何意? 杀? 等待他的事, 朝廷的军队碾压过来, 宋江气急, 李逵大喝道, 弟兄们, 这帮朝廷的人不讲信用, 杀了他们, 梁山的众多人立刻疯了一般的和军队厮杀在一起, 而且他们还有人去报信, 双方人马立刻开战, 高求回到马上, 嘴角带着冷笑, 你们一伙贼寇, 还真以为我要和你们谈判, 高求连连指挥, 他就不信梁山的人没了兵器, 还能那么强大, 但高求小看了梁山, 他们的战斗力比正规军队还要强大, 即便没有兵器, 直接冲过来, 却是抢夺了这边士兵的兵器, 开始砍杀起来, 不一会儿, 后方水坡上传之过来, 梁山的支援大军来了, 刚刚上岸, 便带着兵器冲来, 尽管高求不断指挥, 却也被对方碾压过来, 见状高求面色大变, 他发现, 梁山中有不少身强力撞武功高强的人, 几下就将这边的士兵放倒, 一开始不能斩杀他们, 等他们援军到了, 就更不能了, 高求一看, 情况不妙, 这梁山的战斗力塌明显低估了, 快, 撤军, 撤离这里, 高求再次高升, 然后带着一伙人跑了, 梁山的人想要追上去, 宋江脸色阴沉, 都住手, 哥哥, 这高求不讲信用, 还放他走吗? 有好汉憋屈, 不放走能如何? 你真杀了朝廷命官, 很快就会有新的大军过来, 宋江叹了口气, 弟兄们在梁山也不是长久之计, 若是能和朝廷谈判赵安, 都能有个官职在身, 才是我们的出路啊, 宋江将众人命令住, 不少人有些不服气, 但宋江是谁? 凭借他的三寸不难之舌, 满口仁义道德, 满口兄弟情义, 大致意思, 是不是我不想杀, 我是为了兄弟们好啊, 杀了他们, 得罪朝廷, 他们梁山中就要被灭, 梁山再强也不可能强过朝廷大军, 如果以后能有个出路, 比当贼寇要好, 甚至还能为朝廷效力, 不少梁山中人本来没这个意思, 看到宋江说的声泪俱下, 一副为他们好的口气和神态, 也是有些动容, 而宋江身边, 本来就已经被他洗脑的无用, 戴宗, 李逵等人更是维护宋江, 无论宋江做什么, 他们都支持, 哥哥, 那高丘狗贼如此戏弄我们,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哎, 不少梁山兄的憋着一股火气, 我们和朝廷之间, 我们永远是贼寇, 如果能赵安便会摆脱贼寇之名, 弟兄们莫及, 那朝廷的人若是打不过我们, 自然会主动赵安, 就不是今日这般局面了, 宋江安抚了众人, 说了一大段的道理, 众人想想也觉得有理, 他们都是有命案在身的人, 除非真的能将宋朝给灭了, 但他们想都不敢想, 宋朝帝大五伯, 军队很多, 他们只是一小伙贼寇, 哪有这么大势力, 也只是占据了有力地形, 才能生存下去而已, 若是真能赵安, 这些有命案的弟兄们, 就不用当贼寇了, 还能在宋朝为官, 这更像是一条可见的出路, 关键是, 宋朝有这样的制度, 一些贼寇如果能得到朝廷赵安, 都会安排职位, 之前的事情也可不再计较, 宋江和吴勇他们就是, 看中了宋朝这一点, 才有这样的想法, 若是朝廷面对贼寇只有杀一条路, 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念想了, 加上宋江之前本来是一个小官, 一心想为朝廷效力, 做出一番事业, 也是迫不得以落草为寇, 但他还想着能恢复身份, 一部分人都是跟随宋江, 宋江想要赵安, 他们听了之后觉得的确是一条出路, 而一部分人则是反对赵安, 认为被朝廷赵安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但宋江威望太高, 他们少部分人反对是没用的, 梁山的人回去了, 而高求的人跑回去之后, 高求大口踹气, 这伙梁山贼寇太强了, 这可如何是好, 高求此刻着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打又打不过, 回去不好交代啊, 如果就这样回去, 官家一定会骂死他, 就更得不到官家重用了, 高求也没了法子, 但他还没死心, 接下来一段时间, 高求又派人去找梁山的人, 梁山的人不出来, 高求就令人辱骂, 直到梁山的人再也忍不住出来的时候, 他们双方再次拼杀, 而无论高求怎么调整策略, 也不是梁山对手, 最后高求实在没了办法, 回去不是, 打又打不过, 高求这几日着急得头发掉了不少, 他的人马也损失不小, 若是再这样消耗下去, 他会彻底失败, 此刻的高求想的是回去之后, 如何才能熄灭官家的怒火, 因为他们打不过梁山的人, 副官道, 高大人, 梁山贼寇我们肯定打不过, 这几天我算是看出来, 若是想要消灭他们, 就凭借我们这点兵马远远不够, 他们有水域环绕, 占据了地形, 即便没有这些, 我们军队的战斗力, 也抵不过梁山这群贼寇, 不如我们回去向朝廷禀报实行吧, 不行, 高求摇摇头, 就这么回去, 官家一定会震怒, 到时候朝廷会说他高求无用, 他以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副官, 那我们该如何, 高求只能拖着他们, 先拖一段时间, 然后让朝廷的人想办法照安他们, 我看那宋江有照安之意, 若是能照安, 我们也不算失败, 高求此刻又回到了照安的想法上, 但照安之事不能让他说, 如果他说就是因为打不过, 难免对他不利, 但怎么办呢, 高求苦思冥想, 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如果让郑国公去说, 此事定成, 高求双眼一亮, 虽然他不喜欢郑国公, 因为郑国公五职, 将他殿帅职位给弄下来了, 若不是他, 他也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副官道, 郑国公会帮我们吗, 人家怎么可能会帮助高求, 高求的位置, 都是五职弄下来的, 凭什么帮你, 高求忽然笑了, 郑国公此人, 我听说他家里有妻子, 还有两个小妾, 和几个丫鬟, 这和赵安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副官疑惑道, 高求摇摇头, 笑道, 郑国公位高权重, 有几方小妾自然不是什么问题, 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谁也不会嫌弃自己的女人多, 大人的意思是, 副官懂了, 高求是想要通过女人去讨好郑国公, 让郑国公帮着说话赵安, 他高求可以顺势而为, 只要官家同意, 他们就可以赵安了凉山, 回去也不至于太难听, 好歹也平息了凉山一伙人, 但这上哪里去找人笼络郑国公, 高求双眼闪过一抹笑意, 之前我与那凉山贼寇交战, 发现那人群中有一女子, 长得颇为惊艳, 此女似乎会功夫, 还能打仗, 是个少有的人间女将, 无论是姿色意或者是才能远超常人, 若是我将此女送去, 郑国公会不会帮我呢, 高求忽然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赵安他自己上报肯定是不行的, 要其他人说郑国公就是首选, 他开口此事定成, 梁山那边高求看得出来, 那宋江就是想要赵安, 而且宋江隐约才是梁山真正的主人, 只要郑国公那边没问题, 这事就成了, 副官想了想, 高大人, 郑国公乃是朝廷重臣, 深得陛下信任, 他的话陛下自然会同意, 我现在担心的是, 高大人说的那女子乃是梁山的贼寇, 高大人将贼寇女子送去郑国公, 郑国公敢要吗? 他就不怕被人抓住小辫子, 说是通贼, 对他名声不太好吧, 听到这话, 高求还真有点犯难, 我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 那郑国公不是一般人, 一个女子而已, 他大可以说不知道, 陛下也不会将他如何, 你太小看郑国公了, 此人连兵器都敢卖给敌国, 还收回了燕云十六州, 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了的, 高求想到这里, 顿时有了信心, 副官道, 那梁山女子会同意吗? 一件事情完成, 需要多方面的时机配合, 如果那梁山女子不同意, 也是行不通的, 高求摇摇头, 那女子让人调查了一番, 此女叫做护三娘, 乃是护家庄主的女儿, 本来是准备嫁给助标的, 结果梁山的人将她们都杀了, 所以被梁山收了去, 可以说是被迫进入了梁山, 他的父母亲戚都被梁山李逵所杀, 他愿意待在梁山, 他肯定同意, 而且, 渴求远离梁山的控制, 宋江会同意吗? 副官又问道, 高求,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那宋江一心想着赵安, 会在乎一个女子, 副官无言, 事不宜迟, 现在我就派人去谈判, 当下, 高太尉立刻让人去和梁山沟通, 而梁山的人, 经过这段时间, 宋江在其中不断地劝说, 已经拉拢了不少想要赵安的人, 即便朝盖不同意, 但宋江的威望在这里, 现在, 朝盖虽然没有被宋江完全架空, 但由于, 朝盖身边得力的手下, 吴用都已经加入到宋江的队伍, 其实, 他已经没什么话语权了, 加上三打住家庄, 宋江建立了威望和战功, 所以, 很多人都听宋江的, 很快, 宋江听闻了消息, 便带着人又出来了, 李逵也跟着, 这帮狗日的朝廷军, 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样? 俺真想一抚批了那高求, 宋江, 铁牛, 休要胡说, 他们朝廷打不过我们, 说不定这次他们, 是真的要谈判, 宋江站出来, 看到高求带着人过来, 他又跪在地上, 宋江参见高大人, 嗯, 高求点点头, 宋江, 这次本官来, 是想要你们赵安, 不过, 赵安之事, 还需要经过官家同意, 所以需要运筹一番, 那就有劳大人了, 我这帮兄弟, 若是有机会能在朝廷中任职, 我宋江保证, 一定服从朝廷的安排, 宋江内心狂喜, 高求点点头, 不过这赵安之事, 我虽然已经有法子了, 但还需要你帮忙, 哦, 宋江目光一鸣, 高大人有什么需要我们, 梁山做的, 高求, 本官虽然是朝廷派来, 但赵安之事非同小可, 只有朝中重臣出来说话, 此事才能成, 若是你们想要被赵安, 就必须要打动朝中的郑国公, 郑国公, 宋江听说过郑国公五职, 高大人的意思, 是让郑国公帮我们说话, 可是, 高求, 这正是我找你的原因, 郑国公此人有权有势, 想要打动他, 我看你那梁山中的一名女子, 倒是可以起到一点作用, 谁? 宋江问道, 高求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那护三娘, 此人名叫护三娘, 并不在这里, 宋江扭头一看, 这次来的人中没有护三娘, 快, 将护三娘叫过来, 宋江心急火燎, 不多时, 一艘船只过来, 一名身材高挑, 长相美艳, 资本雄厚, 身材苗条的女子, 从船上上岸走了过来, 此女身穿铠甲, 头发高高盘起, 但是略显七刘海的乌黑头发, 从额头散落下来, 在眉眼之上, 遮盖了额头, 一双乌黑大大的眼睛, 红唇艳丽, 五官云衬, 有一股鹦鹉之气, 护三娘此刻出来, 即便是高求看到, 也是赞叹此女之英姿撒爽, 他相信郑国公一定满意, 因为他看了之后, 心里也是垂涎三尺, 奈何此人是郑国公的, 他不敢动, 护三娘声音, 带着女中的一股俊气, 又不失女人的味道, 拱拱手, 义父叫我来, 是有何事? 之前护三娘加入梁山的时候, 宋江就已经将其收为了义女, 由于王英已经死了, 所以他没有嫁给王英, 目前单着, 宋江将朝廷和他们赵安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且说了护三娘的重要之处, 看护三娘能不能同意, 在宋江看来, 护三娘如果不同意, 他就只能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再三劝说了, 然而护三娘听说, 自己要被送给郑国公, 也是有些意外, 虽然有些耻辱, 但郑国公此人他听说过, 三元吉地, 朝廷状元, 殿前司太尉, 又建立了商务司, 还收回了燕云十六州, 此人不但文才高深, 还精通武艺, 且全清朝野, 最重要的是, 此人还很年轻, 听说还是一个非常俊俏的年轻人, 护三娘本来就想要远离湖口, 这几天他都想着, 如何才能离开梁山, 但是梁山好汉众多,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的可能, 宋江也绝对不会让他离开, 护三娘正在发愁, 等过来的时候听到这个, 护三娘内心很是高兴, 不管怎么样, 先离开这里再说, 但他还是故作为难, 等宋江劝说之下, 这才点头同意, 宋江看护三娘同意了, 也粉饰高兴, 高求更是激动, 宋江道, 护三娘同意了, 高大人, 高求, 你放心, 等我的好消息吧, 护三娘, 你跟我来, 此事我会打通关系, 向上面汇报情况, 相信很快朝廷赵安的旨意就会下达, 你们就不用待在这偏剧之地了, 还请高大人多多运筹, 我等赵安之心, 苍天可见, 宋江跪在地上恭敬地行了一礼, 直到高求等人远去, 宋江这才起来, 脸色通红, 别看宋江能统领一帮梁山好汉, 真正见到朝廷中的大官, 他还是很谨慎的, 他就是想要成为朝廷的大官, 所以, 在礼数上他丝毫不敢怠慢, 甚至有些讨好之意, 同时, 梁山中的少部分人心里不愿意赵安, 但大势所趋, 宋江的一帮心腹都听宋江的, 他们也只能屈从, 接下来就等高求运筹了, 此事还不知道能不能成, 很快, 高求带着护三娘回到营地之后, 便和护三娘单独待在一起, 他盯着护三娘打量, 护三娘被高大人的眼神盯得浑身不自在, 不知道高大人这是做什么, 其实高求看到护三娘有些眼馋, 在想着, 要不要在军营中先将护三娘给那个啥, 然后再送给郑国公, 不过想来, 他还没这个胆子, 送给郑国公的女人必须是干净的, 不然只会惹得郑国公不悦, 对他没什么好处, 再者, 这是要送到郑国公身边的女人, 他若是动了, 护三娘首先不说同不同意吧, 万一他记恨在心, 以后在郑国公耳边吹风, 那可就不妙了, 高求也就是想想, 他来这里是消灭梁山的, 还真没这个心思去碰谁, 毕竟梁山不解决, 他自己的饭碗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现在, 他都已经成了体育司馆醋具的了, 想想还是很憋屈的, 醋具可以弄, 但其他的官职不能落下, 总不能一直弄这个吧, 高求将护三娘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之后, 问道, 护三娘, 你可有夫君, 虽然调查过, 高求还是要问清楚, 以免搞错了, 护三娘道, 高大人, 我没成亲, 之前倒是有一门亲事, 定亲的人被梁山里葵杀了, 小女子独身一人, 并未和任何男人有过来往, 护三娘怎么不知道高求的意思, 自己直接就回答了, 这样就好, 高求点点头, 这证明护三娘是干净的, 没什么七七八八的关系, 这次让你去郑国公府, 虽然是做丫鬟, 实际上你就是郑国公的人, 你既然答应了要去郑国公身边, 如果到时候郑国公要对你做什么, 你可千万不要拒绝, 高求道, 郑国公乃是当朝的殿帅, 更是郑国公世袭爵位, 位高权重, 深得陛下信任, 想要进入他府中的人排成队, 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本大人可以给你一个门路让你进去, 你要珍惜这次机会, 若是郑国公不喜欢, 你就只能再回梁山, 明白吗? 高求打仗不行, 分析这些还是有些惊艳, 护三娘全家被梁山所杀, 她在梁山根本待不下去, 一个女流若是到了外面, 没有靠山肯定也不容易, 若是能跟着郑国公成了五直的女人, 这护三娘也算是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 好多人都没这个机会, 是, 护三娘想了想便同意了, 她答应的时候就有了充分的准备, 她想要杀了那里魁, 就只能攀附有权有势的人, 而那郑国公不但有权势, 还是一个年轻才子, 传闻长相也很是英俊, 虽然有妻妾, 但在北宋对于有地位的人而言, 这又算得了什么? 不说郑国公能帮助他, 即便不能他找这样的一棵大树, 对他没有坏处, 接下来, 高求还得运筹如何将护三娘送到郑国公府邸上, 此举是讨好郑国公, 希望他能帮着说几句话, 劝解官家能允许赵安, 这样他高求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赵安, 回去也不至于老脸丢尽, 高求找了个人护送护三娘去了汴京, 还带着他写的书信, 高求还是有些人脉的, 他轻易动用自己的关系, 联系上了五职的家仆赵三, 将护三娘还有一封信送到了赵三手中, 恰好挑的是郑国公不在家里的时候, 赵三看到来人, 又看到信封, 信封他没动, 但是人他收了, 赵三看到护三娘是送给郑国公的, 他着实是没有理由拒绝啊, 自己给拒之门外, 万一老爷知道发怒了呢, 赵三便将护三娘领进了家门, 就在宜静院的一间房子里先住下, 等五职回来的时候, 赵三便是将信封递到五职手中, 同时也将护三娘领了过来, 赵三便离开了, 五职看了一眼信封, 上面是高求写的信, 不得不说高求这货写的字, 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整洁干净, 上面大致意思是, 此女乃是护家庄的庄主女儿护三娘, 加入梁山之后, 被高求想办法弄了出来, 想要送给五职, 还说希望郑国公能帮着在官家面前说几句话, 希望朝廷能对弃赵安, 因为他着实也打不过啊, 若是郑国公开口劝输官家, 将消灭贼寇改成允许赵安, 他便可以顺利进行, 然后回来, 这样官家也不至于说他无能, 至少赵安成功了, 若是没有官家允许, 贸然赵安回去, 官家未必就高兴, 毕竟他高求什么玩意, 官家没说赵安, 他怎么能贸然做出决策呢? 五职看了信封之后, 便是将其烧毁了, 他盯着眼前的护三娘打量了一番, 这护三娘英姿飒爽, 按照五职的话说, 这女子有着古代的长发, 却又有一点点带有现代化的卷刘海, 刚好遮盖住了她的少许额头, 露出了乌黑的眉眼, 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五职, 见五职看过来, 护三娘立刻行礼, 护三娘参见郑国公, 护三娘的声音很轻, 嗯, 五职点点头, 随后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 五职坐在太师椅上, 拿起旁边一杯热茶, 轻拧了一口, 不急不慢地道, 护三娘听到五职的询问, 内心也是有些忐忑, 护三娘道, 小女子今年二十四岁, 在护三娘看来, 原来郑国公真的和传闻中的一样, 年轻英俊, 如此年轻的人, 居然是郑国公, 还能收回中原燕云十六州, 护三娘也是有些惊讶, 没看到五职的时候, 护三娘心里还有些忐忑, 当看到五职的时候, 护三娘内心居然涌现了一丝丝的期待, 她希望五职能留下她, 二十四, 五职盯着护三娘, 这个年纪其实也不小了在古代, 但目前来说, 根据原著, 这护三娘之前要嫁的人, 被梁山李奎杀了, 后面被宋江许配给了王英, 就是那矮脚虎, 由于这矮脚虎被五职弄死, 所以他留在梁山没有婚配, 倒是跑到自家府上了, 真是有趣, 五职笑了, 他知道高求去消灭梁山贼寇, 肯定是打不过的, 梁山的战斗力非常强, 高求的领兵能力和装备, 怎么可能打得过梁山贼寇,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货居然给他来这么一出, 让他给官家劝说赵安, 想让他顺理成章地返回, 再送一个护三娘, 这高求也真是一个人才, 这护三娘可是水浒的名女, 根据五职的了解, 她很会打仗, 是一位能干的女将, 人长得还非常漂亮, 而且护三娘还有一个外号, 名为依丈青, 水浒中, 护三娘在水泊梁山, 排在第59把交椅, 是梁山三位女将之一, 依丈青是比喻护三娘, 凶狠毒辣的, 因为依丈青乃是一种大蛇, 长依丈鱼, 色黑, 长饮于草丛中, 见人不跑迎头而来, 非常吓人, 当地百姓, 勿其名曰一丈青, 青者, 乃黑色也, 护三娘漂亮, 美貌, 鹦鹉在梁山英雄里边振前交战, 当场活捉敌将, 数字最大的, 就是护三娘, 说来, 之前五职, 还想过护三娘, 这才多久, 护三娘就出现在她面前, 而且还是以小妾的身份, 也就是说, 只要五职同意, 护三娘就是她的人了, 护三娘为了想要报仇, 或者是远离梁山这才过来, 护三娘非常漂亮, 若是伦姿色和潘金莲, 李诗诗她们各有不同, 此人气质和她们不一样, 潘金莲有一种柔弱的气质, 庞春没有一种艳丽的气质, 李诗诗则是有一股才女的气质, 而护三娘有一股女将风范, 根据水浒中, 护三娘在跟随梁山的时候, 屡见战功, 一般人根本打不过她, 若是给此女一个平台, 她是可以建功立业的, 武侄身边倒是真没有这样的女人, 此人可堪大用, 武侄正需要一些人才, 可以留作打仗用, 也可以留在身边, 如今武侄可是郑国公, 经过长时间在北宋这边, 早就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身份, 和北宋这边的风俗, 他这样的人多弄几个, 那就跟现代人招说保姆干活一样, 非常正常的事情, 只是武侄会同意高求的要求吗? 他是准备让高求战败之后, 任由梁山发展一段时间他才出手, 若是提前赵安, 梁山的人还没有到齐, 战斗力肯定不如全胜时期, 还怎么对付方拉他们? 武侄内心并没有拒绝, 但他不能直接答应, 武侄笑道,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你回去吧, 没人管着你, 即便你逃走, 本官也不拦你, 听到这话, 让原本觉得有希望的护三娘, 内心沉入谷底, 瞬间他所有的想法, 念头, 在此刻清空, 因为他所有的复仇想法, 都是建立在攀上武侄这棵大树的情况下, 如今武侄不同意, 甚至不要他, 那他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即便他逃走, 又能上哪去? 他还要找哥哥, 还要报仇, 这些他怎么能做到? 而且, 梁山的那帮人到处都有关系, 说不定就能将他找到再抓回去, 到时候, 他再想要出来就万难了, 护三娘有些着急了, 大人, 小女子无处可去, 希望能留在郑国公身边, 这次我被高大人送往郑国公府, 也是我自愿而来, 若是能留在郑国公身边, 以后别无二心, 只希望有个安身之所, 若是能跟随郑国公左右, 小女子定然笑拳马之劳, 这话说的可谓有些郑重了, 不过会不会留下他, 那还得看武侄的意思, 护三娘只能听天由命, 武侄笑道, 你是想跟着我替你家族报仇吧? 被武侄点破了心思, 护三娘点点头, 我有这样的想法, 但不敢奢望, 武侄, 如果我说的没错, 你护家装全家已经被李奎杀了, 只剩下你哥护城逃脱, 他说其余人已经不在, 你想通过, 我给你复仇? 护三娘对视一眼武侄的眼睛, 发现郑国公双眼犀利, 似乎看透了他的内心, 护三娘一时间倒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武侄笑道, 你想利用我, 怕是有些难, 我郑国公府不养仙人, 护三娘闻言浑身一震, 他有些绝望, 只是武侄画风一转, 看向护三娘, 当然, 你想要留下, 也不是不可以, 若是你听话, 在郑国公府任劳任怨, 本官有朝一日, 也并非不可帮你, 不但要听话, 还要能干, 帮我做一些事情, 毕竟你和其他人有所区别, 府邸目前也不缺丫鬟和小妾, 你懂吗? 护三娘犹豫了一番, 这才小声道, 小女子愿听从郑国公的安排, 若说本事, 我能上战场杀敌, 这算不算能干? 五指点点头, 在这方面, 你的确能干, 我有所耳闻,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老爷, 夫人煮的鸡汤好了, 端进来吧, 五指招呼一声, 随后小蝶从门外进来, 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鸡汤, 五指笑道, 我家夫人天天给我熬鸡汤, 见笑了, 五指喝了一点, 随后看向护三娘, 这个水浒中的鹦鹉女将, 若是五指对她有什么想法, 而付出什么具体的行动, 五指可能并不会, 但若是高大人给直接送过来, 就又不一样了, 何况现在是护三娘求着留下, 五指笑道, 既然你听话, 那好, 喝了这碗鸡汤, 护三娘点点头, 则是过来拿着鸡汤喝了起来, 也不怕里面有什么东西之类, 五指一见, 护三娘还当真听话, 便是拿过了鸡汤, 护三娘便是扭过头去, 五指便是毫不犹豫, 毫横地抓住了护三娘的小腰, 护三娘脸色红润, 经过一段时间, 五指又拿起鸡汤喝了起来, 还是热乎的, 只是一不小心汤洒落出来, 呼了护三娘一脸, 护三娘一脸蒙圈, 郑国公, 抱歉, 没端好, 护三娘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很难为情, 他做梦都没想到, 郑国公居然这么喜欢喝鸡汤, 时间缓缓而过, 护三娘起来之后, 五指叫来了小蝶, 小蝶叫庞春梅过来, 这段时间让庞春梅带着护三娘, 教教他府里的一些规矩, 是, 小蝶便是带着护三娘出去了, 护三娘被带入庞春梅的房间中, 庞春梅看到护三娘, 内心是有些不爽的, 但同为老爷的人, 庞春梅还是解说了很多, 甚至还有和老爷办事的一些吩咐和交代, 说老爷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都说得一清二楚, 护三娘内心是有些蒙圈的, 也只能跟随庞春梅学习怎么伺候老爷, 而此刻的五指, 则是心满意足地站在院落中, 叫来了赵三, 赵三, 老爷有什么吩咐, 赵三觉得老爷真是有福气啊, 刚才那护三娘他可是亲眼所见, 不是一般人啊, 你给高求的人传信, 告诉他我答应了, 让他安心在梁山附近驻扎等待消息, 是, 赵三立刻去找之前传信的人, 传信的人留下了地址, 所以好找, 而当消息传回到高求那里的时候, 高求高兴坏了, 高求, 郑国公同意了, 他好了, 高求大喜, 然后他就在等消息, 而且他还将消息告诉了梁山的人, 梁山的人也在等待消息, 只是随着时间缓缓而过, 他们左等右等, 还是没个性, 不由有些着急, 而伍植呢, 他压根就没提这件事情, 也不是说没提, 而是现在不是时机, 他虽然答应了, 也没说一定要立刻运筹这件事情, 换句话说, 伍植江高求忽悠了一顿, 此刻高求气得蹊跷神烟, 在营地中左右窜步, 眼看时间越长他便越是焦急, 不知道该如何办的时候, 甚至还辱骂郑国公不讲信用, 这个郑国公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还没有消息, 再这样下去, 该怎么办啊, 高求急得冒汗, 就在这时, 有人进来递过来一封信, 高大人, 这是郑国公托人送来的信, 郑国公, 快, 哪来看看, 高求迫不及待地接过信封, 他现在骑虎难下, 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 他赶紧拆开信封, 便看到伍植写的字, 高求盯着上面的字迹, 看完之后大致意思是, 伍植已经和官家交流了这个问题, 但他并没有说赵安的事, 而是告诉官家, 剿灭山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让官家耐心等待即可, 反正有高太尉镇守, 他们翻不起什么浪花之类, 听伍植这么一说, 宋徽宗也没着急结果, 伍植又将宋徽宗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金国和辽国身上, 现在, 金国已经又攻破了辽国三座城池, 因为辽国的武器出现了问题, 被金国抓住机会, 一举连弓, 拿下了三座城池, 辽国皇帝耶律宏基也是怒火攻心, 知道武器有问题, 却拿大宋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购买大量武器, 而伍植还是将那些劣质的卖给辽国, 你就说要不要吧, 你不要, 我还不卖呢, 再者, 你要了还能抵抗一段时间, 你不要, 只会被金国打得更狠, 武职这一招, 气得辽国皇帝在皇宫吐血, 却还只能拿出钱财继续购买, 非常憋屈, 这样他们还能抵抗金国, 若是没有了大宋的兵器, 他们形势更严峻, 这就是技术上的领先, 所造成的优势, 现在武职是坐山观虎斗, 辽国明知郑国公的想法, 却也无可奈何, 另一边, 高太尉这段时间就在营帐中待着, 不求有功, 只要没过即可, 这是武职的意思, 只要官家不着急, 他也能缓一段时间, 但一直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高求, 郑国公说来说去, 就是不说赵安的事情, 难道让我自己提吗, 怕是我和官家提, 官家会说我无能吧, 哎, 我也只能等着了, 高求也是无奈, 旁边副官道, 大人, 现在梁山的人也等着呢, 让他们等吧, 他们既然想要赵安, 那也不是我说了算, 我们不会攻打他们, 他们也不敢打本官, 就耗着吧, 什么时候郑国公来信了再说, 高求叹息一声, 旁边副官严重怀疑高求的办事能力, 搞了半天就这样耗着, 那他们来这里是做什么, 打又不行, 赵安还得看郑国公的脸色, 这高求真是够废的, 副官摇摇头, 反正他就是个跟班的, 顶头的是高求, 他无所谓, 而宋江那边一直等不到消息, 朝廷军队也没有进攻的意思, 宋江也很着急, 朝廷好像不是很重视他们, 既然如此, 梁山的人也坐不住了, 这样等下去, 什么时候试个头, 那高求, 我们也别管他了, 梁山也要发展, 这么多人人吃马娇, 不能就一直待在这里吧, 不错, 我们得活动啊, 现在梁氏酒肉, 坐吃山空, 不能就等着朝廷来消息, 附近还有增头士, 此地, 我们也要拿下, 我们的势力越强, 朝廷才能重视我们, 梁山的众多兄弟们, 开始议论起来, 即便没有朝廷, 他们本来就动了对增头士出手的意思, 毕竟打下一个地方, 他们资源就能更加丰富, 人也能增多, 至于增头士, 他们也了解, 增头士的首领是增梦, 年纪不小了, 他原先其实是女真部落的人, 也就是金国人, 年轻的时候做买卖, 非常有钱, 后来跑到这里来霸占了一块地方, 召集一批人将此地改为增头士, 由于势力大, 很多官员都不敢得罪, 这增梦年纪不小了, 他有好几个儿子, 还请了两个江湖之人, 一个是史文公, 还有一个是苏定, 请他们当此地的教头, 宋江双眼闪过光芒, 增头士方圆至少百里区域, 他们的人口很多, 兵马也有五六千, 地盘更有五座大寨, 想要打这个地方, 恐怕有些艰难, 宋江经过一段分析, 难以下定主意, 但朝盖却是执意要攻打增头士, 朝盖想要通过攻打增头士, 重新建立自己的威望, 否则他就要被宋江架空了, 这说来, 朝盖和宋江是运城县同乡, 俩人是朋友, 互为救命恩人, 上梁山前, 朝盖是运城县东西村保证, 宋江是运城县衙衙司, 负责县衙衙文案工作, 先是朝盖待人在黄泥缸, 结了梁中书, 送给太师蔡经的生辰缸, 后被官府侦破, 宋江冒死报信, 救了朝盖, 后来朝盖上梁山, 火并亡伦, 众人推带朝盖当了一把手, 而宋江因在江州九后提反尸, 被判死刑, 朝盖带梁山好汉千里奔袭劫法场, 就宋江上了梁山, 宋江做了第二把交椅, 上梁山后, 宋江屡次带队下山征战, 明星逐渐建立, 而在宋江攻打朱家庄之后,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返回途中, 好汉断井柱, 从卢威里跑出来拜见, 他跟宋江说, 自己道德一匹赵叶玉狮子宝马, 准备献给宋江, 路过灵州增头市时, 被增头市增加吴虎抢去了, 宋江带段井柱上山, 然后派戴宗去增头市打听情况, 增头市他们不仅抢了马, 还放出风还要捉拿梁山头领, 朝盖大怒, 其实他的怒, 与其说是对增头市, 不如说是对段井柱更多一些, 段井柱声称要把马献给宋江, 显然在江湖好汉眼里, 已经只有梁山老二宋江, 没有他老大朝盖, 朝盖决定亲自去征讨增头市, 挽回威望, 以往梁山但凡有下山的军事行动, 宋江都会主动请鹰并阻止朝盖下山, 一旦朝盖说要去, 宋江就会说, 哥哥是山寨之主, 不可轻动, 有什么事, 兄弟替你去, 宋江通过这种方式架空了朝盖, 当宋江这次又拿出这个理由阻止他时, 朝盖说, 贤弟, 不是我要抢你的功劳, 你几番下山, 厮杀劳顿, 这次哥哥, 我替你走一遭, 下次有事你再去, 宋江的必杀技失灵, 很郁闷, 说干就干, 此刻, 朝盖便是骑请了二十位头领, 带领五千军马下山, 他们大军前行, 绕开了高球的队伍, 呜呜, 他们前往增头市, 忽然途中遭遇一股大风, 将朝盖的气吹蛇了, 一看到这种情况, 无用眉头一皱, 哥哥, 这太不吉利了, 要不哥哥别去了吧, 听到这话, 朝盖摇摇头, 他好不容易有机会重新建立自己的威望, 怎么会因为风吹断了旗帜而返回, 增头市, 一定要打, 朝盖加重了语气, 就这样, 当他们的人到达增头市的时候, 便开始袭击了, 两个势力的人陷入一片喊杀声中, 梁山的人来了, 快禀报大人, 其余人随我杀上去, 好一个梁山, 居然赶过来偷袭我们, 兄弟们, 杀了他们, 前方到处都是厮杀声, 而朝盖等人更是凶猛冲杀, 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威望, 就看这次了, 刷,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冷剑飞尸而来, 扑斥一声, 钻入到了朝盖的眼中, 身材魁梧的朝盖, 顿时满脸鲜血, 凄惨大叫, 哥哥, 吴用脸色大变, 不好, 这是毒箭, 吴用发现, 箭矢上写着史文公的名字, 快, 撤回, 全军撤离, 吴用赶紧下令, 众人扶着朝盖, 赶紧撤了回去, 当宋江交集等待消息的时候, 等来的却是朝盖重剑的消息, 他脸色大变, 内心却是一股狂喜, 朝盖一死, 他就是梁山第一把交椅无遗了, 没几天朝盖就不行了, 只是, 宋江万万没想到, 朝盖临死之前, 居然留下了遗言, 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 便叫他当梁山坡之主, 宋江知道, 朝盖这是摆明了, 不让他做上第一把交椅, 因为他宋江如何擒拿的注视文公, 他根本不会功夫, 但宋江是何人, 他很快想出了对策之法, 既然他无法抓拿, 就找一个能擒拿史文公的人, 但擒拿了史文公, 就必定会坐上梁山之主的位置, 稍微有点威望的, 完成了这个任务, 还真有可能坐上梁山之主, 宋江暗暗想到, 如果我找一个梁山没威望的人, 擒拿了史文公, 他虽符合朝盖遗言, 却不能服中, 这样朝盖的遗言就只能作废, 到时候, 还是由我宋江坐着梁山之主, 只是这个人找谁呢, 听说大明府的卢俊逸, 此人身手不凡, 家中富贵, 倒是不错的人选, 宋江暮光闪烁, 立刻想出了对策之法, 他将逐意打到了卢俊逸身上, 这个卢俊逸绰号玉麒麟, 一身毫武艺, 棍棒天下无双, 一定能抓住史文公, 卢俊逸原为一员外大户, 家底非常富裕, 出生在大明府繁荣之地, 富贵之身, 生活是极为有滋味的, 而他家有一家仆, 就是浪子燕青, 这个燕青可不是一般人, 在后来梁山赵安的事情中忙碌, 并且认识了李诗诗, 燕青走李诗诗的路子, 去接近宋徽宗, 最终成功赵安, 民间好事之人, 往往演绎这个故事, 有的称, 李诗诗最终和燕青一同归隐了, 有的称李诗诗最终入宫了, 但赶上金兵入侵, 为了不受欺辱, 偷偷折断金簪, 吞咽下去, 寒恨死, 而燕青被金兵乱箭射死, 前面的结局未免想象的太好, 后面的结局则想象的太差, 而无论是什么结局, 武职的出现注定了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 因为现在李诗诗已经在武职府邸中做了小妾, 李诗诗已经喜欢上了和武职的那种味道, 即便此刻燕青出现, 怕也是没有机会, 再者, 没有武职出现李诗诗和宋徽宗之间的关系, 金兵的入境, 大宋的结局注定了他们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武职出现, 他们反而能活着,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此刻, 既然宋将想出了办法, 便和吴用商议怎么招卢俊义, 吴用也想到了一些办法, 接下来, 很快时间, 军师吴用便是假扮算命先生, 跑老远前往了卢府为其算命, 他自然有办法进入府中为卢俊义算命, 此刻, 高大魁梧, 一表堂堂的卢俊义就在他对面, 吴用看了一眼, 卢俊义说出生辰八字之后, 吴用脸色一变, 卢元外, 卢俊义问道, 先生可是算出了什么不好的, 尽管直言, 卢俊义也是在路上听说, 此人上知天闻下知地理, 路过的人都说他算得准, 给出了不少解决方案, 恰好被卢俊义看到, 本来他看到之后, 也没打算逗留, 但吴用看了他一眼, 便故作疑惑, 倒是勾起了卢俊义的好奇, 便请到了家中, 他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吴用安排的人在演戏, 专门忽悠他卢俊义的, 卢俊义此刻勾起了好奇, 想要知道吴用算到了什么, 吴用摇摇头, 叹息一声, 如元外, 根据我所推算, 元外你不出百日之内, 必有血光之灾啊, 什么, 如元外脸色有些难看, 吴用说完, 就要走, 这下卢俊义不干了, 说他有血光之灾, 然后就走,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卢俊义拉着吴用, 让他说个明白, 才能放他走, 吴用此人也是阴险狡诈, 他道, 不是我不说, 怕是我说出来, 如元外也不一定听啊, 若是你不听, 自然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还不如不说, 吴俊义着急了, 先生尽管说来, 若是我能做到的, 自然会做, 之前我听先生算命之言, 很多百姓都被言中, 并且也给出了解决方法, 如此神算, 我吴俊义自然会听从先生的吩咐, 吴用, 既然如此, 办法也不是没有, 吴俊义赶紧道, 还请先生直言, 吴用接着道, 若是, 你前往东南千里之外避灾, 并在家中墙上提下卢花丛里一片粥, 俊杰黄昏独自游, 义是首提三尺剑, 反时须斩逆尘头的诗句, 或可解哉, 这是一首藏头反诗, 每个字的开头连接起来, 就是卢俊义反, 这吴用也是一个人才, 凭借自己的口才, 硬生生将这卢俊义说的鬼迷心窍, 卢俊义还真中计了, 吴用也没要钱, 卢俊义打死也没想到, 和他隔着老远的梁山中人, 会千里迢迢算计在他头上, 接下来, 他前往泰安州避祸, 途经梁山时中埋伏, 与梁山英雄大战, 卢俊义不敌, 乘船逃走时, 被浪里白条张顺活捉, 卢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 宋江也未强迫, 将其放回, 带其回到家中, 琪琪假释已与管家礼顾做了夫妻, 诬陷其勾结叛匪, 之后杏德燕青、石秀以及其他梁山众好汉等先后搭救, 方免遭毒手, 由于被梁山所救, 卢俊义走投无路, 只好上了梁山, 做上了第二把交椅, 在《水浒传》中, 他的主要功绩有活捉史文公, 在没上梁山之前, 个人生活也是如资如味, 不料被宋江设计, 安排人到其府上假意写反施, 后大肆宣扬, 让卢俊义身败名裂,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卢俊义已经上了梁山, 众人齐聚一堂后, 经过一番说道, 他们准备攻打曾投士了, 而在攻打曾投士的时候, 宋江努力给卢俊义创造生擒史文公的条件, 他身边好几个大将都有机会冲上去抓了那史文公, 但都被宋江强行以各种理由拦截下来, 只让卢俊义过去, 最后双方交战中, 曾投士哪里抵抗得住宋江带人夜间偷袭的势头猛, 最后,史文公还真被卢俊义拿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宋江的计划成功了, 卢俊义申请了史文公, 朝盖的遗言可以作废, 再将曾投士的财富, 马匹, 各种资源拿回梁山之后, 梁山好汉聚集一堂, 然后宋江在公开场合, 推荐卢俊义成为梁山新的主人, 然而, 卢俊义不断地推辞, 四周众人反应也很淡薄, 毕竟你卢俊义什么玩意, 刚上梁山就因为朝盖的遗言, 就想要做梁山之主, 其他人也不答应啊, 最后卢俊义推辞, 众人不支持下, 有人提议, 朝盖遗言暂且不提, 卢俊义是不可能当梁山之主的, 既然朝盖的遗言作废, 他们拥护宋江上位, 这件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便还有朝盖的几个心腹不满, 却也无话可说, 总不能让卢俊义当马, 最后, 宋江如愿以偿地从暗地里的一把手, 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梁山之主, 至此, 朝盖死后, 宋江就成为了梁山新的头领,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宋江成了梁山之主, 自然也要改掉上一任老大在时的东西, 宋江刚上位, 就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虽只是改了个名字, 却大有深意, 梁山上的好汉各色各样, 上山的理由也不一样, 有的本就是陆林草莽, 有的是官兵落草, 有的是犯罪上了山, 宋江为了治理梁山, 就制定了很多规矩, 要约束好汉们的行为, 聚义厅是朝盖命名的, 从字面上就可看出, 朝盖对梁山的主张, 是兄弟们聚集在一起, 重情重义,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宋江的忠义堂, 是讲究兄弟义气时, 还要讲究忠心, 效忠, 向宋江效忠, 宋江说道, 如今山寨人马数多, 非比往日, 可请众兄弟分作六寨驻诈,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此言一出, 现场好汉议论纷纷, 却没有人反驳宋江的意思, 宋江改为忠义堂, 行为上是改变了梁山未来走向, 实行自己的主张, 朝盖还是头领时, 他对梁山的主张, 就是占据一方, 逍遥快活, 宋江还不是梁山头领时, 就已有了赵安之心, 所以, 朝盖不想将梁山之主的位置, 直接传给宋江, 据一听是松散的, 自由的, 好汉们不受束缚, 改为忠义堂后, 宋江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 就约束了好汉, 梁山凝聚力大大增强, 以往的好汉们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之后的好汉想干什么时, 就得先得到领导的批准, 宋江这样做, 却没有人反对, 因为宋江是他们自己推上位的, 他要干啥, 只能支持, 宋江做上第一把娇以后, 梁山上的各大小头领, 都替换成了自己的心腹, 比如, 兵权大部分在宋江手里, 一小部分在花蓉手里, 连梁山第二的卢俊逸都没有兵权, 宋江上位后烧得一系列火, 使得梁山面貌焕然一新, 而宋江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到高求过来赵安的意思, 所以宋江决定主动出击, 宋江, 兄弟们, 现在高求迟迟不赵安, 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 我们得展现一下实力, 让朝廷重视我们, 才能派主事的人过来弹劾, 哥哥有什么想法? 无用问道, 宋江笑道, 先攻破高求, 将事情闹大朝廷就会派人下来, 哥哥考虑得有道理, 那高求一群人没什么战斗力, 抓他也不是什么难事, 诸位兄弟可有意义, 宋江看向四周的好汉, 所有人都已经被宋江洗脑, 而实际上他们走上赵安之路, 在此刻情况下的确是比较正确的, 因为你不赵安就只能是贼寇, 迟早有被朝廷消灭的一天, 若是赵安, 还有一条活路, 他们毕竟是山贼,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抵抗得了大宋朝廷, 宋江对于朝廷并没有多少恨意, 他要的就是赵安, 所以众人一商量就决定了, 宋江率领大军立刻开始上岸, 而此刻的高求还在营帐中喝酒等消息, 结果宋江的人马冲了过来, 三两下便将他们击溃, 最后李逵便是抓住了高求, 将他衣服抓住, 狠狠摔在地上, 狗东西, 李逵骂了一句, 高求脸色大变, 宋江, 你们这是合一, 不是说好了等消息的吗? 这都几个月了, 还让我们等消息, 宋江摇摇头, 我自有计划, 高大人就委屈一下吧, 来人, 将高大人带上梁山, 是, 你, 你们好大的胆子, 高求此刻狼狈不堪, 被李逵踹了好几脚, 整个人如同囚犯, 一些将领被抓住, 全部带到了梁山, 那副官此刻吓得尿裤子了, 不是赵安吗? 怎么梁山的人打过来了? 完了, 高求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不但没有剿灭梁山一伙人, 还被抓起来了, 高求脸色苍白, 内心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这一下他是彻底完了, 一旦被抓起来, 肯定名誉扫地, 他是来剿灭山贼的朝廷命官, 这要是传出去, 他多丢人, 宋江他们可不管, 之前给过高求机会了, 现在高求迟迟没有动静, 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以前高求是高太尉, 他们还高看几分, 未必敢这么对待他, 但高求现在没什么权利, 宋江明显看出来, 指望高求是没用的, 李逵将高求教训了一顿, 尽管有宋江呵斥, 李逵可管不了那么多, 给高求揍的鼻青脸肿, 高求有时候会出言威胁, 但威胁李逵没用, 李逵只会更用力揍他, 最后, 高求只能连连求饶, 很快, 梁山的事情便传到了朝堂中, 这也是正视梁山的目的, 只有上面重视梁山, 他们才能更快照安, 等高求照安谁知道什么时候, 朝堂中, 有人禀报, 陛下, 高大人被梁山一伙贼寇抓走了, 此话一出, 整个满朝文武哗然, 高大人不是去消灭贼寇吗, 怎么还被贼寇抓了, 这, 这高求太无能了, 许多朝臣愤愤不已, 他们朝廷的面子都被高求丢光了, 听到消息的武哲也是浑身一震, 暗道, 这宋江一伙人胆子也太大了, 根据水浒中他们可没这么做, 也不敢这么做, 莫非现在高求不是太尾, 因为我参合里面的原因, 导致梁山出现了变化, 武哲想来, 应该是如此, 宋江已经等不及了, 他要让朝廷看到他们的实力, 武哲, 这么说来, 梁山一伙人已经被宋江统一了, 这正好是我出手的时候了, 其实距离高求出去到现在, 也过去一段时间了, 武哲琢磨着现在差不过可以出手, 增部站出来道, 陛下, 那高求没有能力消灭贼寇, 反而被梁山的人抓去, 这是朝廷的耻辱, 那梁山贼寇还以为我们大宋无人, 这次一定要派重兵将其镇压, 否则, 越来越多的人效仿, 到时我们大宋到处都是贼寇, 这可要不得啊, 曾大人说的有道理, 陛下, 如今之际, 要派军队过去消灭梁山贼寇, 不能让他们坐大, 这帮梁山的贼寇太嚣张了, 居然敢抓大宋的朝廷命官, 简直放肆, 朝臣们议论纷纷, 宋徽宗也是有些恼火, 高求也太废了, 本来宋徽宗还抱着一丝希望, 指望高求能消灭贼寇, 如今一看, 简直无能了, 等高求回来, 他一定要训斥一顿, 当然, 高求能不能回来, 还是两说, 此刻宋徽宗扫视众人, 诸位爱卿, 谁愿前往消灭梁山贼寇, 众人面面相去, 很多人只是说, 这些文官对于打仗倒是没什么经验, 只能看那些武将, 这时, 自然也是有人站出来愿意前往, 但当武侄站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没希望了, 武侄道, 陛下, 让微臣前去镇压梁山贼寇, 哦, 郑国公要去, 宋徽宗道, 你是郑国公, 梁山贼寇不用惊动你, 让其他人去吧, 武侄笑道, 陛下, 切莫小看梁山贼寇, 高大人几千兵马都不是他们对手, 可见这伙人实力, 而且, 微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宋徽宗, 你且说来, 武侄笑道, 这伙梁山贼寇, 根据情报, 他们很会打仗, 眼下大宋也并非太平, 在大宋境内, 还有其他的贼寇盘踞各地, 甚至将来, 还有金国和辽国的战争, 我们大宋也要参合进去, 这些梁山的人, 微臣倒是觉得若先将其镇压, 并且将他们那位大宋所用, 倒也不是一种良策, 哦, 宋徽宗闻言, 犹豫了一会儿, 若是其他人这么说, 宋徽宗不一定会同意, 但武侄就不一样了, 宋徽宗, 既然武爱卿如此想, 依你所言, 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多谢陛下, 武侄内心一喜, 终于要开始收梁山的人了, 只要收了那伙人, 武侄的禁军战斗力, 还能继续提升, 到时候, 无论是攻打大宋境内的贼寇, 比如芳辣那些人, 还是金国与辽国的敌国战争都能用得上, 虽然武侄对于这些梁山贼寇, 感觉不是那么好, 若是将其消灭, 也不是难事, 但也不得不承认, 这伙梁山贼寇的战斗力是极强的, 此刻, 蔡经看向武侄, 不知道武侄想做什么, 又要建立战功, 蔡经现在对武侄的策略就是, 等着武侄从高处跌落下来, 他知道自己出面阻拦武侄的行动, 宋徽宗根本就不会采纳, 所以他闭嘴了, 即便他出来阻拦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武侄是去征讨梁山贼寇, 他不去也会有其他人去, 而且一伙贼寇而已, 相比金国和辽国, 贼寇不足道也, 他倒是不明白武侄为何要照安梁山的人, 这群人能有什么用, 蔡经想不通也懒得想, 就这样武侄去准备了, 回到家里, 潘金莲也听说了这些事情, 潘金莲, 大郎, 你真要去征讨梁山贼寇吗? 武侄笑道, 夫人, 这是我主动要去的, 夫人在担心我吗? 潘金莲小手敲了一下武侄的肩膀, 我肯定担心你啊, 又要去那么远, 和那些贼寇打交道, 大郎要小心点, 也要早点回来, 免得奴家在这里天天想着你, 武侄, 放心吧, 那梁山贼寇奈何我不得, 去一趟就回来了, 没什么危险, 再说了, 武侄如今的武力, 谁能伤害他呢? 潘金莲撅着小嘴, 老爷此次去梁山, 收服那些梁山贼寇, 自然不是问题, 奴家就是担心, 老爷又在梁山, 找个什么妖精回来呢? 潘金莲说话间, 还俏皮地翻了一个白眼, 武侄一愣, 知道潘金莲说的是护三娘, 此刻护三娘就在旁边站着, 听到这话, 脸色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 潘金莲口中的妖精, 说的就是她吧, 但她也不好反驳, 毕竟这是郑国公的原配夫人, 她肯定是不能乱来的, 也不敢, 好在潘金莲也只是小小的抱怨, 并没有针对她做什么, 武侄笑道, 夫人可不能这么说, 护三娘对我有大用, 这次我准备带她去参战, 也是有危险的, 潘金莲一愣, 她也要跟老爷去吗? 潘金莲更是有些吃醋了, 我也要跟着老爷去, 武侄, 你一个弱女子去那里做什么? 你就待在家里, 武侄小声在潘金莲耳边道, 我还舍不得你去冒险呢, 听话, 好吧, 潘金莲笑了笑, 这时武侄又拿出一些漂亮的首饰之类, 潘金莲高兴坏了, 谢谢老爷, 这是经国的完颜宗俊给我带的, 这些首饰都是黄金打造, 还有这宝钗乃是上好的玉, 价值少说, 也有几千两了, 听到武侄这么说, 潘金莲脸色很是激动, 对于武侄找小妾的事情, 瞬间就没事了, 老爷对她好就够了, 这些首饰真漂亮呢, 潘金莲在手中打量, 护三娘在旁边有些震惊, 一出手就是几千两, 还仅仅是一件首饰宝钗, 不算其他黄金打造的耳环, 手镯之类, 护三娘心中不由暗道不愧是郑国公, 即便她是护家庄的庄主女儿, 对她来说几千两也不是小数目, 小爹, 小五他们看到后也只能羡慕啊, 其实武侄对于家里人还是挺好的, 比如李诗诗, 庞春梅, 潘金莲他们, 武侄身为郑国公, 权倾朝野, 又住在汴京, 其他朝臣或者是汴京的商人想要拉拢他, 都会送上一些礼品, 李诗诗房间中的笔墨纸燕, 那都是比较名贵的, 李诗诗喜欢作画, 吟诗, 这些武侄也不吝啬, 他用的都是好的, 而庞春梅身上也有一些他送的首饰, 潘金莲自然是更多了, 护三娘看在眼中, 知道这里绝对是一个英识的权贵家族, 这时武侄看向护三娘, 这次我带你去梁山, 你可有意见, 护三娘文言一阵, 老爷, 我愿意前往, 护三娘对梁山可没什么好感, 武侄点点头, 梁山杀了你家人, 但这次我们过去主要目的是赵安他们, 但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朝廷无能, 只能赵安, 所以我在赵安之前会对他们进行一次镇压, 建立朝廷的威严, 以后还会带领他们平定其他山贼, 甚至是敌国, 所以, 这次目的首先是镇压, 其次是赵安, 并不会杀了他们, 你明白吗, 武侄指的是李逵, 护三娘点点头, 一切听老爷吩咐, 护三娘哪有什么资格做出决定, 老爷说怎么样, 那便是怎么样, 即便他想要杀了李逵报仇, 没有武侄同意, 他也是不能的, 老爷, 什么时候出发, 护三娘问道, 武侄想了想, 明天早晨随我点降, 好了之后, 当天不要赶路, 你今天准备一下, 是, 护三娘说完就离开了, 准备一下自己的行列, 不知道梁山的人知道, 这次他护三娘是跟随郑国公一起来镇压他们的, 会是什么表情, 可惜啊, 只是赵安, 若是能杀了他们, 我护三娘定报此仇, 护三娘双眼闪过一抹倔强, 李逵杀了他全家, 他怎么能不恨, 第二天, 武侄去了殿前司, 武侄既然是去赵安梁山, 自然要拿出绝对的实力, 所以他带了八千人, 其中大半是骑兵, 一小半是步兵, 还有火冲队, 神威队, 不错, 武侄带了神威队, 八台神威大炮, 只要用大型的马车运送, 能跟上脚步, 所以问题不大, 武侄有绝对的优势, 并不想玩什么以少胜多, 以若伯强的技术战争, 他要的是绝对的碾压, 这次武侄带的人中, 有武松, 花子虚, 鲁智参, 还有林冲, 因为这也是一场战功, 弄好了也是有功劳的, 第二天大军出发, 武侄在前方一辆大马车中, 马车里面只有武侄和护三娘, 护三娘跪在马车内, 给武侄端茶倒水, 虽然他这次也负责带领兵马, 却也是武侄的小妾身份, 小妾是做什么的, 自然是伺候老爷的, 在马车内武侄喝着茶, 想着自己这对人马对付梁山的胜份, 结果他得出基本稳赢, 因为他的神威大炮可以放在船上, 轰到梁山中心, 将他们一锅炸, 而在梁山四周, 他会蒸掉一部分船只, 用来承载大炮和兵马, 当然, 最好是在岸上决战, 就没这么麻烦, 一路车马劳顿, 武侄有时候会靠着休息一下, 三娘, 过来, 是, 老爷, 护三娘这段时间, 经过了庞春梅的教导, 现在, 对于和老爷之间的事情, 也算是有些了解, 若是没有庞春梅教导,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庞春梅是这方面的小能手, 多次传授经验, 弄得护三娘最后也是习惯了一些, 老爷喜欢听萧曲, 老爷发话, 护三娘为了报仇, 为了能留在武侄身边, 便是拿出长啸吹了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 武侄的大军很快就到地界了, 而沿途四周, 百姓也是一轮纷纷, 朝廷又派大军过来了, 之前高大人被梁山抓去, 这朝廷来的人好像也不多, 说不定他们也要被梁山抓去了, 我听说, 这次来的好像是郑国公, 你说什么? 郑国公? 对啊, 我听说是郑国公亲自来了, 许多百姓听到这消息, 炸锅了, 郑国公他们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人啊, 在大宋朝廷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能收回燕云十六周的人, 能简单, 一百姓激动道, 既然是郑国公亲自来, 这事就好说了, 如果梁山被消灭, 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毕竟周围生活着一群贼寇, 也是心不安啊, 许多百姓听说郑国公来了后, 聚集在路上观望, 不过武侄来的是大军, 他们不敢靠近, 也不容他们靠近, 只是很多百姓都在路旁欢呼, 欢迎郑国公, 大人一定能铲出山贼, 许多百姓对郑国公的印象是极好的, 毕竟这是大宋的能人, 做了很多史事, 不管男女老少都在路边热情观望, 只是武侄在马车中, 他们也看不到, 这时武侄掀开窗帘, 朝着外面围观的百姓挥了挥手, 顿时四周的百姓沸腾了, 快,快看, 那就是郑国公, 郑国公居然如此年轻啊, 挺和气呢, 许多百姓内心非常激动, 而此刻武侄一边挥手, 一边享受着护三娘的伺候, 拍了拍护三娘的头, 武侄笑得很灿烂, 护三娘漠不作声, 郑国公这样有地位身份, 又年轻帅气的人, 他护三娘心甘情愿, 若是换作其他人, 他还未必能这么听话, 当放下窗帘的时候, 不一会儿, 武侄便是到了地方, 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水泼梁山了, 大军安营驻扎, 休息一晚, 明日准备作战, 是, 大军原地休息, 恢复赶路的疲惫, 同时让人在四周放哨, 而梁山的一伙人知道消息后, 却也没有慌乱, 因为他们将高求带来的人击溃了, 除了高求之外, 还有一些将领和士兵也关起来, 这就是他们的自信和底气, 高求此刻被关押起来, 衣衫蓝履, 关冒掉地上, 脸上充满了伤痕, 一脸的憔悴和恐惧, 高求生死掌握在梁山手中, 他也担心自己的小命, 若是朝廷和梁山的人谈不拢, 他多半也活不了, 他现在居然最希望的就是, 郑国公过来消灭这帮山贼, 或者是弹劾, 将自己的性命寄托在了郑国公身上, 因为除了郑国公, 他想不到, 还有什么人能镇压这批贼寇, 四周有梁山的人路过, 都会恶狠狠地盯着高求, 高求低下脑袋, 老老实实地, 第二天早晨, 梁山中一堂, 宋江, 卢俊逸, 戴宗, 还有李逵等一帮贼寇聚集在一起, 无用, 哥哥, 现在朝廷大军又来了, 我们得做好战斗准备, 宋江, 这次他们的人数, 比高求带来的人相差不了多少, 不必担心, 这也是宋江比较放心的地方, 若是朝廷大军人来得太多, 他们梁山虽然实力强横, 却也不敢保证能抵抗朝廷数量庞大的军队, 李逵笑道, 现在高求被我们抓了, 朝廷再派人, 下场也会是一样, 我们梁山四周水域环绕, 他们想要打我们很难, 即便我们正面冲突, 他们也未必是我们对手, 朝廷的军队都是一盘散沙, 根本不行, 李逵, 要不安铁牛现在就杀过去, 将他们击溃, 宋江这时候道, 主委兄弟, 先不要着急, 我们的目的在于赵安, 我们只需要朝廷知道我们梁山的实力, 他们必定赵安, 哥哥, 这次来的人, 我听说是郑国公, 就在这时, 有人进来上报, 这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什么? 郑国公? 可是那大名鼎鼎的武侄? 宋江听闻道武侄, 目光一宁, 此人可不好对付啊, 李逵, 管他是啥, 俺铁牛良满腹, 就能批了他, 宋江, 铁牛, 休要胡言, 郑国公乃是朝廷重臣, 此人若是杀了, 朝廷到时候只会消灭我们, 我们在想, 赵安也行不通了, 无用, 此人万万杀不得, 宋江肯定不能杀, 不但不能杀, 还不能得罪, 现在他们就在梁山附近, 我们要不要过去? 戴宗问道, 一群梁山中人在一起商议, 宋江犹豫了一会儿, 赵安之事得给他们一点厉害, 才有可能, 他们在岸我们可以不用理会, 但一直这样拖着也不拖, 现在我带一批人马上岸和他们会会, 哥哥说得不错, 什么狗屁郑国公, 遇到俺铁牛, 定叫他知道俺的厉害, 在李奎眼中, 管他武职是什么郑国公, 来多少人, 他冲上去干就完事了, 李奎伸手力气极为惊人, 一般人不可能是他对手, 外界传言郑国公如何如何, 李奎根本就没将其放在眼里, 他眼里只有哥哥宋公明, 接下来, 一群梁山中人立刻坐船汇聚在岸边, 一来, 首先是和郑国公谈判, 摸清楚郑国公的想法, 若是他们不想赵安, 那就先教训一顿再说, 此刻, 时间已经不早了, 武职在军营中也没有着急, 听说郑国公来, 附近周县的一些官员赶紧过来拜会郑国公, 但都被武职拒之门外, 之前高求来的时候, 可没人这么见他, 郑国公就不一样了, 很多官员都想和郑国公见个面, 奈何武职不了他们, 他们只能在远处等待, 也想看看, 梁山和朝廷的郑国公如何对付, 大人, 梁山人马已经聚集码头, 军营中有人来报, 武职, 他们有多少人, 手下, 根据探子来报, 至少三千人, 才三千人, 武职听到这个数字, 知道梁山也并没有真正要和他们打的意思, 不过, 梁山距离岸边很近, 若是他们要打, 全军出动也要不了多久, 武职站了起来, 第一次交锋, 武职准备给梁山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朝廷有能力灭了他, 又对他们进行赵安, 这样才能让他们感恩戴德, 绝对不是打不过, 而被迫赵安,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 第一种有利于武职将来统治他们, 若是他们心中不服, 肯定是个麻烦, 这时, 武职带着人出来了, 大军在四周排列, 武松, 花子虚, 林冲, 鲁志申等人都在, 现在他们担任的是小头目, 都是武职的心腹, 其中, 还包括护三娘, 护三娘身穿女子战甲, 英姿萨爽, 也是一个领头的人物, 护三娘可谓是上榻能安夫, 上马能打仗, 还是有几分威势, 武职目光略向前方, 旁边鲁志申道, 大人, 我们是直接打过去, 还是, 林冲等人也看过来, 武职, 前方那人, 可是那宋江, 武职双眼视力很好, 老远就看到, 远处岸边, 站着一个又黑又矮的中年男子, 身穿灰色长袍, 戴着帽子, 一脸风尘仆仆的模样, 脸上还有一道刺配衣, 看起来像是纹身一样, 妥妥的恶势力头目, 那应该就是宋江, 此人站的位置, 还有根据宋江的形象, 必定是此人, 鲁志申分析道, 护三娘, 此人是宋江, 嗯, 武职点点头, 本来他可以现在冲过去, 但是想了想, 武职高声道, 本官乃朝廷镇国公, 谁是宋江, 声音远远传递过去, 由于此地不是什么荒芜之地, 所以在远处路边, 还有一些百姓和官员为官, 两军对仗, 不知道结局如何, 岸边的宋江听到之后, 左右看了一眼, 想了想, 若是镇国公此次来是直接赵安的, 他们也没必要打, 宋江也摸不清情况, 远处那看起来颇为年轻的人, 在为首的马匹上, 就是传闻中的镇国公, 宋江带着人走了过去, 在下, 便是宋江, 宋江过来之后略微迟疑, 然后匍匐跪在地上, 宋江参见镇国公, 武职看到匍匐在地上的宋江, 点点头, 宋江, 前段时间你抓捕高求, 击溃朝廷军队, 犯下了滔天大罪, 你可知罪, 宋江声音传来, 大人, 宋江, 知罪, 但愿戴罪立功, 以后愿为朝廷孝全马之劳, 我梁山全体兄弟, 都愿意归顺朝廷, 不知镇国公大人可否传达此意给官家, 让我等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宋江真看到镇国公的时候, 内心还是有些惶恐, 毕竟是大宋的功臣, 能击溃辽军的武太尉更是太子太父, 在朝廷中举重若轻的镇国公, 他们在墙终究是贼寇, 而武侄是大宋朝廷的世袭爵位, 身份非常高贵, 看到镇国公, 宋江也自残行贿, 有些抬不起头来, 戴罪立功, 武侄听到这话, 笑了, 宋江撅着屁股, 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一眼武侄, 发现武侄扫事, 他赶紧低下头等待武侄的话, 武侄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向旁边那, 拿着两把巨大斧头, 满嘴胡渣, 有着一张粗狂五官的李逵, 这是何人, 见到本官, 为何不下跪? 武侄知道这就是李逵, 但宋江跪在地上, 李逵一副保护他的姿态, 拿着斧头对着武侄, 很是不恭敬, 李逵文言不为所动, 甚至想上来批了武侄, 武侄根本无惧, 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李逵, 宋江见状, 呵斥道, 李逵, 这是郑国公, 还不速速跪下, 随后对武侄道, 郑国公, 这是我兄弟李逵, 为人蛮横无礼, 还请郑国公恕罪, 李逵, 快跪下, 宋江扭过头看向李逵, 李逵只好放下斧头, 冷哼一声跪在地上, 若不是哥哥在此, 他才不愿意给郑国公下跪行礼, 见到李逵跪下, 旁边护三娘也是内心震惊, 按道郑国公不愧是郑国公, 连宋江和李逵这样的人也只能服从, 不过他们的服从, 建立在想要赵安的心思上, 只要能赵安, 一切都是值得的, 武侄这才点点头, 宋江, 你们梁山一群贼寇聚集山头, 为非作歹, 抓了高求, 还斩杀朝廷士兵, 此罪当诛, 想要赵安, 你们还不够资格, 武侄说到后面, 话冷了许多, 听到这话, 宋江浑身一颤, 他算是知道郑国公来此的目的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赵安的, 是来消灭他们的, 看来, 给朝廷的教训还不够严重, 既然如此, 宋江也没必要委屈求全了, 他直接道, 我们梁山想要赵安, 还望郑国公开恩, 倘若能赵安, 郑国公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让梁山归顺朝廷, 也是大功一剑, 这难道不好吗? 而且真要打起来, 我梁山好汉众多, 朝廷定然损兵折将, 武侄, 本官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宋江, 别说本官没给你机会, 速速回去整顿兵马与我一战, 我倒是要看看, 你梁山有何实力, 下去吧, 这, 宋江一听, 内心有些绝望, 那就只能打了, 宋江站起来, 脸色有些阴沉, 带着李奎等人, 回到了他们的阵营, 比较讲究武德的, 没有贸然偷袭, 之前高求就偷袭过, 可惜没成功, 但武侄不一样, 对付这群梁山贼寇武侄有的是信心, 他只是来敲打宋江等人, 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当宋江等人回去之后, 无用, 带宗他们非常气愤, 既然不赵安, 何必这么多废话? 哥哥, 干脆我们直接杀了他们, 也别跟他废话了, 他镇国公, 还真以为这么点人能对付我们了, 梁山的人议论纷纷, 宋江叹息一声, 只能和他们打了, 现在准备吧, 是, 既然宋江发话了, 一群梁山好汉立刻抱和了起来, 拿着刀枪剑棒, 密密麻麻的人立刻在宋江指挥下杀了过来, 与此同时, 梁山寨中的人也坐船过来支援, 他们攻过来了, 鲁智深拿着兵器有些迫不及待, 护三娘也是如此, 他盯着那李逵, 很想杀了他, 三娘, 我给你一次机会, 若是你能在此战中杀了李逵, 你便可以报仇, 若是杀不了, 这李逵就会成为朝廷的人去攻打敌国, 你就没机会了, 武侄忽然看向旁边的护三娘, 护三娘神色一震, 多谢, 没有其他的话, 护三娘非常激动, 李逵杀了他全家, 他想要报仇之心已经非常浓厚了, 火冲队, 随着武侄一声令下, 他这边的军队并没有动弹, 而是一排排火冲队出现, 对着梁山的人就是一群扫射, 冲在前面的都是一些炮灰, 很多都是梁山抓的驻家装俘虏, 刚刚上来就伤了不少, 还有武侄的骑兵此刻也冲了过去, 将梁山的人到处撞击, 武侄带来的骑兵马是好马, 身穿的甲骤也是精良装备, 手持的长枪, 长刀那也是上好的兵器, 借助马的优势将梁山之人立刻冲散, 和高球带来的队伍, 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 当然武侄目的只在教训, 所有并没有让他们全杀, 只是将其镇压, 刚刚接触, 宋江就感觉到不妙, 武侄身边的护三娘, 鲁智深, 凌冲, 武松等人骁勇善战, 拿着兵器冲过来, 一人可以抵挡数十人, 太凶猛了, 他们这边的人哪里是对手, 实际上像鲁智深, 凌冲, 武松等人那本来就是极为强大的, 若是没有武侄, 他们应该在梁山阵营, 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但现在这些人在武侄这边, 双方很快就看出了形势, 梁山这边的人没有攻打高丘大军时候的凶猛, 不是他们不够凶猛, 而是武侄这边的人马太强了, 梁山的人没有多少甲咒, 武侄带来的都是精兵, 不在一个档次, 加上火冲队的威力, 当然, 梁山后方的援军过来了, 他们的船只开往过来, 让宋江内心还是有点继续征战的念头, 只要援军一到, 他们的形势未必就差了, 只是, 忽然他看到武侄大军深处, 缓缓被人推过来了八台巨大的铜色大炮, 那铜色大炮在烈日照耀下闪闪发光, 炮口对准了湖泊中密密麻麻的船只, 宋江一看之下, 脸色大变, 这是, 神威大炮, 这是神威大炮, 哥哥不好, 这肯定是传闻中攻破辽国的神威大炮, 就是郑国公弄出来, 他们居然带来了这个, 吴用脸色苍白, 没想到武侄将这些东西搬过来了, 而且能运送到这里, 可见这大炮并非难以搬运, 武侄, 瞄准湖泊, 船只边缘, 只在震射打乱, 发射吧, 是, 神威队的人领命, 武侄只是震射, 如果全部杀了, 赵安就失去了意义,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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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炮飞射, 一颗颗炮弹飞到了远处湖泊船只旁边, 一声声巨大的炸声响彻, 水花四箭, 每一颗炮弹落下都会炸起十几米的巨大水花, 天空如同下雨, 一些船之边缘被炸出一个窟窿, 很多梁山中人掉落水中, 大炮飞射的时候, 船就已经无法再前行了, 他们被大炮轰击得狼狈不堪, 有些人耳朵嗡嗡作响, 短时间失去听力, 只感觉四周到处都是水花, 船翻人落, 神威队都是武侄精心培养, 对于炮弹的发射非常精准, 虽然做不到百分百的准确, 但打在船边却是没什么问题, 这下, 梁山的援军被武侄直接轰落了水面, 上不来了, 这边宋江的大军也全部被武侄镇压, 护三娘此刻冲杀到了李逵面前, 和她大站在一起, 这女子还真有些武艺, 手持一杆长枪和李逵杀得难舍难分, 武侄这边的人马多, 装备精粮, 宋江的人已经不是对手, 很多都慌乱了, 骑兵, 火冲队, 神威队, 梁山的人被打傻眼了, 宋江脸色苍白, 郑国公的军队太强了, 无用脸色颤抖, 有想跑的念头, 哥哥, 这次朝廷过来的军队非同一般, 又是郑国公带队, 实力和高球的悬殊巨大, 我们这次输了, 李逵见状也是有些绝望, 他死死地盯着那郑国公, 俺李逵杀了你, 李逵忽然朝着武侄冲了过来, 但有人拦截李逵, 他无法靠近, 李逵也是恨得牙痒痒, 后面还有骑着战马的护三娘追击, 护三娘加入郑国公攻打他们, 这一点宋江, 无用他们也没想到, 因为之前本来是送出护三娘用来赵安的, 结果赵安不成, 反而被打, 武侄除了护三娘之外, 还有猛将武松, 林冲, 鲁志申, 宋江看到这些才知道, 朝廷郑国公的名头, 不是虚的, 梁山好汉此刻也明白, 之前他们击败高球, 那是因为高球不行, 军队也不行, 但这不能说大宋朝廷军就都不行, 武侄就是一个很好让他们清醒过来的例子, 太强了, 根本没法打, 就在那李逵恨得牙痒痒, 无法靠近武侄的时候, 武侄道, 让他过来, 大人, 让他过来, 确定武侄的意思之后, 一些手下将领这才放李逵进来, 不明白武侄想要做什么, 护三娘也是不理解, 武侄是主帅, 而那李逵身手了得, 让李逵过来这是为何, 难道他就不怕李逵杀了他吗, 李逵此刻激动之下, 拿着梁板斧杀了过来, 他也很意外, 也很惊喜, 若是能擒祝郑国公, 他们梁山就赢了, 龙文枪拿过来, 这时, 武侄让旁边士兵抬过来一柄重达150斤的百炼铁枪, 通体深灰色,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纹路, 仿佛龙文一样, 非常成熟, 这是金刚千锤百炼融合在一起的长达3米5的长枪, 右手抓住甩出去有3米5长, 敌人无法靠近就被斩杀了, 在战场上, 一寸长一寸强, 何况武侄这种力气大的, 用这种长枪横扫一圈, 接触的敌人兵器会震飞掉, 或者人被震飞掉, 也会被长枪的尖锐部分斩杀, 本来武侄力气几千斤, 用巨大的棒子, 其实非常有杀伤力, 但武侄特意制造的重枪, 威力也不差, 对于武侄而言, 这已经非常恐怖, 士兵抬上来的时候都显得吃力, 需要两个人抬, 武侄却右手单抓, 让两名士兵倒吸一口凉气, 堪斧, 此刻李逵冲过来就是凉板斧, 武侄拿着长枪猛然一震, 扫了过去, 李逵的两把巨大斧头响当一声, 直接被砸得脱手飞了出去, 李逵双手震得发麻, 剧痛, 他的斧头抓得很紧, 一般人根本无法将其震荡开, 但刚才被武侄的长枪一扫之后, 他感觉手剧痛, 斧头就被震飞了, 他看向武侄的目光充满了震惊, 这怎么回事啊, 郑国公这么强吗? 李逵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最重要的是, 武侄单手拿着长枪, 长达三米五的长枪尖锐部分,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咽喉处, 他若是在动弹, 就会被刺死, 李逵伸手在梁山少有人能敌, 然而在此刻, 他居然不是武侄一招之敌, 四周梁山中人, 包括武侄这边的护三娘, 武松, 鲁之身等人看得心惊, 尤其是护三娘, 他刚才和李逵战斗迟迟不能拿下, 这李逵伸手太强了, 然而, 武侄一招就将其镇压了, 这一刻, 护三娘感觉武侄充满了神秘感, 将他抓起来, 武侄只说了一句话, 士兵上来将李逵捆绑, 武侄收回枪, 看四周梁山已经没有了战役, 那宋江想要和吴勇跑掉, 武侄策马奔腾, 沿途之中正开所有一切敌军, 就这么横冲直撞过去, 宋江毕竟逃跑在先, 还有一些距离, 七八十米的距离, 武侄随手将长枪扔了出去, 刚好扔在宋江等人逃跑的前面一米地面, 翁翁, 长枪钻入地面, 尾部左右摇晃翁翁作响, 拦截了他们的去路, 武侄, 梁山已败, 所有人立刻跪下投降, 宋江, 你若再上前一步, 我便取了你的狗头, 宋江见状, 万念俱灰, 他竟是一步也不敢动了, 浑身颤抖, 梁山中人也发现, 那武侄不但会带兵打仗, 个人实力也是勇武无比, 数十米距离, 居然将长枪准确无误地扔在宋江前头, 看到那长枪钻入地面半尺之深, 便知道此人力气之大, 宋江双眼瞳孔阵战, 知道梁山完了, 彻底完了, 随着武侄声音传来, 梁山中人全部跪在地上, 扔掉手中兵器投降, 宋江和吴用, 还有戴宗, 卢俊义, 花蓉, 孙二娘等人全部跪地, 四周已经被武侄的人统统围了起来, 至此, 梁山在武侄的攻打下, 一个时辰不到, 便彻底告破了, 所有梁山众人跪在地上, 武侄骑在战马上, 看着跪倒一片的梁山众人, 嘴角浮现了一抹笑意, 他策马到前面, 单手将长枪抓起, 随后来到匍匐在地上的宋江面前, 宋江, 这就是你说的梁山实力, 宋江匍匐在地, 只能看到马蹄浑身瑟瑟发抖, 宋江知罪, 大宋朝廷勇武, 郑国公骁勇善战, 我梁山远不是对手, 不是对手啊, 宋江匍匐地上, 内心恐惧, 也对朝廷派来的郑国公充满了敬畏, 他们梁山的战斗力, 其实已经不差了, 之前能击败高求就能看出来, 绝非一般人可以对付, 然而此刻却被武侄打得崩溃,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郑国公本人居然也骁勇善战, 武艺高强, 能在千军之中追敌, 也就是说, 此人不但能闻, 还能武, 宋江此刻肠子都毁清了, 若是早知道, 他就不对付高求了, 说不定还能等到赵安的消息, 打了高求之后, 朝廷震怒, 派来郑国公他们梁山顶不住啊, 宋江内心各种念头, 此刻只化为了一道念头, 想活命, 但他知道, 恐怕是活不成了, 朝廷赵安是针对不好对付的山贼, 或者之前就谈好了, 不用厮杀, 现在武侄已经将他们击败了, 还赵安干什么? 赵安是想要消灭贼寇, 既然已经平息了, 直接杀就完事了, 他宋江正是因为, 想到自己等人已经是带宰的砧板肉, 所以有些惶恐啊, 我们完了, 梁山被击溃, 我们也难活啊, 许多梁山众人等待着武侄的审判, 他们知道自己结果不会好, 郑国公经过这一战, 将梁山的人打怕了, 而远处看到这一幕的百姓, 也是唏嘘不已, 上次高大人过来剿灭山贼, 迟迟没有作为, 反而还被梁山抓起来了, 如今朝廷的郑国公下来, 一天不到就将其镇压, 厉害啊, 还得是郑国公啊, 那是, 能收回燕云十六周的人自然非同小可, 此战可见一般, 郑国公这名头也不是虚的, 梁山被剿灭了, 我们也能安心, 不然附近住着这些贼寇, 走路也不放心啊, 这些人都有命案在身, 一言不合就杀人,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消灭了好, 这是郑国公为我们百姓谋斧啊, 许多男女老少都在议论纷纷, 对于郑国公的战绩赞不绝口, 也很是佩服, 更不用说武侄这边的人了, 武松, 鲁之身, 还有花子虚, 林冲, 护三娘等人内心波涛汹涌, 谁能想到郑国公这么猛, 护三娘却是有点看不透武侄, 武侄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的强壮, 和那些梁山大汉比起来, 相当于是一个略显壮士的青年,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将梁山消灭了, 刚才拦截宋江的一幕,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在梁山人等死的时候, 此刻武侄居高临下, 将兵器收起来, 武侄命令下, 有士兵过来将梁山中人放在地上的兵器, 全部拿走, 还有他们少数人身上有些防身的甲咒也被席卷一空, 这甲咒少得可怜, 却也是战利品, 将他们捆绑, 带上梁山, 我要去梁山寨子看看, 是, 接下来众人全部被捆绑, 有一群士兵看守, 只有梁山的宋江, 无用, 卢俊义等人跟着武侄一起上船, 去了梁山深处寨上, 一行人来到梁山的中义堂, 梁山里面还有少部分人, 却在武侄的人上岸之后, 全部跪在地上投降, 交出了兵器, 这些人有些猛逼, 他们梁山战利惊人, 却被郑国公直接打败, 如今到了他们聚集的大本营之地, 此刻, 武侄找到了高丘, 还有他的一群士兵, 高丘衣衫褂褂的, 被关押在一处牢房中, 是梁山的一处山洞, 高丘被捆绑起来, 还有人看守, 武侄的人进来将这些人制服, 他缓缓走到了高丘的面前, 高丘在牢笼中听不到外面的事情, 也不知道武侄已经和梁山战了一场, 他还在为自己的小命担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听到外面声音传来, 一大堆人进来的声音, 高丘心中一沉, 还以为是梁山的人要将他杀了, 结果抬头一看, 一张年轻英俊, 身穿官服, 身姿挺拔威严的武侄, 正在牢房外面笑淫淫地盯着高丘, 作为武侄的同朝官员, 又是水浒中有名的高丘, 武侄看到高丘如此狼狈, 也是觉得这人是个人才, 高丘的事情武侄都是知道的, 打仗不行, 逃跑第一名, 高丘此刻浑身颤抖, 脸色惊喜, 郑国公, 是郑国公吗? 高丘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武侄来这里意味着什么, 他还不知道吗? 这就是来救他的呀, 他居然有一种此刻在做梦的幻觉, 他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 疼得要死, 这不是梦, 这真不是梦啊, 武侄自然是本官, 听到这话, 高丘一下双眼飙泪, 高丘参见郑国公, 高丘如今官职和武侄差远了, 一个体育司那只是弄醋鞠的, 官职宋徽宗给定的并不是很高, 也没有实际上的权利, 不说武侄是救命恩人, 即便不是, 他见到武侄也要行礼, 此刻他也是心甘情愿, 武侄笑道, 高大人就不必多礼了, 梁山已经被我击溃, 我是来放你出来的, 多谢郑国公, 高丘激动得不行, 我在牢房中就一直在等郑国公来, 没想到老天开眼, 郑国公真的来了, 还击败了梁山, 郑国公神勇啊, 高丘听到这话, 简直狂喜, 这时, 他又看到身后有几个人站着, 定睛一看, 黑暗中不是那宋江, 是何人, 看样子极为狼狈, 林冲笑道, 郑国公击溃了梁山, 这才来专门找你, 高大人也是幸运, 若非郑国公恐怕你是出不来了, 将他们都放出来吧, 武侄一声令下, 宋江这边看守人立刻拿出钥匙, 将高丘放了出来, 与此同时, 还有旁边的副官一些将领等人, 高丘的副官看到武侄, 双眼激动喜悦, 谁能想到郑国公一来就解救了他们, 简直太好了, 副官等人一出来, 连同高丘都跪在地上, 朝着武侄行了重礼, 多谢郑国公救命之恩, 起来吧, 看着高丘跪在地上, 武侄摇摇头, 便是带着人走了, 高丘屁颠屁颠地跟在武侄身后, 不知道怎么的, 之前看武侄他还有些不爽, 总觉得武侄进入朝堂后, 他的形势逐渐下滑, 是他的克星, 可是如今, 他没想过自己看到武侄会如此高兴, 很快, 一行人来到梁山的忠义堂, 武侄也没客气, 看到四周宽阔的大厅, 还有许多座椅, 这些都是梁山有地位的好汉座的位置, 现在梁山将这里改为了忠义堂, 武侄坐在上手的第一把交椅上, 左右打量, 前方很是开阔, 宋江, 吴用, 李逵, 还有卢俊逸等人现在成了俘虏, 武侄旁边站着卢之身, 林冲, 花子虚, 武松等人, 四周还有一排排官兵, 火冲队, 武侄看着四周, 他不说话, 其余人都不敢说话, 武侄坐在正中间, 忽然在想, 若是自己之前上了这梁山, 是不是会成为这第一把交椅上的人, 然后走上收服方辣, 田虎等贼寇的路上, 甚至是走上将大宋皇帝给打掉, 自己坐上皇位的路子, 武侄双手放在座椅上好好想了一下, 忽然发现, 这也并非不是一条路, 这也是山贼之路, 但这山贼不山贼的, 还不是看谁能活到最后, 若是武侄能活到最后, 成了皇帝, 自然就无所谓, 山贼不山贼了, 只是他走的是科考, 成为了大宋朝廷官员的这条路子, 武侄想来, 两者只能取其一, 只要大宋官家一直重用他, 武侄可以悠哉悠哉的生活, 造反一事, 他倒是可以不用那么想, 因为做皇帝, 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好, 坐在那个位置, 可以三宫六院, 坐拥整个江山, 甚至是扩大大宋版图, 成为千古一帝, 只是也非常劳心劳力, 当中的大小事交给别人你不放心, 自己做你又弄不来, 各种奏折批阅都得你来做, 你不做权利就给了别人, 只要世人当职就会出现纰漏, 很多后续的麻烦, 而作为一个朝臣倒是比皇帝自由得多, 比如武侄现在想要去哪里做什么, 一般都是自由的, 但是皇帝不行啊, 江山都要你来管理, 你能上哪去? 当然, 做皇帝有皇帝的好处, 做一个逍遥的官也有这个位置的好处, 武侄若是开始走上了梁山, 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但他走的是正道, 没那么多风险, 只要宋徽宗对他好, 只要自己过得舒坦, 武侄倒是不会走其他路, 当然, 形势变幻莫测, 以后的是谁说的准呢? 现在, 大宋还有辽国、 金国, 甚至即将到来西夏的侵犯, 还有大宋境内的贼寇这些都要去处理, 武侄这个郑国公, 要做的事情也有不少, 但他操心的也是分内之事, 平日里在院中和潘金莲他们放放风筝, 弄点小烧烤, 研究一下新开发的兵器, 或者是新鲜玩意, 武侄倒是过得很快活, 现在武侄击溃了梁山, 这些梁山的人都眼巴巴地瞅着自己, 武侄在想, 他们一定以为自己会杀了他们, 所以很恐慌, 不过武侄并不是要杀他们, 若是要杀, 这些人早死了, 他还指望这些人为他当炮灰, 去攻打敌人呢? 而旁边站着的武松等人, 武侄想来也是觉得有趣, 本来这些人都是梁山的人, 可如今成为了武侄的手下, 武松, 林冲, 鲁之身这几个人和梁山就没什么瓜葛了, 恐怕他们也没想到, 站在面前的几人若是没有武侄, 原本是他们在梁山阵营和宋江是一伙的, 这一切, 只有武侄知道, 但武侄不会说, 没意义, 宋江, 此刻武侄目光扫视宋江, 宋江立刻跪在地上, 郑国公有何吩咐? 宋江此刻成皇成孔, 不知道武侄到底什么意思, 你说杀他们吧, 他们现在还站在这里, 你说不杀吧, 又没有放他们走的意思, 武侄看着跪地上的宋江, 笑道, 你们之前抓捕了高求, 这是重罪, 若是我此刻杀了你们, 也是你们罪有应得, 宋江, 宋江知罪, 宋江也不想走上梁山的道路, 宋江一心只想照安, 之前抓捕高求是宋江鬼迷心窍, 希望郑国公能放我们一马, 做牛做马, 我宋江都无怨无悔, 只希望我这帮兄弟能活下来, 宋江说完后, 现场安静了一会儿, 武侄站了起来, 你们梁山现在有多少财富, 宋江老老实实回答, 回郑国公, 我们梁山攻打住家庄, 护家庄等地, 经营财宝累积一共有十三万两银子, 十三万两, 听到这数字武侄也是有些惊讶, 这小小的梁山居然有这么多财富, 富得流油啊, 宋江继续道, 除此之外, 我们梁山还有兵器八千件, 绸缎两千匹, 梁市堆积了七个大仓库, 战马八百匹, 宋江一连窜说了很多, 武侄听完之后, 点点头, 这些都是你们擅自攻打其他地方, 无视大宋律法得来的东西, 也是一条重罪, 宋江身躯一颤, 武侄, 来之前, 本官是准备消灭你们, 不过就在刚才, 本官改变了主意, 打算给你一次机会, 机会, 对宋江撅着屁股, 抬起脑袋, 一张有黑的脸色, 爬满了震惊, 震国公不杀我们了, 武侄沉吟一会儿, 点点头, 直接道, 本官现在, 想要赵安你们, 你可愿意, 武侄相信, 经过刚才的震慑, 宋江应该知道, 他们朝廷的实力, 这样赵安, 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的, 心服口服, 武侄也没跟他们弯弯绕绕, 打了之后, 直接赵安, 宋江听到这话, 整个人颤抖了起来, 赶紧道, 宋江愿意, 宋江一心只想赵安, 郑国公若是给我们这个机会, 宋江保证, 我那些兄弟们, 一定为大宋孝全马之劳, 在所不辞, 嗯, 武侄道, 好了, 起来吧, 多谢郑国公, 宋江死里逃生, 还给武侄刻了三个响头, 表情甚是激动, 此刻武侄, 他在眼中仿佛万丈光芒, 清点一下你的人手, 我会向朝廷上奏, 将你们归纳进本关禁军队伍, 以后, 你就为我效命, 为大宋效命, 郑国公大恩, 宋江无以为报, 定上刀山下火海, 愿为大人鞠躬靖, 催死而后矣, 为大宋单脑涂地, 宋江说完, 武侄感觉此人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马屁精, 也没多说什么, 让他先去清点自己的人手, 武侄将梁山的人全部放了, 但他们不会继续留在这里, 而是跟随武侄一起进入禁军, 武侄收了他们的所有财富, 兵器, 梁山中人翻不起什么浪花, 四周军队将他们团团围绕, 就这样, 武侄很快就带着一切搜刮的东西和人马, 没有多逗留, 前往了汴京, 沿途所过之处, 非常壮观, 附近城池的百姓, 乡村中的农夫, 小孩, 妇女, 都在欢送郑国公, 他们都说郑国公是好官, 平定了山贼, 还了此地一个太平, 都在呐喊, 脸上洋溢着喜庆, 虽然他们疑惑, 为何郑国公不杀了这群梁山贼寇, 而是将其带走了, 但不管如何, 即便是带走, 此地也不会再出现贼寇, 对当地老百姓而言, 这是天大的福音, 本地的一些官员, 也过来亲自送武侄, 武侄没和他们多说什么, 便带着人走了, 高求则是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 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 只是想到回汴京, 忽然高求心情一下低沉了起来, 他过来镇压贼寇, 反倒是被抓起来, 郑国公一来就镇压了贼寇, 差别太大了, 若是自己此刻回去, 官家一定会痛骂自己, 甚至是怪罪下来, 这可如何是后, 高求想到这里, 又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 想来自己也的确是没什么治军的才能, 还只能去耍醋局, 想到醋局, 高求忽然心中一动, 也许这是一次自己展现才能的时候, 一行人经过一段时间赶路, 很快, 武侄便带着宋江和几个主要头目, 来到了大宋朝堂上, 武侄, 陛下, 梁山已被微臣击溃, 并将其照安, 武侄说完, 虽然满朝文武多少已经收到消息, 却依然感觉到很是惊讶, 毕竟高求被抓, 武侄出手, 却是将其打败并且照安了, 武侄一路上浩荡的队伍回来, 消息灵通一点的朝臣多少有所耳闻, 尤其是武侄刚刚过去第二天就和梁山的人打了一场, 直接彻底击溃, 完全不是郑国公对手, 不少朝臣目光扫视而来, 除了是在武侄身上, 也是在旁边宋江, 卢俊逸, 吴勇等人身上, 他们看宋江的目光不是那么友好, 毕竟这是一些梁山贼寇, 不是什么好东西, 很多人是主张铲掉梁山的, 不过郑国公说是赵安, 谁能反对, 主要是郑国公公纪卓越, 没有人敢说什么, 人家公纪在这里, 宋徽宗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是他听到的好消息, 比听到高求被抓心情舒畅多了, 他看向武侄笑道, 武爱卿不愧是郑的公骨之臣啊, 这次你将梁山赵安, 郑狠欣慰, 武侄笑道, 陛下言重了, 微臣此次能顺利赵安都是仰仗陛下的威严, 这些梁山贼寇听说陛下很关注此事, 吓得六神无主, 微臣将其击溃也只是顺手的事情, 宋徽宗, 武爱卿就不要再谦虚了, 这满朝文武谁不知道郑国公骁勇善战, 能文能武, 若是此次不是你郑国公, 怕是这些山贼还在要嚣张一段时间, 宋徽宗, 来人, 赏赐郑国公黄金五百两, 三百段格文丝绸, 其余将士们论军功封赏, 多谢陛下, 武侄感觉这宋徽宗还是挺大方的, 随便出手就是几百两黄金, 朝廷高级官员每月俸禄才几百两而已, 宋徽宗这一赏赐相当于几千两白银了, 当然, 武侄的手下也会论功行赏, 不过这还需要上报军功, 而武侄的功绩非常明显,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事后, 武侄会给将士们该计功的计功, 该上报的上报, 也是累积升官资历的一种战绩, 尤其是武松, 林冲, 鲁之身等这些人都是武侄的心腹, 有了功劳以后, 武侄提拔起来顺理成章, 可以提升到高的位置, 若是没有功绩直接提拔, 也会遭受人的非议, 此刻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更多的是对武侄出手解决梁山贼寇的褒奖, 前车之鉴, 高求失败了, 武侄成功赵安, 这种对比之下, 让人觉得武侄的能力很强, 蔡金在旁边也没说什么, 官家赏赐这是应该的, 也说明了, 官家更为看重武侄, 接下来, 宋徽宗看向宋江, 你便是那梁山贼寇宋江, 抬起头来, 宋江此刻跪在地上, 回陛下, 小人就是宋江, 宋江瑟瑟发抖, 宋徽宗道, 此次, 朕的本意, 是要灭了你们这群胆大包天的贼寇, 但郑国公提议赵安你们, 若非郑国公, 你们此刻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以后, 你们就跟着郑国公戴罪立功, 为大宋效力, 知道吗? 陛下, 我等梁山之恩, 愿为大宋鞠躬敬, 翠死而后裔, 定戴罪立功, 不辜负陛下对梁山的恩德, 宋江内心非常紧张, 毕竟上方坐着的是大宋官家, 他也知道, 他们还真来不了这里, 这种庄严的朝堂之上, 他还是第一次来, 内心对郑国公也充满了感激, 赵安之后, 一切事宜郑国公负责, 他们的事情交给你安排, 朕就不操心了, 遵旨, 五职领命, 宋江一伙人, 可以说此刻已经成了五职的人, 至于如何安排, 给他们什么职位, 还是新建了一个禁军营, 那都是五职的事情, 五职可以不必上奏, 这些炮灰们, 五职早就已经拟定好了计划, 都是给敌国或者是贼寇去当先锋的, 这时宋徽宗又看向高求, 高求此刻低下头, 不对视宋徽宗的目光, 可宋徽宗还是注意了他, 高求, 你可知罪, 听到官家喊他的名字, 高求立刻跪在地上, 微臣知罪, 这次梁山之事失利, 是微臣的错, 多亏了郑国公将微臣救回来, 微臣带兵不立, 还请陛下责罚, 高求倒是非常听话, 听到宋徽宗喊他名字, 他就跪在地上老老实实的, 也承认自己的错误, 无能, 宋徽宗一看, 摇摇头, 高求,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待在体育司, 做好你的簇拘吧, 高求并没有得到惩罚, 可见宋徽宗还是很喜欢他的, 换个人, 怕是要直接革职查办了, 高求连连道, 陛下, 微臣今日簇拘赛事已经在进行了, 体育司已经在全国招募举行了周赛, 相信在年底就能给陛下献上一场精彩的大宋汴京簇拘赛, 微臣对于军事确实缺乏才能, 但微臣保证, 在簇拘这一块, 微臣是大宋帝, 是除了郑国公之外, 簇拘第一人, 高求这时候还不忘拍五只马屁, 不过说实在的, 高求也知道他的话也不假, 五只簇拘实比他强, 想到这里, 高求有些无地自容, 这五只好像什么都比他强, 哎, 高求也是无奈啊, 但是除了郑国公之外, 他相信大宋没有人能比他弄簇拘更合适了, 郑国公大财, 怎么能做这些东西呢, 让他高求弄就好了, 现在高求想法变了, 能有一个饭吃, 就在体育司待着吧, 好歹在这一块他也是最高的官, 没人管他, 宋徽宗点点头, 他和高求很早就认识, 昔日他还不是官家的时候, 就和高求玩在一块, 此刻看高求如此, 宋徽宗道,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若是这次簇拘赛做得好, 朕重重有赏, 多谢陛下, 微臣一定不负陛下期望, 高求说话间便退到角落中松了一口气, 宋徽宗还是挺喜欢簇拘的, 对于高求的处理, 朝臣中虽然有人觉得不合适, 毕竟吃了败仗也没得到惩罚, 弄好簇拘还能有赏赐, 官家可谓对高求比较仁慈了, 不过相比郑国公高求算什么, 也没人反对, 就在这时有朝臣上奏, 启禀陛下, 根据最新情报, 金国又破辽国一城, 听到消息的大臣们脸色大变, 金国太猛了, 若是按照这个势头, 他们金国怕是要继续攻取辽国其他城池, 很容易造成一鼓作气, 连败辽国, 甚至是打败辽国呀, 金国的威猛, 在朝廷许多大臣心中已经有所印象了, 之前他们担心辽国, 现在不少人担心金国势头太猛, 这时有朝臣站出来, 是蔡金的人, 陛下, 金国如此强势, 辽国连续失利,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若是金国一直这样下去, 攻破了辽国, 对我们大宋不利, 金国在战争中洗礼, 一旦攻破辽国, 他们也许会对我们大宋起心思, 大宋军队虽然有精良装备, 和郑国公带领, 但长时间没有上战场, 面对金国日益壮大的军队, 我们也要防范啊, 曾博出来道, 依你所言, 我们宋朝不是金国对手, 那大臣道, 金国从和辽国开战, 屡攻辽城, 很少战败, 足以见得金国骁勇善战, 且正在逐渐壮大, 其中也有因为郑国公售卖他们兵器的原因, 售卖兵器, 这是武职的主意, 也的确让金国变得更强, 现在, 金国已经招募了很多他们女真部落的族人, 以及之前整合的族群, 收纳为士兵, 军队也在扩张, 以及辽国的俘虏也冲军其中, 这些朝城考虑也不无道理, 北宋靖康元年, 1126年, 金国名将完颜宗旺, 完颜宗汉率领约15万大军, 兵分两路向北宋首都汴京, 将其短时间攻破, 足以见得后来金国发展是极为壮大的, 当然, 目前他们的队伍并没有这么大, 但2万至少是有的, 但金国的2万, 可以抵抗辽国8万精锐, 战斗力极强, 依你之言, 该如何应对金国和辽国之间的战事? 宋徽宗盯着那朝城, 那朝城说道, 威臣希望陛下暂停对金国兵器的出售, 让辽国和金国处于不断厮杀中消耗, 这样对我们大宋有利, 威臣也觉得应该如此, 蔡京的一帮人都出来说话, 满朝文武都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议论, 有人觉得是应该停止出售兵器了, 若是金国一直这样强势下去, 对他们并无好处啊, 曾布他们则是看向武职, 曾布虽然是宰相, 现在他已经开始以武职为首, 大宋很多东西都是武职弄出来的, 包括金国和辽国的事情都是武职在策划, 他的策略倒是让曾布等人比较幸福, 毕竟他做出了功效, 蔡京一帮人说的在有理, 没有做出实际上的功绩, 说的再好有什么用? 宋徽宗, 我爱卿, 你一下如何? 武职沉默少许, 便开口道, 陛下, 微臣认为, 大宋不但不能停止对金国出售兵器, 还要加大对他们出售的武器数量, 如今, 金国购买宋朝兵器数量已经与日俱增, 随着他们军队的人数扩张, 战事上的消耗需要的量也是极为惊人的, 与他们交易可以增长我们大宋的国库, 此话一出, 蔡京一帮人无法理解, 还增加武器数量, 曾布不发一言, 之前那位朝臣道, 如果按照郑国公所言, 金国会越来越强, 万一他们攻破了辽国, 反过来打我们宋朝, 这该如何是好? 众人再次看向武职, 武职笑道, 以金国目前的势力和辽国目前的局势来看, 金国攻破辽国的城池相比辽国而言, 不过弹丸之地, 停止对金国出售兵器, 会增长辽国对金国消灭的力度, 现在金国再强也处于萌芽阶段, 若是我们停止出售兵器, 最后辽国将他们击溃, 只要一次两次战事失利, 金国将再无回头的余地, 而辽国大胜就会重整军队, 修生养息, 辽国依然是辽国, 金国却不复存在, 如果是这样, 我们大宋何时才能灭了辽国? 满朝文武不可思议地看向武职, 武职的意思很明显, 他打的是消灭辽国的主意, 这就有点吓人了, 蔡金的一帮人只是担心敌国威胁大宋, 武职想的是如何消灭辽国, 甚至是金国, 双方角度根本就不在一个高度上, 武职又道, 陛下不用担心, 等金国将辽国半数周地全部占领, 辽国根基毁伴的时候, 才是我们大宋最好出手时机, 现在出手为时过早, 白白浪费了金国这个先锋, 武职公开说这些言论, 其实关乎大宋的国策机密, 但武职这是阳谋, 根本就不怕消息传到辽国和金国, 现在出手金国必定遭受重击, 一旦覆灭, 我们就没有了帮手, 道士大宋想要消灭辽国, 自己也会损兵折将, 并不划算, 武职, 大宋想要占领周边诸国, 必须要利用金国, 所以兵器不但不能停止出售, 还要继续大量提供, 蔡金的人面色骇然, 这个武职心也太大了, 郑国公万一真到了那时候, 但金国势不可挡, 我大宋岂不是更危险, 这时蔡金也忍不住站出来说道, 龚大人说得有理, 郑国公此举, 稍有不测, 就会让大宋陷入困境, 听到这话, 武职笑道, 我大宋有禁军数十万, 神威大炮上千台, 并且, 我最近研究了新的武器, 别说他金国还没成长起来, 即便发展壮大, 大宋照样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我武职自然会替陛下分忧, 将大宋发展富强, 难道你们忘了, 辽国对我们大宋这么多年的欺压和纳粹了吗? 大宋, 注定是中原上国, 只有不断的进取, 才能变得更强, 否则昔日燕云十六周的耻辱再度来临, 靠你们能镇得住吗? 武职一番话, 说得蔡金等人面色通红, 他的意思是, 燕云十六周就是他们中原的耻辱, 是武职收回来的, 靠他们能吗? 既然不能, 那就闭嘴, 少操点心吧, 听到朝廷的争执, 其实宋徽宗是站在武职这一边的, 听到武职有新的武器, 宋徽宗心里有数了, 宋徽宗, 好了, 诸位爱卿都不要吵了, 朕觉得武爱卿说得在理, 这事就依了武爱卿, 宋徽宗就是看谁本事大, 就听谁的, 蔡金等人想要和武职斗, 还没这个资格, 他们的想法固然也有道理, 但武职的角度跟他们不一样, 他要做的是功绩, 让大宋更加富强, 这样才有意思, 蔡金一帮人干不过武职, 内心那个气啊, 他们现在越发觉得, 官家太信任武职了, 若是这样下去, 官家就是昏君了呀, 不能事实都听一个人的, 这样下去, 他们这些大臣存在有什么意义, 但宋徽宗有他自己的想法, 谁有用就听谁的, 做不出功绩都是扯的, 比如蔡金, 你说得再好, 让你去收回燕云十六周都不敢去, 还不是得靠真的武爱卿, 所以宋徽宗自然是相信武职的, 现在武职在朝廷的影响力和权力, 已经直接超过了两个宰相, 蔡金身为左相却也是奈何不得,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着看武职的好戏, 等着看武职有朝一日跌落下来, 他们再来看笑话, 你现在能, 但你总不会能一辈子吧, 纵观历史, 那些全臣很少有好下场的, 他们就不想相信, 即便武职做的都是对的, 到时候你功高盖主, 官家就会怕你, 一旦官家怕你, 你还能好的了吗? 物极必反, 圣极而衰, 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你越是优秀, 到时候一定会出现问题, 哼, 蔡金不再说话, 他气得手指在颤抖, 因为官家根本就不听他们的, 而武职也有他自己的考虑, 关于宋徽宗是否到时候怕他的这个问题, 武职根本不在意, 他首先做出一番功绩, 若是到时候宋徽宗对他担心, 忌惮, 他武职也不是傻子, 目前来说, 武职和宋徽宗的关系是极好的, 武职也相信, 宋徽宗的为人存在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蔡金的人尚凑无效, 事情依了武职, 继续对外出售武器, 这对他们的威信打击很大, 武职不在乎, 接下来, 他会整顿宋疆等人, 继续操练进军, 准备在金国和辽国时机成熟之时出击, 退朝之后, 增布一帮人和武职在一起商议, 蔡金等人路过, 瞥了一眼, 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大有一种看你神气到几时的味道, 而旁边的宋疆等人, 这才知道原来郑国公在朝廷中一言九鼎, 连宰相都不是对手, 不由得内心震撼, 自己这世跟了个什么样的人, 如此大能耐, 从官家的态度中就能看出, 官家是很依赖武职的, 他们再多的建议也顶不过武职的一句话, 内心也是对武职更为尊敬, 路过的一些朝臣看到郑国公都会行礼, 武职的风光一时无二, 而回到禁军中后, 武职便开始整顿宋疆这批人马, 武职并未采取分散而至的办法, 因为梁山这批人只有聚集在一起, 才能有战斗力, 若是分散就废了, 武职扩充了一个营, 将梁山的人放在一起, 被武职操练, 随时等待武职的军令, 也发放了兵器, 铠甲, 战马, 与此同时, 武职最近也在密切关注岳飞的发展情况, 对于岳飞, 武职老早就派人去寻找了, 并不是难事, 只是现在岳飞年纪不大, 武职的人只是在观望状态, 什么时候召集过来, 得看武职的意思, 根据时间, 很快关于岳飞的下一次情报, 应该要送过来了, 武职也不着急, 而宋江一行人被武职安置之后, 便留在了禁军中, 武职还是让宋江带领他的人马, 并没有剥夺他的权力, 宋江依然带领他的人, 以后上了战场, 武职只拿打了, 他们也不敢反抗, 先锋炮灰的梁山, 他们是当定了, 只是现在没有高球从中作梗, 所以梁山的人后面被堵死的局面, 未必会出现,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武职手中, 现在就先让他们自己去操练, 发放装备后经过正规的训练, 他们的战斗力会更强, 等要用的时候, 这些人都会上战场, 至于能活多少人, 就得看他们的命了, 武职不照安他们, 他们下场也不会好, 此刻, 武职回到营地, 忽然有人来报, 大人, 有关于岳飞最新的消息, 哦, 武职点点头, 说吧, 那岳飞现在什么情况, 探子道, 启禀大人, 岳飞前不久从军了, 所以过来询问大人的意思, 是否继续观察, 听到这消息, 武职想了想, 这岳飞年少的时候, 就已经从军好几次, 这点他是知道的, 是让他去磨练一番, 还是直接招收过来, 武职想来既然是磨练, 直接找来在禁军中更好, 禁军有更好的装备和将领, 而且凭借岳飞的悟性和本事, 很快就能成为一代猛将, 想通了这点, 武职便道, 不用了, 你拿着我的令牌, 去那军营打招呼, 就说本官点名要岳飞, 将他调过来, 不过也不能强迫, 他若是不愿意, 不可强求, 除此之外, 还有韩世忠, 张俊, 刘光世, 这三个你也一并找来吧, 说话之间, 武职给出了一块令牌, 属下一定将人都带过来, 手下领命离开, 武职并不只是找了岳飞, 宋朝时期的名将武职都有所留意, 这四个人是南宋时期的中兴四将, 每一个都有不错的战绩和领兵能力, 现在他们很年轻, 但武职需要的就是这些人, 武职双眼微微眯起, 对于岳飞武职还是很佩服的, 只要是人才武职都要用, 不管是北宋的还是南宋的, 人才多才能聚集更强大的战斗力, 毕竟武职不能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去弄, 那多嘞, 若是说打哪里, 岳飞能打直接派出去就可以了, 去找岳飞的事情倒也快, 此刻, 岳飞在河北陆地界的一处军营中, 他还是一个年少的小伙子, 至今看起来也不过十七八岁左右的样子, 刚刚从军, 岳飞心中就想要施展自己的报复, 希望能建功立业, 岳飞晚上躺在集体营中, 旁边还有许多士兵, 由于现在并无战事, 所以他们平日就是训练一下, 不用做什么, 晚上的的时候士兵们都会聚集在一起聊聊天, 旁边有几个新兵在聊天, 而岳飞独自在想事情, 没过多参合, 一小兵道,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岳飞看过去, 岳飞, 岳飞, 小兵道, 你这名字寓意很好啊, 岳飞不再说话, 旁边几个人则是继续议论, 听说金国和辽国打得火热呢, 谁说不是呢, 金国之前还是女真部落, 现在已经建国, 他们刚开始人数并不多, 现在越来越强了, 连续攻破辽国好多城池呢, 哎, 这金国厉害啊, 你们说金国会不会有一天攻破辽国, 将其亡国啊, 又一年轻士兵问道, 我觉得这个不好说, 毕竟金国再强, 还没有发展起来, 但辽国就不一样了, 辽国势力强大, 兵马众多, 虽然现在失利, 但不可能会被小小的女真击败吧, 嗯, 有道理, 只是我听说, 咱们大宋好像再卖兵器给金国呢, 我倒是觉得金国强大,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大宋的兵器, 想想, 若是哪天金国真的灭了辽国, 再用我们大宋的兵器打我们大宋,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切, 能不能打败金国还不一定, 但你说的兵器问题, 咱们大宋应该也考虑过吧, 其实我不赞同对金国出售兵器, 这是资敌的行为, 一小兵摇摇头, 听到这话, 岳飞眉头一皱, 资敌, 那得看是谁出的主意, 若是一些雍臣, 自然是, 如果是郑国公那样的能臣, 自然会处处算计, 怎么可能会造成资敌的结果, 这其中的程度把握, 相信郑国公一定比我们更清楚, 岳飞对于这些人的议论, 却是不以为然, 毕竟郑国公能收回燕云十六周, 如此雄才大略, 辽国这些年对大宋纳粹, 如今呢, 辽国向他们大宋纳粹, 可见郑国公的手段, 那年轻人笑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郑国公可不是一般人啊, 嗯, 这个确实, 郑国公解决了大宋历代官家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觉得郑国公的行为自有他的道理, 岳飞是吧, 我赞同你的观点, 郑国公不可能做出对大宋不利的事情, 说不定他留着一些后手, 几个人聊天时间倒是过得很快, 他们聊到现在的局势, 又聊到郑国公的能耐, 以及现在大宋的情况, 当然, 还有他们自己的梦想了, 参军的新兵, 来这里, 要么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要么就是, 想要出人头地, 毕竟普通人也没什么门路, 做生意也没资本, 当兵的确是一条好的升迁之路, 这个也很难, 但好歹也是一条路啊, 眼下金国辽国开战, 若是能建立军功, 那可不得了, 当然, 不少士兵就是来混口饭吃的, 真要打起来, 心里也害怕, 怕死, 岳飞听到这些, 却是很自信, 当那个士兵询问他, 为何从军的时候, 岳飞直言道, 我想要建立功勋, 自然也希望出人头地了, 若是给我机会, 我一定能成为, 统领数十万的大将军, 哈哈哈哈, 岳飞的话, 让在场的一些士兵, 都笑了起来, 岳飞自信的模样, 旁边一个士兵道, 谁都想当将军, 我就没这么大野心了, 能当的小小的偏将就够了, 统领数十万大军, 岳飞你心够大的, 一将功成万古枯, 咱们哪有这个命哦, 唉, 谁不想成为将军呢, 不过有这个想法是好的, 几个士兵也梦想自己成为将军, 但他们知道, 这几乎不可能, 比如十万大军中, 谁不想当将军, 但能带领全军的, 只能有一个, 这何其之难, 大大小小的战役能活下来, 不受伤就已经是万幸, 想要成为大将军, 还得上面的看重扶持你, 或者你有很高的军事才能, 不然, 万难啊, 大将军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没有点手段能力, 坐上这个位置, 也无法服众, 听到这里, 岳飞笑笑也没生气, 毕竟他也就是说说, 能不能出人头地, 还真不是靠嘴上说说, 还得建立功劳, 不然都没用, 忽然, 就在这时, 大半夜的, 忽然一名将领连夜拿着火把进来, 一名将领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人, 怎么回事啊, 大半夜的这, 许多人看到这情况吓了一跳,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谁是岳飞, 忽然将领扫尸众人, 岳飞立刻站起来, 大人, 我是岳飞, 哦, 你是岳飞, 那将领男子打量岳飞一眼, 着实有些搞不明白, 郑国公专门找这个少年做什么, 郑国公让你加入进军, 成为他麾下的一员, 你可愿意, 旁边一男子站出来, 正式负责找岳飞的五指手下, 岳飞有些傻眼, 郑国公找我, 他是听过郑国公的大名, 但从来没想到, 自己能和郑国公有什么瓜葛, 郑国公并不认识我, 为何会找我, 岳飞还是问了内心的疑惑, 五指手下笑道, 郑国公行事, 岂是我所能知的, 找你自然有郑国公的理由, 当然, 我们郑国公并没有强迫你, 你若是愿意跟随郑国公, 明月就可启程, 若是不愿, 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当然, 他是希望岳飞跟随他回去的, 但五指给他的命令, 就是这个意思, 不强迫岳飞, 岳飞闻言, 整个人呆滞了, 不但是他, 旁边的人也是如此, 刚才几个议论的新兵一脸诧异, 那可是郑国公啊, 收回燕云十六周的郑国公, 亲自过来找岳飞, 岳飞居然有这么大靠山, 他们之前还聊呢, 想要当大将军, 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 就是关系了, 没有关系, 也很难啊, 若是上面有大官, 这个可能性就很高了, 不由得众士兵纷纷羡慕的眼神, 看向岳飞, 岳飞,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一名年轻士兵劝道, 是啊, 错过了这次机会, 可就没了, 许多人目光火热, 可惜不是他们自己, 这个没办法, 岳飞反应过来后, 惊喜道, 岳飞愿意, 岳飞愿意追随郑国公, 他虽然不明白, 为何郑国公会找他, 他刚才仔细想了一遍, 他家亲戚, 朋友就没有一个能和郑国公搭上关系的, 就这样, 岳飞在众人羡慕中被带走了, 将领让他们继续休息, 他虽然不理解, 想来郑国公应该认识岳飞, 可能是远方亲戚什么的, 也没多想, 其他人若是在这里要人, 他不给也是可以的, 但有郑国公的守令, 他就是有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放肆, 随后, 岳飞就这么被带到了汴京,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三个人, 都被武侄的手下从各个地方找来, 汴钱司军营, 其余三个人武侄见过了, 对于岳飞, 武侄更有兴趣, 第一次看到岳飞, 武侄也是有些意外, 真的很年轻啊, 十七八岁的模样, 身高一米七八左右, 还算壮实, 人也比较俊气, 岳飞此刻一脸猛逼, 盯着武侄, 没想到眼前的郑国公如此年轻, 看上去比他大不了多少, 然而, 武侄已经是郑国公, 统领晋军的殿帅, 而他只是一个小兵, 不知道郑国公为何找他, 岳飞参见郑国公, 反应过来后, 岳飞对着武侄公进行礼, 不管怎么说, 郑国公将他调过来, 就是在关注他, 他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 嗯, 赐座, 武侄一句话, 岳飞身躯一颤, 大人, 岳飞没有资格, 我说你有, 你便有, 岳飞, 小兵搬来一把椅子, 岳飞推辞不掉, 只好坐下了, 岳飞如坐针毡, 此刻他并不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岳飞, 而是年少时期, 还并没有成器后的小岳飞, 武侄在前世对于岳飞有所了解, 岳飞出生于河北西路象州, 汤银县的一个普通农家, 岳飞少年时期, 喜读兵书, 且天生有神力, 不满二十岁就能晚宫三百诵经, 开妖女八蛋, 识人其之, 在南诵时期, 他战绩惊人, 连破敌国数十周地, 无人能挡, 将经国打得如丧家之犬, 最后只能求和, 岳飞是个狠人, 说来, 狠人的背后多少会有不一样的父母, 岳飞的父亲名叫岳和,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但与普通农民不同, 岳和亲财好师, 常常为了救助本地那些受鸡挨恶的农民, 自己节衣缩食, 对于那些借他钱财的人, 岳飞的父亲, 也从来都没有主动上门索要过, 如果他们有能力偿还, 就等他们来还, 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偿还, 岳和就当作完全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甚至还有一次, 紧挨着他们家田地的一个农民, 仰仗着自己身体强壮, 故意欺负为人和善的岳和, 占了他们家一些田地,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占行为,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非常的愤怒, 哪怕是斥肢与武力, 但是, 岳飞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愤怒, 而是舍弃不要, 白白给了那人, 在外人看来, 岳飞的父亲完全是一个软弱可欺, 毫无血性的男人, 但是, 上天很快就对这个与人为善, 恶善好施的老实人进行了丰厚的回报, 赏赐给他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虽然这个儿子最后被害死, 但他儿子岳飞的一生也足够耀眼, 一般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名人, 史书上都会在他出生的时候, 故意进行一些虚构, 不是有奇光异彩出现, 就是他的父母梦见仙人, 但在岳飞出生的时候, 却真的出现了, 常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奇异现象, 有一只外形类似于白天鹅的大鸟, 在他们家的房顶之上, 名叫了好久, 岳飞的父亲感觉, 这是一种祥瑞的征兆, 便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做飞, 大家知道, 古人不仅有名, 还有字, 岳飞的父亲在给儿子取字的时候, 依旧想到了那只大鸟, 取字叫做彭举, 身为父亲的岳飞, 也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像这只大鸟一样, 将来可以展翅高飞, 一展宏图, 此外, 岳飞的母亲也不是一般人, 他在北宋危难之际, 用针在岳飞的背后, 赐下了金中报国四个字, 以此来鼓舞岳飞效果, 所以, 钟岳飞一生他都在金中报国,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 哪怕是皇帝对他百般阻挠, 他还是一路把金物竹打得怀疑人生, 最后, 为了南宋百姓能够安定地过日子, 从战乱当中恢复过来, 他放弃了推翻照顾统治的机会, 他是有能力做到的, 当时宋朝强敌环四, 他如果再起兵造反的话, 可能南宋将会陷入更大的分裂和割据当中, 所以, 岳飞是值得尊敬的, 可惜后面, 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 重新与宋一合, 宋廷成姬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 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 韩世忠二人, 完颜勿述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 而后何可成,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岳飞在大理寺域中被杀害, 十年三十九岁, 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诏狱为之昭雪, 后世五目, 追封恶王, 改世中武, 岳飞最后结局不好, 武职召集了岳飞, 多少可以改变点什么, 武职要规划大宋的国策, 这些人都要用得上, 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战斗八方, 而且, 想要大宋更强大, 所有的名将武职都要召集, 武职盯着岳飞打量, 看得岳飞浑身发毛, 他本来就一肚子疑惑, 岳飞干脆直言, 郑国公, 小人有一事不明, 为何郑国公会将素不相识的岳飞, 召入禁军中, 毕竟岳飞现在是个小人物, 这没道理啊, 听到这话, 武职笑了, 随便找个理由, 对于武职来说也不是很难, 即便岳飞不相信, 那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他能干就行了, 至于找个什么理由说得过去呢? 总不能说, 哎, 兄弟, 我是地球穿越过来的人, 知道宋朝的历史, 也知道你将来必成大器, 所以提前拉拢你, 为我效命, 估计岳飞打死也不信吧? 此刻武职想了想, 倒是想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理由, 武职道, 本官听闻你天生神力, 洗读兵书, 现在进军之中, 缺少将领人才, 便是将你招了过来, 有神力的人, 天生就是打仗的材料, 武职这个理由也能说得过去, 比如从小就能一个打几个人的这种人, 本身就有学武的体格, 岳飞力气很大, 史书记载岳飞十七八岁的时候, 可以开三百斤宫, 开八弹弩, 三百斤什么概念? 宋朝的一斤差不多快六百克, 就比现在的一斤重, 那么当时的三百斤和现在比将近两百公斤, 当时所有拉宫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拉开这种重量的弓, 岳飞可以, 从这点来看, 哪怕他只是骑在马上射箭, 都能造成强大的杀伤力, 如果岳飞活到现代, 那他挑战个吉尼斯世界记录什么的, 肯定没问题, 就比如古代的王重阳, 王重阳都知道吧, 就是那个全真教的创始人, 武林高手, 历史上王重阳他参加过金国的武举, 开一弹三斗的弓可以拿到甲等, 王重阳参加武举就拿了的甲等优秀, 就是说王重阳只能开一弹三斗, 岳飞可以开三弹, 还挂铃儿, 意味着从力量上讲, 一个岳飞快顶上三个王重阳了, 除此之外, 武之身边还有一个人, 凌冲, 凌冲我们都知道, 那也是顶级高手, 能开四弹, 岳飞是八弹的弩, 单从力量上讲, 等于两个凌冲, 力量是古代武将打仗过程中, 一个非常核心的基本要素, 岳飞有这个力量, 还能够使得动, 因为按照史书上的记载, 岳飞使过枪, 使过刀, 包括使过锤, 他都试过, 所以他能够完美地驾驭这些兵器, 和他这个天生神力, 是完全脱不开干系的, 武执是武官, 对于天生神力自然格外关注, 他看向震惊的岳飞, 笑道, 本官就是天生神力, 战场少有人能敌, 你也是天生神力, 所以本官要培养你为大宋效力, 武执似笑非笑地盯着岳飞, 岳飞从小天生神力, 不是什么隐秘的事情, 原来郑国公是看中了他这一点, 这一点倒真没话说, 力气大的人, 再加上学武艺, 本身就是好的领兵材料, 只要这个人思维上再有一点谋略, 是可以当一个将领的, 武执相当于关照他, 给他这个机会, 岳飞怎么能不激动, 不过想到武执也是天生神力, 他打量武执一眼, 不是很相信, 因为在他们家乡地方, 天生神力的救他一个, 这时, 武执转移了岳飞的注意力, 走到旁边兵器上, 忽然拿起重一百多斤的长枪, 本官想要看你真正的力量, 我这里有一柄重一百五十斤的长枪, 你单手舞动给我看看, 武执将长枪扔了过去, 他就是单手, 一百多斤的东西扔到岳飞面前, 岳飞看武执扔得如此轻松, 还以为这长枪根本没这么重, 他伸手一接, 右手往下一沉, 脸色大变, 这枪, 真沉啊, 岳飞目光散发不可思议的眼神, 他拿在手中舞动了几下, 即便是他的神力舞动起来, 也是感觉有些沉, 但可以用, 只是刚才, 武执随手扔过来的姿态, 就仿佛扔一根木棍, 让岳飞心中着实吃惊, 郑国公也是天生神力, 岳飞才知道, 大宋的郑国公真不是一般人, 看到岳飞舞动长枪, 随意简单, 武执很满意, 一般人拿都拿不动, 更别弹舞长枪了, 武执, 不错, 你就是本官要找的人, 这段时间你就在军营中好好训练, 以后会给你用武之地, 多谢郑国公, 岳飞神色激动, 他自己天生神力就已经很强了, 谁知郑国公和他居然不相上下, 甚至比他还强, 岳飞忽然对禁军有了强烈的信心, 加上郑国公似乎有意培养他, 岳飞更有尽头, 岳飞下去后, 武执想了想, 现在金国和辽国还有的打, 这段时间我都可以培养将领, 一旦他们上了战场, 发光发热, 那就是大宋辉煌的时刻, 我大宋版图的扩张势不可挡, 什么金国, 辽国, 西夏, 那都是大宋疆域, 当然, 武执也不会主动去侵略谁, 但周围的国度对他们大宋本来抱着敌意, 都是要消灭掉的, 岳飞他要培养, 手底下之前找来的三个人, 韩世忠, 张举, 刘光世, 他也是要培养的, 中兴四将, 武执已经聚齐, 韩世忠也是一个狠人, 只是没有岳飞名气大, 韩世忠打了33年的仗, 战绩也是非常卓越, 这几个都是南宋名将, 都有一定的领兵能力, 话说, 北宋时可用之人不多, 南宋建立起来之后, 强大的将领却非常多, 这是为何? 因为南宋军队敢于主动出击, 其游击作战能力比北宋好上数倍, 自宋神宗之后, 宋朝将射程超过三百步的神弊弓, 大量列装于军队, 南宋也沿用了北宋武器装备, 并且适当革新其战术打法, 北宋时期主要敌人是西夏, 还有其他西北少数民族与金国人, 而且, 作战精髓靠的是兼臂青野, 闭门防御, 等到敌退我禁, 再乘胜追击, 只不过北宋中晚期, 士大夫们经常抢夺武将指挥权, 以至于北宋军队作战模式有些反复无常, 打胜仗的成功率就降低了, 定川寨, 豪水川等战役中, 北宋军队之所以落得大败, 还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建筑攻势, 与对手正面硬拼, 南宋可不同, 当金国接连灭掉辽国和北宋两大政权, 金务术趁着士气高涨时, 出兵先攻击淮北顺昌城, 而后南下进攻河南衍城, 此时南宋名将刘矣则是以勾连枪, 配合陆军战阵主动出击, 与金国骑兵缩短作战距离, 让凶名赫赫的铁浮屠无法发挥出优势, 所以南宋战术方针是强调主动出击, 根据有力地形展开游击战, 北宋太过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 加之士大夫们外行干预内行, 白白损耗军队锐起, 南宋诸位名将有了更多作战指挥权, 便能灵活地施展弹性攻防, 保住了南宋来之不易的半壁江山, 而现在, 武职就是要解决将领兵权的问题, 只要将兵权牢牢掌握在将领手中, 才能如臂指使, 指哪打啊? 而不是一个行为, 还需要一帮外行来指抖, 才能调动军队, 这样太繁琐, 虽然兵权掌握在官家手中, 这样的做法无疑削弱了朝廷的军队力量, 其中, 疏密院就是主要掌管军令的下达, 武职现在身为殿前司, 有时候是通过官家, 有时候还需要通过疏密院, 当然, 武职可以一人独裁, 但北宋的制度在这里, 那疏密院的人也不可能全部听武职的, 不过, 武职现在的权力若是出现了战士, 他领兵的话, 以官家对武职的信任倒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于武职而言却也并非那么严重, 而疏密院的问题, 武职想来若是战士打开, 他能做出功绩就不是问题了, 接下来, 武职让四大名将自己去训练, 从一开始, 武职就给了他们一些小小的兵权, 尽管有些不能服众, 随着他们自身的武艺和领导能力, 手下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知道郑国公的眼光, 挑选的都是狠人, 也自然就服气了, 武职现在手底下有四个名将, 还有林冲, 鲁智深, 武松等人, 作为武职的兄弟花子虚, 现在也领兵几千人, 跟着武职也算是小有地位, 花子虚也是感慨, 若非武职他哪有今日, 宋江的一行人也在操练, 这帮贼寇平日里在梁山自由惯了, 忽然到武职这里天天操练, 也是有些怨言, 但宋江是他们的大哥, 宋江赵安心切, 好不容易有了今日这般局面, 自然要在郑国公面前好好表现, 争取以后做出一番功绩, 这样能提升他们梁山的影响力, 告诉朝廷, 告诉郑国公, 赵安他们是有用的, 武职在军营中看着很多书简, 如今进军有十五万人在我手中, 现在梁山的几千人马也收集过来, 不过进军统治权, 那同冠手中至少有二十五万兵权, 看来官家对于兵权维护得很紧密, 不可能让一个人掌握所有权力, 武职想来宋徽宗虽然很仗义, 也是有基本原则的, 那就是兵权, 宋朝对于兵权掌管的相当严格, 基本集中在官家那里, 武职虽然得官家信任, 但他还真不敢说自己就能统领全军, 武职想了想, 虽然我只掌握十五万, 却也够了, 十五万发挥得好就能灭敌国, 何况武职这边都是能将, 这段时间, 武职每日都忙活在商务司, 殿钱司两个地方, 计划着关于大宋将来的发展方向, 而很快, 金国的完颜宗郡又来了, 给武职带来了一袋子的黄金和珠宝, 又购买了武职的神威大炮, 以及不少兵器, 弓弩, 完颜宗郡的意思是, 他们现在还很弱小, 希望得到大宋继续支持, 而武职也告诉他, 尽管打, 兵器这边他会一直提供, 每次来他都能带回去好多兵器, 增强金国的实力, 而辽国那边, 他们也会派人来购买武职的武器, 他们也提出各种要求, 刚开始让大宋停止对金国的武器出售, 武职不予理会, 他们现在只希望, 武职能出售一些好的兵器给他们, 武职依然不了他们, 你要不要吧, 不要连这些都没有, 所以, 弄得辽国没有脾气, 买了还能抵抗, 不买他们更为艰难, 武职却是在两国之间疯狂敛财, 现在武职身价, 早就已经达到数百万两了, 辽国对镇国公的这种手段, 没有任何办法, 耶律宏击气得好几次吐血, 但大宋是不会管他们的, 之前辽国的嚣张可见一斑, 又怎么会因为对方处于弱势, 而同情对方呢? 他若是同情对方, 做出一些不利于大宋发展的策略, 就是将大宋这边的百姓沦为鱼肉, 一切以大宋为主, 他现在可以不用管辽国和金国的事情, 双方武器, 他继续出售赚钱就可以了, 那边,或者是大宋境内的贼寇身上, 再一个,就是更新装备了, 商务司, 此刻武职来到商务司兵弃制造房, 新的大炮正在逐渐产量而出, 这是武职之前提到过的新武器, 刚才宋徽宗找到了武职, 要看新武器, 所以武职这才和宋徽宗一起过来, 这新武器是什么呢? 其实是神威大炮的加强版, 神威二号, 武职将神威大炮定位神威一号, 加强版则是神威二号, 威力,射程是神威一号的两倍, 宋徽宗看了眼神威大炮, 又看到旁边一台大一号的神威二号, 也是心惊肉跳, 神威二号长达三米的铜管, 有两个巨大轮子, 旁边框中放着黑色大弹药, 神威二号比人高出少许, 从视觉上来讲, 威力肯定要更强, 宋徽宗, 武兄, 这东西威力岂不是更大? 武职孝道, 这是神威二号, 属于神威的加强版, 如果神威大炮射程是五百米, 那么这神威二号就是一千米, 爆炸范围十米, 宋徽宗神色震惊, 看到这大家伙, 他双手抚摸, 惊叹连连, 通体同色, 表面打造得非常光滑, 这么大家伙, 炮管也非常粗壮, 让宋徽宗爱不释手, 这是国戚啊, 宋徽宗当然知道, 两倍的威力是什么概念, 十台就可以顶之前神威二十台, 持续发射下, 那威力呈现的何止两倍了, 那简直恐怖啊, 此刻, 武之让人将东西运往空旷的操场, 随着炮弹轰隆一声飞射出去, 一千米之外的区域轰隆一声, 炸开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方圆十多米都炸得泥土翻飞, 地面更是深机米, 宋徽宗倒吸一口凉气, 宋徽宗, 厉害啊, 武之道, 无论将来金国和辽国趋势如何, 我们大宋有神威二号, 便是大宋的底气, 陛下就等着收服两国, 震动天下的时刻吧, 宋徽宗激动得双手颤抖, 虽然不明白武之为何这么厉害, 能制造这么多新鲜东西, 但武之的确是个人才, 宋徽宗内心充满了信心, 对于武之更加仰仗了, 宋徽宗, 武兄, 我虽然身为官家, 但能守护大宋和平就已经很艰难了, 如今大宋有了你, 我有了信心, 也许有一天我们大宋镇压敌国, 统治方圆诸国, 指日可待, 武兄, 我照须能认识你, 何其幸运, 宋徽宗此刻激动得将自己名字都报出来了, 一般官家的名字是比较忌讳的, 可见此刻宋徽宗有多么高兴, 武之笑道, 客气了, 我是陛下提拔, 自当为大宋效力, 这些只是我展现的冰山一角, 以后会有更多的兵器被制造出来, 我还准备制造一种新的弓弩, 如果大批生产, 更能增强进军的实力, 新的弓弩? 现在制造出来没有? 没有, 但也快了。 好。 宋徽宗很是期待, 满脸的笑容, 又问道, 对了, 这些兵器你打算卖给金国和辽国吗? 武之摇摇头, 出售给他们神威和连弩已经够了, 这些是留给我们大宋自己用的, 自然不能随便出售, 他们两国还有得打, 我们现在暗中发展, 到时候说个结果就行了。 好。 宋徽宗点点头, 这些事情都交给你做, 你需要什么, 尽管跟我说, 大宋国库你可以随意调动。 宋徽宗这话, 就不是一般的信任武之了。 武之笑道, 这倒是不必, 从两国之间赚来的钱, 陛下已经将钱的管理权交给我, 根本不需要动国库的。 宋徽宗, 好吧。 不过武兄, 咱们私下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别陛下陛下的。 咱俩的交情, 再私下可不能乱了。 武之点点头, 赵兄。 哈哈。 武兄我跟你说, 我最近和我那刘贵妃, 好像又有点不行了。 宋徽宗, 你上次给我的药丸还有吗? 有。 武之知道宋徽宗沉迷这些, 拿出来了三颗药丸。 宋徽宗大喜。 多谢武兄。 宋徽宗将药丸放好, 这可是自己纵横的资本。 宋徽宗一直有和武之要这些东西, 他都习惯了。 而且, 武之最近时间也不完全是研究兵器, 收集人之类的, 他还在系统中购买了一些医药方面的书籍。 因为潘金莲跟他也有好长时间了, 至今没有怀孕。 像李诗诗, 庞春梅, 护三娘, 他们都没有潘金莲跟着武之早。 他们没有武之能理解, 但是潘金莲跟随这么久, 还没有。 这倒是让武之有些着急啊。 不会是自己身体没有小蝌蚪吧? 如果是这样, 就没有后代, 他可是世袭爵位, 没后代怎么行。 再说了, 在这个世界武之年纪也不小了, 但想来他的体魄如此强横, 不可能没有小蝌蚪。 所以, 武之研究了一下医药, 准备看看这方面的问题。 他又和宋徽宗聊了一会儿后, 宋徽宗也回去了。 武之很多事都交给手下去做, 自己则回到府邸中。 潘金莲最近吃药也有一段时间, 武之准备再去看看。 由于武之有系统, 所以学东西是瞬间就会。 他观看了一下潘金莲的气色, 发现最近服药之后, 潘金莲气色有所恢复。 房间中, 潘金莲刚刚喝完一碗中药, 又喝了一碗鸡汤, 补补气血。 因为武之太猛, 潘金莲最近消耗有点多。 潘金莲喝完中药, 感觉很苦啊, 脸上表情很是难受, 喝了鸡汤后, 这才好些。 还是鸡汤好喝。 潘金莲看到武之抓住他右手的脉搏, 问道, 大郎, 你还懂中医呢? 我的脉相可是有什么变化吗? 武之笑道, 略懂, 略懂, 这不是看你身体有些销售部了, 给你开了点中药吗? 毕竟这都好长时间了, 还没有血, 可不正常啊。 听到这话, 潘金莲神色有些低落, 大郎, 我也想给你生一个孩子, 可是至今没有。 潘金莲感觉很惭愧, 身为夫人, 若是没有诞生一个子嗣, 肯定是不好的。 潘金莲最近因为这时, 也有些情绪低落, 不过就在这时, 武之脸色变换了一下。 潘金莲, 怎么了大郎? 武之, 你先别说话。 潘金莲不再吭声, 武之则是静静地把脉。 随后, 武之脸色很是喜悦。 金莲, 你有喜了? 喜脉是指滑脉, 如果在手中的脉象中摸到脉感, 为指尖如有玉珠划过, 成颗粒状像玉珠吊在盘子里一样, 就是怀孕了。 看来武之调理的中药还是很有效果, 毕竟他学的是中医大师级别的领悟。 这点问题倒是不难。 而对于潘金莲的怀孕武之非常激动, 他是镇国公, 他将来的长子也会继承爵位。 潘金莲听到这消息后, 陷入狂喜中, 大郎, 奴家有喜了, 奴家怀上了。 太好了。 武之感慨一声, 谁知道他穿越过来, 不但娶上了潘金莲, 还和潘金莲有了孩子。 他做梦都没想到。 武之,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养胎, 不管将来是女儿还是儿子, 这些都不重要, 你好好养胎明白吗? 潘金莲擦掉眼睛的泪水, 小鸡灼米一般。 嗯, 知道了大郎。 嫁给武大郎这么长时间, 他终于有孩子了。 潘金莲自然高兴了。 即便武之不说, 他也会好好养胎。 武之并没有将消息告诉其他人, 而是让小蝶, 小武安心照顾夫人, 其他人没事不能打扰。 现在金莲市刚刚怀孕不久, 至少需要八个月。 而作为郑国公的儿子, 还未出生, 就已经站在了很多人遥不可及的终点, 身份极为尊贵了。 时间缓缓而过, 转眼一个月过去, 这天武直如往常, 一般上朝。 诸位大臣排列, 满朝文武聚集, 宋徽宗在上手位置。 朝堂上有朝臣上报了最近的情报, 是关于西夏的。 此刻西夏那帮人, 正在攻打他们大宋的边境。 有朝臣道, 西夏这帮人屡次犯我大宋边境, 已经是常有的事情了。 只是这次, 他们动用的军队较多, 看来他们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 随着朝廷众臣的讨论, 武直静静地听着。 西夏人和大宋之间的矛盾, 有很多年。 说来, 北宋的繁荣可以说少有国能相比, 即便是罗马也不行。 但北宋虽然繁荣, 却是在军事上给人一种非常水的感觉。 好像什么国都能过来欺负一下。 西夏只是一个小国, 却也敢挑衅大宋。 而且, 发生了好几次事件, 还都是比较大的扰乱。 他们对宋朝先后进行了四次进攻, 现在应该是第五次。 武直目光微微眯起, 看来西夏人坐不住了, 想要攻打大宋, 他们的大军要打过来了吗? 在武直看来, 其实西夏的人不怎么行, 只是大宋军队实力过于弱了, 才一直被欺负。 当然, 大宋目前来说, 也不是西夏人能打破的。 因为在战役中, 历史上有名的铜冠被蔡金举荐, 行军攻打了西夏, 将西夏给打回去了, 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大宋深处。 这时蔡金道, 陛下, 西夏人此刻攻打, 大宋在黄川那边的兵马, 微臣担心抵御不住。 宋徽宗, 正准备派一支队伍过去, 抵御西夏人的进攻。 宋徽宗肯定不希望大宋的土地被人家占领。 虽然只是弹丸之地, 一旦被敌军攻下, 他这个官家很没有面子。 而且, 打仗非常消耗钱财, 不管输赢都消耗惊人。 军费, 抚恤金, 还有赏赐等等之类的都要消耗国库的钱。 但现在宋徽宗倒是很有把握, 因为国库有钱。 朝堂中又有武职, 还有先进武器, 宋徽宗倒是没怎么担心。 若是没见过武职的武器, 宋徽宗可能听说战事就有些头疼, 现在就不一样了。 这次宋徽宗是想要派人过去镇守, 让西夏人知道他们大宋不好惹。 他们还要对付辽国和金国, 所以西夏这边暂时不能大动干戈。 这次, 他也没想过要武职去。 因为金国和辽国打得火热, 宋徽宗担心有变, 武职留在汴京宋徽宗才放心。 上次辽国侵犯是武职主动提出要去, 但这次黄川边境太远了。 行军到那里至少一个月多, 不算前期准备时间, 这一来二去武职不在朝堂很多天, 他宋徽宗找谁探讨国事呢? 宋徽宗和仲臣又商议了一番, 最后策略依然是派军队过去镇压, 也的确只有武力才是最简单的办法。 宋徽宗, 诸位爱卿, 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就在这时, 一名朝臣站出来, 名为李刚, 陛下, 威臣愿望, 镇压西夏。 李刚是两宋之际抗金明臣, 民族英雄。 宋徽宗期间, 官制太常少卿, 对于打仗, 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还不是一般人能胜任, 打不过逃不了好, 但打赢了或者将其击退, 是有很大功劳的。 李刚想要去, 恐怕还没这个资格, 因为根据历史上, 此次去的是铜冠。 铜冠虽然是一个太监, 但身材高大魁梧, 如果让他穿上铠甲, 自有一股将军的风范。 关键这铜冠也不是一般人, 他曾经领兵参加过不少战事, 并没有战败, 还立下功劳, 击败了西夏。 之后, 是铜冠兼任监军一起去镇压的。 换句话说, 那也是有本事的人。 也有人说, 正是因为通过几次交战, 立下了一些功劳, 以至于后来铜冠飘了。 宋徽宗也对其很信任, 到金国联合大宋打辽国的时候, 交给铜冠指挥, 却是吃了连续的败仗, 才让金国发现原来大宋是一只菜鸡啊。 金国对大宋彻底起了侵略之心, 要不然, 金国可能畏惧大宋, 不敢随意攻打。 失礼之后, 引发了很多一系列的后果。 因为这个铜冠就成了六贼之一, 风评不太好。 此刻李刚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心, 还说了一连窜漂亮话, 说得很是有气势。 不过宋徽宗压根就没想过他, 便是道, 李爱卿不愧是我大宋之臣, 你这份心意正很欣赏。 不过此次镇压西夏关系重大, 还是要小心行事, 具体人选还需要商议。 听到这话, 李刚也不再坚持, 退了下去。 他也没抱希望, 毕竟他的职位不大, 也不像郑国公那样, 一句话, 官家就会听。 被反驳李刚也就算了, 他不过就是试试, 能行就行不行拉倒。 毕竟这么大事, 还真轮不到他。 这份差事虽然比较苦, 也是一次建功机会, 很多人不想去, 但想去的人多了。 还有一些官员摇摆不定, 他们想去, 又怕将事情搞砸。 这是一把双刃剑, 做好了, 可以升官得到重用。 做不好, 再想要起来就没机会了。 此刻高求, 站在群臣中, 他现在是打死, 也不敢去任何地方打仗了。 自己安心老老实实地 做促居就行, 他眼观鼻鼻关心, 爱谁谁的态度。 宋徽宗又看向蔡金, 蔡金毕竟是宰相。 宋徽宗有时候 会第一个问武侄, 有时候会最后一个问。 反正, 现在时间还早。 宋徽宗, 蔡金, 你觉得谁去比较合适? 武侄在旁边看着这一幕, 暗道, 怕是历史要在眼前发生了。 根据历史, 此次是同贯前去, 战胜归来。 蔡金恭敬站出来道, 陛下, 微臣觉得此事干系重大, 派谁去要胜之又胜。 按理说, 郑国公战功卓越, 之前收回燕云十六周, 后来又平定了梁山。 这次如果让郑国公去, 也能平定西夏。 不过郑国公毕竟在汴京, 还有很多事物要处理, 不能事物大小都要郑国公去。 微臣倒是觉得, 佟大人本身带领了一部分禁军, 有领兵的能力, 让他去比较合适。 蔡金说来说去, 说到了佟冠身上, 这一点历史倒是没有改变。 历史上, 蔡金可能觉得, 佟冠的确是合适的人选。 而现在, 他也没有推荐武侄。 他虽然想要看武侄走得, 越高摔得越狠, 但眼看武侄功劳越来越大, 他又有些想要左右这种局面。 他也担心武侄在掉落下去之前, 先将它给弄下来。 所以他灵机一动, 想要试一下自己能否左右官家的心思。 四周的人也很诧异, 没想到蔡金会推荐铜冠。 因为铜冠和蔡金, 其实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大家表面上都是很客气, 实际上心思各异, 都想要得到宋徽宗的信任, 巩固自己的地位。 大家都是竞争对手, 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如果蔡金想要强大, 应该是举荐他身边的人, 或者是自己的心腹。 他推荐铜冠,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 蔡金之所以这么做, 是不想让伍侄去。 伍侄去说不定又立下一功, 这样, 他的是太大了。 就怕伍侄在失大的时候, 将他给弄下去, 自己看不到伍侄从高处衰落的一天。 而推荐铜冠, 也不一定是为他好。 此事一旦失败, 铜冠就完蛋了。 也威胁不到蔡金, 若是铜冠成功了升官禁绝, 蔡金更是帮了铜冠。 怎么样, 蔡金都不会亏。 铜冠听到蔡金的话, 心中也是觉得意外。 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 可做也可不做。 做有立功的机会, 不做规避了失败的可能。 若是这件事情落在铜冠头上, 他也不会拒绝。 如果不是他, 他也可以很淡然。 听到蔡金的话, 宋徽宗点点头, 铜冠的确是有一些能力, 但他并没立刻下定决心。 而是看向伍侄, 我爱卿,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问到伍侄, 众人目光扫视过来。 他们知道, 如果伍侄要去建立军功, 可能就是伍侄去了。 宋徽宗比较依伍侄的建议, 蔡金目光略向伍侄, 不知道他怎么想。 伍侄, 陛下, 西夏之势, 只能胜不能败。 微臣以为童大人去, 自然没问题。 不过微臣进军之中也有人选, 我举荐岳飞担任监军。 众人对岳飞的名字很陌生, 没听过。 被举荐之人多少有一点官职, 这岳飞是什么情况? 众人面面相觑, 既然都不认识, 那就是一个无名之辈。 怎么能担当大人? 蔡金, 武大人, 岳飞是谁? 伍侄笑道, 岳飞, 是我禁军刚招的一名手下, 今年十八岁。 全场议论纷纷, 这么说来, 就是伍侄仗下的无名之辈, 或者说, 是他自己人了。 十八岁, 刚进入禁军, 就被伍侄举荐出来, 这谁能服? 蔡金的人觉得这不合适。 宋徽宗也没想到, 伍侄举荐的是新人。 宋徽宗, 我爱卿, 西夏之士关乎大宋。 你举荐的这个岳飞,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或有什么特殊才能吗? 宋徽宗并未直接反驳, 而是询问这些问题。 毕竟是伍侄举荐, 宋徽宗非常谨慎。 伍侄, 陛下, 岳飞并无战绩, 但他天生神力, 从小熟读兵法。 虽然现在年纪较小, 但以微臣的观察和眼光, 认为岳飞不但能胜任此次西夏之士, 且还有统帅之才。 不少大臣议论纷纷, 感觉伍侄, 这简直就是儿戏。 郑国公如此举荐自己人, 将大宋安危于不顾。 也许郑国公真有这样的把握, 那个什么岳飞能行呢? 但毕竟他没上战场, 这样的人怎么能担此大任呢? 大宋边境与西夏的事, 交给他一个少年, 这能放心吗? 众人不会武职说什么, 他们就信。 蔡金忽然发现, 这是一个很好打击武职的机会。 他明白这武职明显是想要提拔自己人, 仗着自己郑国公的身份。 这样的机会只能有一次。 一旦他失败, 以后在朝廷的影响力就会大减。 宋徽宗也可能觉得他胡来。 蔡金抓住了机会, 站出来, 陛下, 郑国公举荐岳飞去西夏监军, 微臣觉得郑国公行事谨慎, 他看中的人一定不差, 也许可以。 嗯? 武职有些意外, 这蔡金老贼居然帮着自己说话。 不过武职一想, 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啊, 摆明就是想要看自己掉坑里, 但他能吗? 武职暗想, 这蔡金老贼还真以为我是随便举荐, 以为我糊涂了呀。 那岳飞能是一般人? 即便他还没有经过多次的战争磨练, 但天生神力和熟读兵法的他, 对付西夏一帮边境兵马, 绰绰有余。 武职可没傻, 他不但不傻, 还知道岳飞领兵能力之强, 连金国都能打得屁股尿流, 一个小小的西夏算什么。 何况还不是整个西夏, 就是边境。 武职的目的就是要让岳飞去历练的。 是的, 其他人以为武职是找岳飞镇压西夏, 实际上在武职对岳飞的认可中, 要他过去只是历练而已。 若是满朝文武知道武职将这么大事情, 只是给岳飞历的, 不知道怎么想。 宋徽宗、蔡相, 你也觉得可以? 蔡经点点头, 陛下, 镇国公举荐的人自然是有能力的。 蔡经话风一转, 不过, 西夏之势重大, 镇国公举荐进军新人有很大风险, 若是没镇压住, 后果很严重。 若是武大人举荐的岳飞失败, 谁承担责任? 蔡经说到这里, 看向武职。 武职举荐自己人, 那肯定要承担后果的。 蔡经不可能让武职这么白白培养新人。 听到这话, 武职笑道, 依蔡大人所言, 西夏之势自然重大, 若是我举荐的人失败, 自然是我武职的罪过。 若是真失败了, 我武职亲自出马, 横扫西夏, 自然给陛下一个交代。 如果岳飞能镇压西夏, 如此年轻的将领, 便是我大宋之夫。 蔡经再次问道, 镇国公, 失败了, 你当如何? 蔡经想要武职用自己的官位, 作为担保举荐, 他在进行逼迫, 武职根本不了他。 古代有些大臣举荐人的时候, 要么用自己的官位, 甚至有的用自己的性命担保, 以此来换取陛下的信任, 一旦失败, 后果不堪设想。 蔡经明显打的就是这种主意, 但武职是谁? 武职根本不回话, 若是陛下相信微臣, 微臣保证岳飞一定能赢。 宋徽宗一挥手, 好了我爱亲, 朕相信你, 将那岳飞叫过来, 让朕看看。 满朝文武议论的时候, 宋徽宗让人去叫岳飞了, 很快进军中, 岳飞收到朝廷的人召唤, 他有些傻眼, 他正在训练, 得知消息赶紧跟随太监来到皇宫中, 顿时便看到了满朝文武扫尸过来疑惑的眼神, 这是当今官家吗? 岳飞看向上方一名略微有些发福的男子, 在靠前的位置站着年轻的郑国公, 岳飞, 参见陛下, 岳飞进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武职举荐了他, 这让岳飞难以置信, 到朝堂上他才知道这是真的, 他感觉郑国公胆子也太大了, 举荐他, 万一失败, 自己如何向郑国公交代啊? 他有点受宠若惊, 宋徽宗看向岳飞, 发现此人过于年轻了, 在接下来议论到西夏之事时, 岳飞也是不卑不亢, 说了自己对西夏的看法, 结果众人发现, 这岳飞分析的很有道理, 还在朝堂上说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应对之法, 就这样, 宋徽宗觉得岳飞还真是不错, 宋徽宗,岳飞, 郑国公举荐你去评西夏, 郑看在郑国公的面上给你一次机会, 将这次是关大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岳飞激动不已, 他就等着建功立业, 当然不会拒绝, 岳飞一定评了西夏, 不让陛下失望, 岳飞声音响彻朝堂, 年纪轻轻的声音却是底气雄厚, 质地有声, 就这样, 岳飞真的接了这件事情, 引得满朝文武的哗然, 同观也没想到, 这是居然落在岳飞身上, 不过他也没什么意见, 他不用犯险, 未必是坏事, 他更好奇, 这个岳飞如此年轻, 到底能不能成功, 郑国公此举是有些冒险的, 好不容易自己建立起来的影响力, 若是此次失败, 下次朝堂再有什么决策, 就会有人拿这件事情说是, 对武职很不利, 蔡金内心也是有些期待, 他的一帮人都等着看好戏呢, 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懂个屁, 怕是没见过真正的战场, 这样的人去杀敌, 那就是笑话,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郑国公太自信了, 他蔡金刚才只是说的好听, 内心可不认为岳飞能成事, 他倒是不怀疑武职, 但岳飞此人真的太年轻, 打仗不是说你有什么神力就行的, 那只是成为将领的条件之一, 还需要磨练, 历练, 哪有这么容易, 蔡金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武职有武职的看法, 根据岳飞履历中, 他刚参军就屡建战功, 可见此人就是天生的将领, 一个西夏边境兵马算什么, 就是郑国公给岳飞玩玩的, 他真正的战场可不是这里, 退朝后, 满朝文武因为这件事情还议论了好一会儿, 岳飞兼军是遭受人质疑的, 若非郑国公举荐, 此人根本没有进朝堂的资格, 更何况担任如此重要的事情, 不少人觉得岳飞运气好, 但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得看真本事, 此刻岳飞和武职回到军营中, 岳飞单膝跪地, 神色激动拱手, 郑国公如此提拔, 岳飞无以为报, 愿在战场上杀敌建功, 不给郑国公丢脸, 岳飞知道武职冒这么大风险, 举荐他去平定西夏需要很大的魄力, 一旦自己失败, 会连累郑国公, 岳飞也正需要这样的机会, 没想到机会是这样突降的, 一开始他的平台就是和西夏争战, 这可是一次天大的良机, 若是打得好, 他岳飞就能彻底成为将军, 也能让郑国公长脸, 但岳飞压力有点大, 这要是被西夏给打败了, 他怕是以后都没机会了, 所以岳飞内心也是万分的谨慎和忐忑, 武职笑道, 我之所以举荐你, 那是因为相信你, 你这次定然不会失败, 岳飞目光一宁, 郑国公如此看重, 让岳飞惶恐, 岳飞有一事不明, 为何郑国公如此信任我一个新人, 岳飞现在还没有什么战绩表现, 郑国公给如此机会, 他其实是想不通的, 武职道, 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天生的好将领, 你就不要多想了, 我武职看人之准, 普天之下没几个能超越, 我说, 你能行你就能行, 武职是穿越者, 他当然看得准, 岳飞闻言, 只有深深的感动和无尽的佩服, 就因为觉得看得准, 就举荐他, 郑国公心真大啊, 岳飞感动得双眼含泪, 心中暗暗发誓, 这次, 我受郑国公如此看重,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即便是死, 我岳飞也要死在争讨西夏的战场中, 我绝对不会让郑国公失望, 不辜负, 你对我的信任, 岳飞忽然双眼迸发出强烈的决心, 压力越大, 导致岳飞的决心也越大, 武职, 此次大军出发, 还需要准备一些时日, 我提前会安排人, 将武台神威二号运送过去, 给你助阵, 这只是助长你的实力, 真正能战胜西夏, 还是得看你的能力知道吗? 武职当然不会将所有的运气, 用在赌岳飞年少时候的能力, 神威二号可以增加一点成功率, 加上岳飞的能力, 就十拿九稳了, 毕竟岳飞是名将, 天生的统帅材料, 若是连个边境西夏都对付不了, 那才是笑话了, 即便他现在没有过多的战争经验, 但对于天才而言, 这重要吗? 何况岳飞早就已经熟读兵法, 内心已经推演了无数次战争的场面, 现在岳飞深知自己的使命, 所以他马上就要开始准备了, 尽管他不知道什么是神威二号, 只是听武职说是大炮, 具体如何他也不清楚, 因为神威二号此刻已经被武职安排提前运送了, 不然和大军一起出发会耽搁时间, 毕竟神威二号很大, 接下来武职向官家上奏, 拨给了岳飞进军五千, 梁山人马五千, 也就是说这次开拔军队有一万人, 这已经不少了, 从此地到黄川需要至少一个多月的赶路, 岳飞在汴京准备了五天时间, 带领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 武职有时候会观望, 发现岳飞不愧是天生的将领, 这些军队在他手中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强大的凝聚力, 虽然手底下很多人不服气, 但岳飞小小年纪就已经体现了那种将军的风范, 几天操练下来, 表现的指挥能力很强, 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严, 武职看来, 问题不大, 很快大军出发了, 临走前, 武职, 岳飞, 西夏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岳飞拱拱手, 神色严肃, 定不负郑国公所望, 此次岳飞前去, 定平定西夏, 随后, 岳飞带着人离开了汴京, 大军出发之后, 汴京中的许多百姓在茶楼中议论纷纷, 你们听说了没有, 咱们大宋, 边境黄川, 有西夏军队来返, 这次朝廷已经派人去镇压了, 是郑国公吗? 好不了好, 我听说不是郑国公, 好像是一个叫做岳飞的人, 岳飞? 这谁啊, 没听过, 这人能行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 官家怎么会交给岳飞的? 万一失败对我们大宋,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我也没听过, 但此人是郑国公推荐的, 什么? 郑国公? 是的, 据说岳飞是郑国公帐下的, 还是个新人, 你们知道他才多大吗? 多大? 十八岁? 这, 不可能吧? 十八岁当监军? 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 这不是胡来吗? 许多百姓都无法理解, 酒店一客人笑道, 岳飞虽然是新人, 但郑国公是谁? 那可是收回了燕云十六周的人物, 他举荐的人能拆? 如果失败对郑国公也会有影响, 我觉得郑国公不傻, 不可能举荐一个无能的人, 我们大可放心等消息就是了。 嗯, 说的也是, 话虽然这么说, 但也有失败的可能吧? 毕竟又不是郑国公清零, 即便失败了, 这不是还有郑国公吗? 不会有事的, 许多人点点头, 毕竟有郑国公在, 百姓内心也放心不少。 如果岳飞失败, 郑国公出马一定能平定, 至少局面不会太难看。 最近汴京很多酒店, 茶楼, 甚至是烟花之地都离不开这种话题。 而蔡京的一帮人也是如此, 他们等着看好戏。 蔡府中, 蔡京一帮朝臣聚集在一起, 蔡京冷笑, 官家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一着五职, 那个岳飞如此年轻, 若是他这次战事失利, 我看那郑国公还如何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 一招臣笑道, 蔡大人说的有道理, 战场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失败了可以重来, 两国战争一旦失败, 郑国公的名声在咱们大宋可就完了。 蔡京摇摇头, 那倒不至于, 不过他举荐的人失败, 以后郑国公的影响力就会逐步削弱。 对我们是好事。 诸位, 咱们就静等岳飞战败的消息传来, 看那郑国公如何应对。 来, 喝酒。 一群人在一起交流, 都是蔡京的一帮人, 利益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虽然有很多朝臣倾向于攀附五职, 但蔡京毕竟是宰相, 身边一些核心人物也不少。 他们交流的这些话题, 其实非常危险, 这要是传了出去, 官家定然震怒。 不过, 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说的都差不多。 他们喝酒交流, 哈哈大笑, 蔡京觉得五职身居高位, 怕是过于得到陛下信任, 有些忘乎所以了。 一个新人能打仗, 那不是笑话吗? 其实蔡京也想过, 怎么让岳飞吃败仗。 但是一来, 岳飞的人都是五职安排, 他插不上手。 二来, 万一被查出来, 只会引火上身。 再者, 那岳飞一个少年, 经历过几次战场, 他要是能打仗, 他蔡京还真不信, 最后一点, 是蔡京最放心的。 那五职虽然厉害, 总不能看人如此犀利吧。 另一边, 一处府邸中, 李刚也是叹息一声, 和同僚喝着闷酒, 官家不用我, 却是听了郑国公的话, 我居然连一个新人都比不过。 哎, 旁边一官员笑道, 李大人可不能这么说, 若是岳飞自己, 他连上朝堂的资格都没有, 谁让他有郑国公举荐呢? 若非郑国公, 那个叫做岳飞的人, 根本不可能当是监军。 说来, 郑国公此举有利有弊, 如果岳飞真的打赢了他, 就是慧眼十珠, 有识人的能力, 官家会更信任他。 若是他失败了, 郑国公也就不是万能的了, 我倒是觉得, 李兄没去做监军未必是坏事, 这其中风险很大。 嗯, 李刚点点头, 却也不再说什么, 他们只管等消息就行了。 朝廷中就是这样, 在利益面前, 他们担心的不是大局, 而是个人的计较得失, 若是他们自己去就希望能打赢, 若是别人去那就等着看笑话。 而真当国破家王的时候, 这帮人还不是要落得凄惨下场, 那时却也来不及了, 随着时间缓缓而去。 此刻, 在行军路途中的岳飞, 他一个年轻少年身穿盔甲, 带领一万大军。 第一次压力难免会有些大, 岳飞调整心态, 深吸口气, 知道此次只能赢, 不能失败。 失败, 他就死在战场上, 因为他没脸回去见郑国公。 郑国公如此信任我, 我不能给郑国公丢脸。 岳飞除了是因为郑国公, 内心也是想要报效朝廷, 或者说是为天下的百姓求得一份安稳。 凭了西夏, 立于大宋的稳定, 若是被西夏击败, 可能会引起附近敌国的觊觎, 引发一连窜的后果。 一个多月后, 岳飞便是已经到达了边境黄川。 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 已经发现黄川许多地方有战争的痕迹。 边境的士兵严防死守, 经过了很多次的厮杀, 死伤不少人。 他们来到城池中, 守城的人见到来人和将领之后, 立刻开门迎接。 岳飞一行人便是进入城中了解当下的情况。 在岳飞的旁边还有武松、 林冲、 鲁之身等人, 包括宋江他们。 这是武职特意安排。 为了增加岳飞第一战的成功率, 一名将领男子看到袁军来, 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拱手行礼, 监军大人, 目前黄川的情况非常危机, 幸好袁军来得及时。 否则再过几天黄川, 要失手了。 听到这话, 岳飞神色严肃问道, 这次西夏有多少人来犯? 将领男子道, 西夏有一万六千人来犯。 他们的人就在边境, 随时可能攻打过来。 昨天下午, 西夏人就进行了一场强攻, 弟兄们死伤不少, 勉强支持到他们撤兵。 将领男子脸上还有刀伤, 看样子也很疲惫。 不过他在刚开始的惊喜之后, 发现这次监军是岳飞, 一个年轻少年, 内心忽然感觉不可思议。 朝廷怎么派这么年轻的人, 过来镇压西夏? 他之前被援军道来的喜悦, 冲昏了脑袋, 非常激动。 此刻仔细打量之下, 难免有些失望。 他看岳飞旁边的将领们, 一个个都显得比较老臣, 威武, 恐怕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比岳飞强啊。 其实这种事情很正常, 岳飞这样的走到哪里都会遭受到人的质疑。 整个大宋知道消息的都是如此, 岳飞似乎察觉到这人目光中的一些情绪变化, 却也没在意, 一万六千人, 我们这次有一万人。 之前郑国公告诉他的情报, 西夏好像是一万两千人, 现在又增加了。 岳飞轻点了一番人数, 他带来的一万人, 加上守城目前剩下的两千多人, 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万两千人, 比对方少了四千。 岳飞压力虽然大, 内心依然有一定的把握。 岳飞, 郑国公的神威二号到达黄川没有。 守城将领点点头, 一个时辰之前, 郑国公的神威二号已经运送过来, 现在放在城墙上。 走, 去看看。 岳飞立刻带着人去了城墙上, 果然发现舞台神威二号大炮。 岳飞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家伙, 一看之下有些惊讶, 他抚摸着那铜色的巨大铜管, 这笔人还高的大炮, 视觉上很有冲击力。 这是大杀伤力武器啊。 岳飞看得心惊肉跳, 如果有这个, 他更有信心了。 神威二号是郑国公制作出来的吗? 岳飞问道, 负责神威大炮的队长点点头, 启禀大人, 郑国公商务司制作坊的所有大炮, 兵器, 连弩, 都是郑国公自己传授制作工艺, 属于郑国公制造。 岳飞亲眼所见这么大东西, 还是有些震惊。 还是郑国公制造的, 郑国公也太多才了吧。 光是看上去, 就觉得这东西不简单, 工艺, 色泽, 还有造型, 肯定是有严格水准的。 神威二号可以发射多远? 神威二号射程在一千米之外, 爆炸范围十米, 如果投入敌军, 可以一次炸死十几个人。 我们的炮弹准备充分, 有五百颗, 可以不断连续发射, 对敌军造成猛烈打击。 而且装弹经过, 郑国公改良比神威一号更快, 更容易。 嗯, 岳飞点点头, 内心对神威二号充满了敬畏。 大人, 除了五台神威二号之外, 郑国公还让我们运送过来了 十台巨型连弩, 可以十箭启发。 射程在七百米之内, 这人带岳飞, 来到不远处放置的连弩旁。 好家伙, 全部都是钢铁和木质搭配, 箭矢也是木质, 但头部却是金铁锻造的箭头。 箭矢长达一米, 比大拇指还粗。 岳飞将箭矢拿在手中, 打量发光的箭头。 太阳照射下, 箭头散发刺眼的光芒, 上面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粉末。 大人小心, 箭矢都是有毒的, 只要划伤, 必死无疑。 队长脸色一变, 赶紧提醒。 岳飞目光一震, 郑国公这次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精良装备, 岳飞此战, 必胜。 立刻传令下去, 整军准备随时待战。 是。 岳飞脸色肃穆, 接管了这里所有的兵器, 所有士兵进城驻扎。 现在膝下并未进攻, 一直到了中午, 他们也没动静。 他们似乎知道这边有了援军。 岳飞在军营中正在看边防图, 一般他们这种情况应该是防守城池。 岳飞目光闪过一抹金光, 若是膝下人迟迟不出战, 他们就要单个在这里, 每日消耗军粮。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西夏人还是没动静。 这天天未凉, 岳飞召集了武松、 鲁智深、 凌冲等人, 还有宋江、 卢俊逸、 李逵他们。 岳飞布置了一连串的作战计划, 准备马上就对敌军进行进攻。 凌冲一听, 有些惊讶, 大人此刻要出兵。 旁边卢俊逸、 宋江等人也是一脸意外。 岳飞点点头, 不错, 就是早上。 我们到达这里, 西夏那边以为我们不会主动出街, 即便攻打一般也是在晚上, 我便是要在早上进攻。 宋江、 大人, 我们还没有摸清楚西夏人的具体实力, 何不等他们攻城摸清他们的作战情况再做打算? 而且在城中防守, 有神威二号和连弩作为防守, 对我们不是更有利。 不便。 岳飞摇摇头, 想要摸清楚他们的情况, 只有主动出击试探才能知道。 至于神威二号和连弩, 也不能全指望这个领兵交战, 瞬息万变。 这些东西我们用得上, 只是先锋之战要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将神威打出来, 下次他们再来, 用神威二号和连弩给予更严重打击不迟。 事不宜缓, 立刻出发。 这, 嗯? 岳飞目光扫视在场将领一圈, 其余众人这才点头, 末将领命。 许多人都退下准备。 不少人觉得岳飞太草率, 岳飞毕竟是郑国公举荐, 当今官家任命, 他们虽然心中不以为然, 却也不敢违抗军令。 岳飞之所以如此, 实际上他来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 他表现出来的是临时决定, 以防止周围有人告密。 决定之后立刻执行, 即便有奸细也来不及转告。 当然, 存在西下奸细的可能性不高, 却也是岳飞不得不防备的。 他好似随意地决定, 实际上经过深思熟虑。 现在, 大军立刻出城行军。 西下人的驻扎地, 就在五公里之外的一处平原中。 平原四周有一条河流, 天色未亮, 只有一些微弱的视线。 众人来到此地之后, 岳飞并没有贸然进攻。 岳飞, 鲁之身, 你武艺高强适合冲锋, 我给你八百人冲入敌军扰乱, 一处击回, 主在扰乱而非杀敌, 待他们大军杀出来, 你便撤离。 我军主力会从侧翼对他们进行冲杀。 鲁之身点点头, 大人, 若是那敌军并未上当, 不追出来该如何? 岳飞闻言, 他们若是不追, 我军主力还是会进攻, 到时我们会合。 无论他们是哪一种作战策略, 我军突然袭击, 定然能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但这次主在试探, 不要和他们死战。 一次交锋, 并不一定要奋出胜负。 是, 你晚半炷香时间出发, 主力部队会采取迂回的行军路线, 绕到他们左侧, 时间一到, 你在全力冲击, 如果情况危急, 可以先撤离, 采取多次冲锋扰乱, 到时你们见机行事, 但切记不可恋战, 末将领命。 当下, 鲁之身立刻带着八百精锐骑兵, 停留原地, 而岳飞带领的主力部队, 则是朝着这边右方前行, 也就是西夏军营的左边侧翼。 此刻西夏军除了镇守的人之外, 一部分人在轮班休息, 岳飞的军队已经悄然前行到了侧方, 由于天色很暗, 距离较远, 所以他们根本没发现。 西夏军队的将领, 在岳飞到达之前, 就已经聚集商议过大宋军队的事情。 他们得到的一致结果比较乐观, 因为他们不认为一个年轻人能带领好军队。 这边的将领那是经历过很多战场洗礼的, 深知战场的凶险性。 他们也有退路, 打赢了他们可以继续攻占大宋其他地盘搜刮好处, 或者让大宋和他们谈判割地, 拿出弹劾的钱财平息战争。 若是打输了, 他们大不了撤军就是。 难道大宋还能找他们, 要什么不成? 大不了就继续打。 他们膝下知道, 现在大宋周边的辽国和金国打得一塌糊涂, 大宋在旁边也不敢贸然和他们大规模交战。 他们距离金国和辽国远远不如大宋境。 若是大宋出现了损伤, 金国和辽国说不定会趁机而入。 他们看中的就是大宋不敢轻易和他们全面交战, 想要捞取到一定的好处。 只是主将男子没想到, 他正在睡觉的时候, 忽然外面一阵乱哄哄的, 到处都是喊杀声。 随后便是有人冲进来禀报。 大人, 不好了, 大宋军队偷袭我们大营。 什么? 主将男子野利荣掺爬起来之后, 赶紧戴上佩刀, 立刻冲了出来指挥。 妈的, 这是大宋的骑兵? 野利荣掺一看前方军营中, 不少人骑着战马冲杀过来, 为首一个光头男子, 雄壮魁梧, 手持一杆铁蝉杖。 鲁之身用的铁蝉杖重达62斤, 不过那是之前, 武智给他专门打造了一杆重达130斤的铁蝉杖。 这种兵器中间是钢铁打造的长杆, 头部是中型的重型辅刃, 尾部则是一轮锋利的弯跃。 拿在鲁之身手中既可荡锤子使用, 又可以荡锋利的长刀横切, 砍杀。 尤其是鲁之身骑在披着战甲的马匹上, 还有他自己也身穿铠甲, 手持铁蝉杖, 威猛无比。 往往一个横扫, 被击中的膝下兵就会砸飞, 在空中吐血, 身体被切开好大一块, 当场击毙。 砰砰砰。 鲁之身一马当先, 万夫莫开, 遇到祖兰通通杀无赦, 将膝下士兵砸得到处翻飞, 根本就不是他对手。 他力大无穷, 勇猛无比。 而卢俊逸、 宋江、 李逵等人同样如此。 当然, 宋江在人群中因为这次他不是主帅, 所以他只能在后方领导自己的队伍, 不敢轻易冲锋。 好在他身边有猛将卢俊逸, 李逵等人守护, 战斗力也很强。 那野力荣山看到几个带头之人如此勇猛, 心中有些震惊。 知道朝廷派来的人都是狠人, 不过他仔细一看, 对方人马好像并没有多少。 野力荣山立刻下令, 将这群大宋的军队采取包围的方式歼灭。 是。 传令兵将他的命令带给手下将领, 膝下一万六千人, 对付这八百, 不是小菜一碟。 但是鲁之身, 凌冲也不是吃素的。 凌冲的长枪到处斩杀敌军。 卢俊逸一个横刺, 准确无误地将膝下骑兵的咽喉刺中, 将此人掀翻在地。 随着一个横扫, 右边的一个膝下骑兵也被震下马去, 随后被马匹踩死。 李逵凉板斧也是乱砍, 看似毫无章法, 威力却也不小, 主要是他们力气大, 力气大了之后自然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对方兵器与之撞击, 哪里是对手, 纷纷被斩杀。 就在众人形成合围之势, 要将他们包围的时候。 那鲁之身见到这种情况, 心里痒痒。 奈何阅监军有令, 他也要顾及一下全局, 尽管他还想要杀, 看情况不妙, 立刻让人撤离了出去。 他们朝着来时的方向急迟, 在包围之势, 在后方快要形成的时候, 杀了出去。 大人, 他们跑了, 要不要追上去? 这么快就要走吗? 叶利荣掺双眼微微眯起, 他身材高大魁梧, 正在思维要不要追击。 几个呼吸之后, 这些人只有数百, 应该是先锋队伍, 他们肯定还有主力。 若是我们此刻追杀出去, 他们的主力队伍定然会过来, 先不要追。 叶利荣掺让所有人都撤离回来, 任由那鲁之身等人离去。 鲁之身等人一看这些人没上当, 又冲了过来。 反正月大人说过, 见机行事, 他们再次冲过来, 西夏军队也再次想要消灭他们。 这帮狗东西居然还敢来, 将他们射死。 西夏军的弓箭手立刻准备, 凌冲等人立刻再次回撤。 好在他们身上有甲咒, 虽然有不少人还是中箭, 但更多的人跑出去了。 就在西夏人以为没事的时候, 忽然他们的侧翼猛然又杀出来了一对骑兵, 密密麻麻, 声势浩荡。 叶利荣掺剑撞冷笑, 这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快, 杀过去。 叶利荣掺带着人立刻朝着侧翼而去。 由于岳飞想要在他们追杀鲁之身等人去的时候, 袭击他们的大本营或者是从侧翼后方进行杀敌。 但西夏人并没有上当, 岳飞主力军队还是杀了过来。 带头的人是武松。 武松同样威猛霸道, 他拿的兵器是两把粗长锋利的金铁刀, 拿在手中乱砍。 即便对方长枪过来, 他也能将其批断, 非常的强横。 他们杀了不少人, 眼看情况不妙, 武松令人立刻撤离。 也就在这时, 爷利荣掺认为这就是岳飞的主力, 他疯狂发出命令, 杀上去, 将大宋主力军队一举歼灭。 本章完, 第233章, 烧毁粮仓。 三哥! 第233章, 烧毁粮仓。 三哥! 2022年2月13日作者, 于景天, 第233章, 烧毁粮仓。 三哥! 哈哈, 当然, 这岳飞还跟我们玩这招, 简直可笑。 若是我们将他们主力军队消灭干净, 他大宋的黄川就到我们西夏手中了。 旁边将领男子大笑, 野利荣掺摇头, 那岳飞终究太年轻了呀, 还妄想调虎离山, 如此小伎俩简直可笑。 一个十几岁的监军, 大宋派他来, 就是来给我们杀的。 西夏人看到武松等人被杀得屁股尿流, 朝着后方逃窜, 也是纷纷怒吼, 追杀了出去。 鲁之参等人也跑了, 西夏大军并没有追到, 武松等人已经来到城池下。 西夏人遥望武松的人, 其中一人问道, 到底哪个是岳飞? 野利荣掺青蔑一笑, 估计吓得跑到人群众了, 这么多人哪看得到此人。 西夏人不认识岳飞, 也没看到什么年轻人, 但他们还以为追击的是岳飞。 毕竟这么多人, 根据情报, 大宋援军也不过一万多人, 眼前差不多就是他们所有兵马了。 岳飞不在其中, 难道他没出城? 大概率也不可能, 也就在他们靠近城池的时候。 轰隆! 城池上的神威二号, 忽然对准了后方西夏军队, 就是一连五发炮弹。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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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人炸得血肉横飞, 震耳欲聋的声音惊天动地, 泥土混合着鲜血, 漫天散花飞射。 不仅如此, 城墙上的连弩, 羞羞羞的飞射, 每一次飞射都是密密麻麻, 高速破空的利剑, 呜呜地破空声, 洞穿在人身上, 可以轻易穿透甲咒, 甚至有的箭矢能连穿两人, 将人从马上射得掉落下来。 啊! 现场到处都是惨叫, 刚刚到城池西夏人, 就遭遇到了神威二号, 和巨型连弩的猛烈进攻, 死伤数百。 野力容差脸色大便, 不好, 快撤! 快撤! 这是大宋的武器! 妈的, 这也太猛了! 他们是故意将我们引到这里, 这下, 我们死了好几百人啊! 大炮的威力和箭矢的飞射, 甚至城墙上还有弓箭手也在拉弓, 导致西夏人根本就不敢过来, 立刻逃了回去。 然而, 就在他们逃出去的时候, 武松爆喝一声, 追上去! 杀! 武松带着八千人, 立刻再次回宫, 城墙上的人立刻停止炮轰。 当然, 那岳飞的人又追上来了, 该死!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猛的武器? 野力容差可是亲眼看到那大炮的威力, 刚才他差点被炸死了, 现在耳朵还嗡嗡作响, 他们被彻底打乱, 很多传令兵都被轰死了。 现在乱作一团, 只想快点回去, 但后方的追兵不断。 追到阵营面前的时候, 武松却是让大军停止前进, 他目光看向远处火光冲天的烈火, 嘴角笑了, 岳大人估计已经成功了。 大人, 那是什么? 火光! 我们营地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光? 而当野力容差等人冲回去的时候, 却是发现整个军营都已经烈火燃烧, 帐篷全部被烧掉了, 很多士兵睡觉的东西全部随着烈火燃烧。 野力容差看到这一幕, 脸色骇然, 不好, 他们还有一队人马, 刚才我们追击的不是岳飞, 他们还有人。 野力容差想到了事情的关键之处后, 悔恨不已。 他轻敌了, 他没将岳飞当回事, 没想到对方本来不多的兵马, 居然分成了三股, 双方人数本来就有差异, 那个岳飞居然敢分成三股, 还成功将他们粮仓烧了。 反应过来的野力容差没有了刚才的喜悦, 而是一股懊恼和自责, 他大喝, 快, 快就粮仓, 都去粮仓, 许多手下疯了一般地冲过去。 野力容差等人去看粮仓的时候, 却看到一座座粮棚已经变成了火焰, 里面的粮食全部被烧毁了, 来不及了, 好几十座仓库啊。 不, 野力容差双眼充满了血丝, 粮食一旦毁灭, 他们就完了呀, 快, 找到这些人马, 我要杀他们。 野力容差双眼血红, 立刻带着人搜寻, 然而此刻哪里还有岳飞的人影? 岳飞之前在侧翼, 派了武松作为领头人带着八千冲过来, 他自己实际上带着两千绕到了他们后方。 岳飞知道西夏主力军队不可能轻易出来, 所以还留了一招后手。 他带着两千骑兵观察到西夏的大军追击出去后, 便是立刻拿着火把将西夏军队的粮仓全部烧毁了, 然后迅速从侧方绕了回来。 登登登! 此刻武松看到远处平原上, 岳飞骑着马匹, 整个人神采飞扬, 带着两千人从远处和武松等人会合。 岳飞来到的时候, 武松、宋江、鲁智深、 吴勇等人都是面色感慨, 不得不佩服岳飞的策略。 当然, 他们粮仓已经烧毁, 大军没有了粮食, 西夏军队也完了。 这次我们大宋第一战赢了, 凌冲也是面色通红, 他们各个参与其中, 回去都有军功可赏。 谁能不激动? 嗯, 我们赢了。 岳飞也是松了一口气, 此刻才稍稍有所放松。 他兵分三路, 以一路为诱饵, 西夏主力不上当, 便是二路充当诱饵, 让他们误以为这是主力部队。 他们根本没想到, 岳飞还有第三路人马, 将他们粮食全部烧毁了。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粮食之重要是关乎生机的, 没有粮食还怎么打仗? 宋江、 卢俊逸等人内心激动不已。 这第一战他们赢了, 众人对岳飞不敢再小瞧。 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心思, 不简单啊。 众人的恭维, 岳飞也只是笑笑, 我所用的不过是最简单的兵法, 不足为奇, 怕是这西夏人太轻敌了, 才让我等所称。 若是他留下一些人手, 我根本不能得逞, 只能说我的运气好了些。 而不管是不是运气, 众人在第一战中也对岳飞有很大的歹观。 当然, 现在我们该如何? 无用问道。 岳飞双眼盯着前方, 西夏人已经不敢过来。 刚才的大炮和连弩让他们闻风丧胆, 哪里还敢来? 加上粮仓已经被烧毁, 很多士兵们内心产生了恐慌。 没有粮食, 他们这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 岳飞笑道, 现在他们没有粮食, 若是不走就会挨饿, 等他们毫无战力, 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将他们全部消灭。 他们有三个选择, 等粮食支援或者现在一鼓作气攻打过来, 剩下的就只能逃走了。 他们此刻怕是不敢攻打我们。 而不管是原地等待粮食支援, 还是立刻撤军, 失去了粮食其实已经不行了, 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岳飞, 等待粮食就是自取灭亡, 西夏大军根本撑不到粮食运过来的时间。 敢撤军, 我们就把杀上去。 现在, 派人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我们先回去。 岳飞并没有着急, 带着人回去了。 宋江问道, 监军大人, 我们何不一鼓作气, 趁他们军心已乱, 将他们杀掉。 岳飞摇摇头, 我们上去固然可以将他们杀掉, 但这只是之前的策略, 如今他们没有了粮食, 过一天, 他们就饿一天, 我们粮草充沛, 他们无饭可吃, 等他们虚弱的时候再出手才能保证我军完胜。 还有一句话他没说, 这次他岳飞来此, 可不是仅仅打这一场仗, 既然要打, 就打得惊天动地。 宋江点点头, 岳大人说的有道理, 宋江这群人对岳飞开始尊敬了, 内心也对郑国公看人的犀利眼光而佩服, 毕竟岳飞是郑国公找的, 可见他早就发现了岳飞的才能, 只是岳飞都没怎么打仗, 他是怎么看出岳飞有如此能力的。 要知道, 战场上对心理素质要求很高,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岳飞在一路军队诱饵没有奏效之后, 很快想出了第二种办法。 这种随机应变, 需要在极其冷静的情况下, 才能完成。 其实两军交战, 一些低级错误, 在事后往往能分析出来, 但事发当时人的脑子会混乱, 怕失败, 怕打不过, 怕死伤过多, 等等因素都能左右人的思想。 显然, 岳飞在这点上能保持冷静。 更重要的是, 岳飞是第一次上战场, 武执是怎么知道他有这种心理素质的? 他们想不通, 只能觉得郑国公料事如神。 对于岳飞的决定, 众人也没了意见。 实际上, 若是按照在场很多人的想法, 他们直接趁乱杀过去就完事了。 因为之前的看清, 结合岳飞的立功表现, 年纪的反差反而让他们更佩服岳飞。 他们内心也比较服从岳飞。 岳飞带着人回城, 内心感慨万千。 他没有辜负郑国公对他的信任。 岳飞暗暗想到, 不过现在还不能骄傲, 还得小心谨慎, 西夏只是粮食被毁, 大军犹在, 他们西夏有可能还会派出支援, 不能彻底解决此事, 我就不能算赢。 当前战况, 他也算有了一个对郑国公, 对朝廷的基本交代了。 这样的军功是需要立刻上报的。 尽管还没有彻底奋出胜负, 岳飞却是担心武职受到的压力过大, 所以已经派人去报消息去了。 此刻, 守城的将领男子带着一群小武官 恭恭敬敬地等着。 他们在城墙上隐约看到 远处火光滔天, 回来的士兵们士气高昂, 也猜出了什么。 恭迎岳大人凯旋归来。 守城将领男子拱拱手, 脸色喜悦。 岳飞解救了他们这帮人, 否则敌军破城, 他们会丢掉性命。 岳飞, 这次你们配合得很好, 西夏粮食已被烧毁,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跑不了, 大人神机妙算, 我等佩服。 男子道, 这次神威二号和连弩如将军所料, 果然派上了用场。 岳飞临走前, 吩咐过这件事情。 如果西夏军队过来, 便毫不犹豫地开炮和放出连弩箭矢。 他们也做到了。 大人, 我已准备好酒宴。 嗯, 此次我们也算有所收获, 是应该好好庆贺一下。 不过对于四周的情况, 还是要严加防范。 将士们去喝酒, 我就不去了。 岳飞招呼武松等人, 还有手底下的士兵吃肉, 他自己却没有。 他回到营帐中, 却是思维了一系列对西夏的进攻计划。 他并没有因为第一次战胜, 就木空一切。 第一次岳飞觉得自己存在侥幸的可能, 那就是对方太轻敌, 没将他这个少年放在眼里。 之后一定会更加谨慎。 岳飞在想着一些, 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将士们则是吃得快活。 议论的话题也离不开西夏人, 被他们打得屁股尿流之类的。 当然还有关于岳飞的作战计划, 武职举荐人的眼光, 还有他们建立军功的喜悦。 这次回去, 他们的资历会更深, 立功的人以后升官是很容易的。 第二天, 岳飞按兵不动, 他在等待机会, 派出了很多探子, 冒着生命危险, 去探查西夏那边的动静。 只要他们大军一动, 想要撤离, 岳飞绝对不会让他们轻易离开。 而西夏的人也将情况上报西夏朝廷。 这件事情不可能隐瞒得住, 一万多人要吃要喝, 野利荣摻尽管不愿意这种丢人的事情被上面知道, 但他也清楚, 若是真将这一万人折腾没了, 他死得更惨, 那就不用回去了。 回去也是死。 现在还只是粮食问题, 即时上报, 上面还会有援军过来。 只是他们才等了一天, 士兵们就受不了了。 首先, 没有睡觉的东西了, 很多都已经被烧毁, 其次粮食没了, 他们靠着仅存的一点点, 一顿就吃完了。 到了下午时分, 士兵们肚子饿了, 许多西夏兵都要吃饭。 野利荣摻此刻很是着急, 和旁边几个将领商议。 大人, 等消息上报, 到粮食派下来, 怕是最快, 也要二十天时间, 我们根本等不及, 留在这里不是明智之觉。 不如现在, 我们快点撤离。 野利荣摻也是头疼, 如今之际, 只能去附近的县城找点吃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能再耽搁了, 要是再耽搁等士兵们走不动, 连这点退路都没了。 野利荣摻很是纠结, 他不想就这样走, 不走还没办法。 所以无奈之下, 他们全军撤离了。 他们撤离得很小心, 是一批批撤离。 动静不大, 就是担心被大宋的探子发现。 只是, 他们还是小看了大宋的探子。 岳飞派了很多人打探情况, 加上地势平原有什么动静, 很容易发现。 当他们分批撤离的时候, 忽然, 岳飞留下两千人守城, 将剩下的一万人带出来, 追击而去。 城内他们不担心, 因为有神威二号, 一旦发生什么变故, 放炮出去, 方圆很远都能听到, 他们可以及时赶回来。 岳飞也不认为, 西夏人这时候还能回宫, 施展什么计谋。 岳飞的人追出去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着急, 就在后面慢慢地追。 武松道, 岳大人是想要拖延他们, 等他们疲惫的时候才出击吧。 岳飞笑道, 他们现在身体饥饿, 拖一顿饭的时间, 加上赶路必定更饿, 到时消灭他们能最大程度保留我军的完整。 岳飞并不急功近利, 若是换个人, 此刻早就杀出去了。 此刻野利荣禅的大军不断地逃窜, 后方岳飞大军追击, 却不攻打。 野利荣禅也知道岳飞是什么意思, 可他们没办法, 这岳飞是想要拖死我们。 可我们也不能和他们硬碰, 说来因为这次粮食被人烧毁了, 不然我们大军总会如此狼狈。 若是之前, 主帅留一些人马照应营地, 也不可能是这个局面。 一将领很是不爽, 有些埋怨的意思。 野利荣禅听到这话, 有些恼火, 住口。 之前追杀岳飞那群人, 也没见你们提心本将, 现在说这些有何用? 谁再敢乱说, 军阀处置。 其余人听到这话, 却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们是小兵小将, 野利荣禅才是这次西夏主帅, 主将自己不顾后果跑出去, 现在倒责怪他们起来了。 他们若是适事考虑周全, 还需要他当将领。 将领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还不是一切听将领的, 谁知道犯这么大错误。 他们继续赶路, 后方岳飞也不着急。 明显看得出来, 西夏军队是朝着附近一座城池而去。 在岳飞看来, 他们若是要到附近的城池去, 怕是越靠近, 他们距离死也就不远了。 因为岳飞绝对不可能让他们进城。 不多时, 到了天色渐暗的时候, 前方出现了一座城池。 野利荣昌看向后方依然跟随的大军, 吩咐道, 快, 先派人过去通报, 让他们开城门, 到时我们全力冲进去。 一旦我们进城, 岳飞就抓不到我们了。 很快就有小兵先一步走了。 不过后方的岳飞, 看到前方西夏城池隐约出现, 便是下令道, 时间差不多了, 这帮西夏大军已经饿了一天, 身体没有力气, 此刻正好消灭他们, 若是远处城有援军, 附近的城池大部分军队都调动了过来, 没多少兵力。 这也是岳飞敢这么跟来的原因。 前面就是西夏一城, 先攻打西夏大军, 杀! 杀! 随着岳飞一声令下, 大军忽然加速追击, 很快就追上了这群疲惫的士兵。 要知道, 这群人可不仅仅是人恶, 他们的马屁也没有吃的, 又经一路的赶路早就已经不行了。 反观岳飞的人马都是吃饱了之后追赶, 现在他们一点也不饿, 反而精神十足, 马屁也是, 一个加速冲锋将西夏军队追上。 杀!杀了他们! 当下, 双方大军很快厮杀在一起, 顷刻间西夏大军人仰马翻, 惨叫连连。 西夏人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 被岳飞的人马杀击一般, 导致岳飞的兵马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或者说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西夏的人很快不是对手, 野利荣掺担心的问题还是来了。 岳飞进攻, 他们抵挡不住, 转眼就被杀了三百多人。 此刻前面报信的已经到达城池, 但守城的人看到这场面根本不敢出来。 他们才多少人, 对方多少人? 再看西夏大军根本没战斗力, 这要是出去, 搞不好自己性命也要丢掉不说, 城池也要丢掉, 所以他们只能看着。 野利荣掺眼看自己这边的人全部要葬送, 悔恨不已。 他此刻才看清楚那岳飞是何人。 岳飞手持长枪, 在他背后还有弓箭, 此刻他更多的是拿着长枪杀敌。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 面孔上充满了对敌军的杀机。 而且岳飞天生神力, 一枪之下, 将一个西夏士兵给洞穿, 举了起来甩飞出去, 将远处击匹马上的士兵击倒。 野利荣掺下坏了。 好大的力气。 此刻他想要逃走, 根本无心恋战, 他作为将领, 多少还存了一点尸的, 他挨饿的程度比其他人轻, 所以跑得很快。 只是他想要跑, 根本不可能, 忽然那武松冲了过来, 直接一刀。 此人脑袋当场飞起, 人掉落马下, 被武松斩杀了。 经过一段时间战争, 很快西夏人杀了一大半。 你们主帅已死, 若想活命, 扔掉手中兵器, 投降着不杀。 就在这时, 岳飞的声音响彻, 旁边的几个传令兵, 也纷纷骑着马抱贺。 听到这话, 西夏人本来就没什么战役, 纷纷扔掉手中兵器, 跪在地上投降了。 看着跪在地上的人, 又看了看远处的城池, 岳飞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传令下去, 大军再次驻扎, 将粮草也运送过来。 旁边宋江难以置信, 大人这时, 岳飞, 我要在这里扎营, 和那西夏人在大宋黄川边境扎营一样, 本将要攻打西夏边境的议程。 此言一出, 旁边不少人纷纷变色。 如此一来, 岳飞此次带人过来, 就不是镇压边境西夏, 而是要开始攻打他们, 占领他们的地盘了。 他们西夏打我们, 我们照样可以打他们。 岳飞道, 若是攻了这座城池, 再攻下西夏其他几座城池, 到时大宋朝廷必然震动。 而西夏那边定然害怕, 会派人和我们弹劾。 岳飞的决定, 让全军沸腾。 他还真不是说说而已。 很快, 大军就在城下驻扎, 这可将对面的人给吓坏了。 西夏留下来的俘虏, 岳飞给了他们吃的喝的, 等会攻城的时候, 这些人就是炮灰, 替他们送死的。 一旦拿下这座城池, 消息传回汴京, 一定会惊动朝廷。 他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镇国公的眼光没错, 他岳飞是能行的。 现在天色渐晚, 他们没有攻城, 而是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 岳飞不知道的是, 之前第一站的消息, 快马加鞭已经传回了汴京, 而武侄和往常一样, 每天早晨都会上朝廷听现在大宋的情况。 至于岳飞那边的情况, 其实武侄也是不知道的, 毕竟两地相隔很远, 消息没这么快。 今天早晨, 众臣商议了一些事情, 蔡经一帮人时不时的还会拿出镇国公, 举荐岳飞少年平定西夏的事情。 宋徽宗也没在意, 好了, 镇国公举荐的人一定不会有错, 你们不要再吵了, 宋徽宗也是有些心烦, 这帮人整天嗡嗡地吵, 文言, 一帮蔡经的人才消停, 但他们每天都会遇到这件事情, 现在他们说的越是严重, 一旦岳飞战败, 到时候官家就会发现, 他们是对的。 宋徽宗越是维护武侄, 等他知道错了的时候, 就越是会对武侄失望。 面对这一切, 武侄并未在意。 无论这些人说什么, 武侄都相信, 岳飞在边关的表现不会太差。 而且, 这事也急不来, 毕竟行军到边境黄川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过去后大军还需要休息, 之后在那里和西夏的军队小规模摩擦, 战斗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有结果的, 急也没用。 然就在这时, 朝廷外面, 一人风急火燎地跑过来, 跪在地上来报, 启禀陛下, 边关捷报, 岳飞第一站烧毁西夏军营全部粮仓, 此人声音很大, 显得异常激动和欢喜。 这人急匆匆过来禀报的消息, 听到这话, 让满朝文武彻底哗然。 什么? 烧毁了西夏粮仓? 这粮食的重要性, 谁不知道, 大军的粮食若是被烧毁, 就等于战败了。 那岳飞才过去多长时间, 就烧毁了敌人粮食。 宋徽宗精地站了起来, 脸色狂喜, 快, 给朕细细说来。 这人道, 启奏陛下, 岳飞到达黄川不久, 便在清晨对西夏军队发动了偷袭。 岳飞兵分三路, 将敌军引出大营, 自己带两千人马, 将敌军粮仓全部烧毁。 现在西夏大军已经断粮, 他将岳飞如何作战的情况, 全部说了出来。 其中包括这边的消耗, 斩杀的敌军数量。 最重要的是, 粮仓被烧, 西夏基本完了。 满朝文武, 即便不会打仗的文官, 也知道岳飞此战胜了。 所有人沸腾。 岳飞一个少年, 居然将敌军粮食烧毁了, 首战就有如此辉煌的功绩, 这可了不得啊。 对啊, 西夏军没有了粮食, 这不等于全军覆没了吗? 黄川那里是边境之地, 西夏那边的城池和边境有一段距离, 岳飞既然已经烧毁了他们的粮食, 万万没有让他们逃走的可能。 许多朝臣很是激动和喜悦。 蔡经听到这个消息, 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郁闷。 这么说来, 郑国公举荐的岳飞还真有这样的能力, 不但没战败, 还打赢了。 蔡经表面上装作一副高兴的样子, 内心却是有些低沉和震惊, 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个十八岁的少年这么厉害吗? 不少朝臣看向郑国公, 曾部站出来笑道, 陛下, 看来我们郑国公举荐的岳飞, 很有能力吗? 岳飞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领军之才, 这是大宋之幸啊。 郑国公也颇为眼光, 为大宋挑选了一名人才。 宋徽宗笑了, 我爱卿, 郑果然没有看错, 诸位爱卿, 现在你们没话说了吧? 陛下英明。 许多朝臣, 或者是之前不同意郑国公举荐之人的大臣们, 都无话可说。 你说人家推荐岳飞一个少年是胡来, 陛下还真的听了郑国公的话, 有点昏君的趋势。 结果呢? 人家郑国公举荐的人, 第一天就战败了西夏大军。 这份功绩, 即便是战争多年的老将领, 也未必能如此神速吧。 关键岳飞还如此年轻, 还是他的第一战, 可见此人的能力, 若是再多打几次, 怕是更加得心应手, 会形成一股恐怖的军队实力。 武执也是有些高兴, 岳飞不愧是抗金名将, 能将金国占领数十周的人物, 即便是年少, 也不是一般将领可比啊。 武执暗暗想到, 这次自己没有赌错, 将岳飞找来是极为正确的。 这一下, 宋徽宗更加相信武执了。 而蔡金的一帮人此刻也都闭嘴了, 脸色羞愧。 他们之前反抗得多么激烈, 几天在朝堂上不停地拿这个事情说, 现在他们就有多惭愧, 毕竟他们口口声声说岳飞不行, 结果人家比谁都行。 这不是打脸吗? 反观郑国公一直都是气定神贤, 似乎早有预料。 宋徽宗, 岳飞此人若非郑国公举荐, 朕还不知道他的能力, 现在朕看到了岳飞的实力, 有他在, 朕也放心了。 吴爱卿, 这次胜利吴爱卿你功不可没啊。 武执笑着说了一些客套话, 那是陛下英明, 有魄力任命一个新人, 微臣不过是举荐而已, 真正下决定的还是陛下, 这次胜利是陛下的决策导致, 与微臣关系不大。 相信再过不久, 岳飞还能再见军功, 陛下也可安心了。 宋徽宗很是高兴, 西夏之士有岳飞在阵, 的确放心了。 岳飞此次回来, 朕一定要设宴好好庆贺一番。 原本对郑国公的各种质疑, 此刻也都消失了, 换来的都是一些郑国公慧眼之类。 而这个消息, 很快也传遍到了汴京, 汴京的百姓们都聚集在一起, 岳飞将西夏粮食给烧毁了。 厉害啊, 他才十八岁打仗这么厉害, 这是天生的将领啊。 谁说不是呢, 也不看此人是谁选出来的, 郑国公啊。 嗯, 郑国公这眼光挺毒辣的。 那岳飞听说, 还没真正上过战场, 就能有如此表现, 怕是以后是我们大宋的一员猛将了。 许多人议论纷纷, 此刻严服工, 宋徽宗和武侄在一起喝酒。 宋徽宗举杯, 武兄, 我敬你一杯。 这次西夏之士传来好消息, 我也能睡个好觉了。 宋徽宗虽然是个昏君, 但是对于边境的战争他也是很关心的。 毕竟这关乎大宋。 赵兄客气了, 武侄喝了一杯酒。 期间, 宋徽宗不断说着武侄眼光多厉害之类的, 武侄也打皮球一样扔给宋徽宗, 说是他的功劳。 总之, 你信任我, 你就是英明。 毕竟他武侄举荐的人, 宋徽宗听从之后的确有了效果。 有了这件事情, 怕是以后武侄在朝堂中的话语权更重了。 若是有一天战士, 武侄推荐一个老妇女去当大军统帅, 怕是宋徽宗都会听从。 宋徽宗想的是, 只要平定了西夏, 稳定边境他就满足了。 他跟武侄透露了自己的心声。 武侄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金国和辽国战况他们比较关心, 西夏暂时没放在心上。 只要西夏打退就好了。 在这一点上, 两人倒是想得差不多。 只是武侄也没想到的是, 才平静了二十天。 这天再次上朝的时候, 众人商议完事情就准备离去。 这时, 宋徽宗站起来准备回延复工了。 忽然有探子过来了。 启奏陛下, 捷报, 黄川捷报。 听到这话, 不但是宋徽宗愣住了, 满朝文武都停住了脚步。 武侄也朝着那人看过去。 宋徽宗, 快说。 这人大口踹气。 旁边有朝臣很激动。 快, 是什么好消息? 来人赶紧道。 启奏陛下, 岳, 岳飞已经消灭驻扎在边境的西夏军, 主力军队斩杀大半, 俘虏西夏三千多人。 岳飞胜了。 听到这消息, 就如同一颗巨头扔入湖中, 震荡起了巨大的波涛。 西夏军败了, 被岳飞打败了, 俘虏了三千多人。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之前只是粮食被毁, 大军还在, 虽然大致也会被消灭, 但真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满朝文武哗然。 纷纷感慨这个岳飞, 还真能耐啊。 这, 宋徽宗脸色爬满了惊喜, 武侄一愣, 内心也是有些欣慰。 终于解决了吗? 武侄笑了。 然而, 那人继续道, 陛下, 岳飞大军消灭西夏军之后, 将西夏边境一城一个十城攻破。 什么? 听到这消息, 众人再次神色震动。 这人又接着道, 接下来二十天, 岳飞带领军队, 又攻破了西夏的建城, 康城, 安元城, 算上之前的一城, 一共是四城, 岳飞并未停留, 现在已经打到西夏深处, 准备攻打岳城。 由于岳飞的军队, 是孤军深入, 他也没让人上报军情,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 在他连续不停攻占城池之后, 一直打到安元城的时候, 才让人回去上报了情况。 这个消息, 已经让大宋朝廷地洞山摇一般震撼着每个朝臣的内心。 宋徽宗面色骇然, 这, 武侄也是眨巴着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他知道岳飞很能耐, 这也太快了吧, 才几天啊, 岳飞这是马不停蹄, 跟车火药一样连功啊, 关键是, 他还真给打下来了。 这, 出乎意料, 绝对出乎武侄意料之外, 他想的是, 岳飞顶多攻下一城,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即便没攻下, 那也击退了西夏立下大功, 这件事情就很完美了。 好家伙, 岳飞真猛啊, 将西夏打退, 就很牛逼了, 结果人家岳飞, 直接一口气攻下了四座城池, 现在双方换了立场, 之前是西夏侵占他们, 扰乱他们的边境, 现在换成了他们大宋的岳飞, 扰乱他们的边境。 不, 这已经不能说是扰乱了, 岳飞连续攻下数座城池, 这可了不得, 按照这种速度, 西夏是很危险的。 满朝文武对岳飞的战力感到震惊, 这已经不是平定西夏的问题, 而是在攻打西夏。 反客为主, 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圈, 岳飞如此神勇, 朝廷继续让他去攻打西夏, 会是什么结果? 宋徽宗此刻激动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作为大宋官家, 听着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之前西夏是他的烦恼, 现在西夏在岳飞带领攻打下, 却变成了他们大宋的优势。 宋徽宗忽然觉得岳飞此人虽然年少, 却已经显现出一代神将的资质。 众大臣也是对岳飞颇为敬佩。 宋徽宗多次赞扬武智的眼光, 就连蔡金一帮人也不得不佩服武智挑选的监军, 实力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蔡金老贼的眼睛看向武智, 不明白武智为何如此神机妙算。 他怎么知道岳飞能赢? 震动之后, 宋徽宗狂喜道, 诸位爱卿, 岳飞已经攻打了西夏四座城池, 接下来诸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是继续打, 还是让西夏的人过来谈判赔偿的问题? 蔡金站出来, 陛下, 既然岳飞如此神勇, 西夏人已经知道错了, 我们可以让他们赔偿, 并且对西夏进行碎壁收纳。 嗯? 宋徽宗点点头, 又看向其余人, 又一人站出来, 微臣觉得岳飞能有如此表现, 那是因为郑国公举荐, 陛下圣明, 才让他去当了这个监军, 不如听听郑国公的想法。 宋徽宗也点点头, 问了伍直。 伍直, 陛下, 如果岳飞继续攻战, 西夏定然会开拔权力抵抗岳飞, 进行大面积交战, 会对大宋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赢了, 金国和辽国一定会忌惮, 若是他们知道大宋如此强横, 最后可能联合起来对大宋。 宋徽宗点点头, 吴爱卿觉得应该如何? 伍直, 我们既不退兵, 也不停止, 要让西夏的人过来弹劾, 这样我们才更占据主动权, 到时候让他们多赔偿一些土地物资给我们。 我们不能和他们大规模交战, 以免消耗战力。 等我们大宋养金蓄锐, 消灭了金国和辽国, 再一举消灭西夏。 伍直采取的是保留实力, 只要击溃了辽国和金国, 足够让大宋版图扩张, 缩刮无数两国的财富了。 至于西夏, 赔偿封后他们可以停兵, 若是不妥协那就继续打。 虽然现在打西夏并不是很明智, 但他们不可能白白放过西夏, 总要给点教训。 宋徽宗笑道, 吴爱卿的意思是让西夏的人主动过来找我们弹劾, 他们不同意就继续打。 正是。 好, 朕即刻传令岳飞, 让他继续打, 西夏人受不住的时候, 朕在和他们谈。 宋徽宗点点头, 此刻, 便京城。 许多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次的事情, 他们大宋打了圣仗, 还攻占西夏多座城池, 绝对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不少人开始流传岳飞的名声, 也有很多人议论郑国公举荐贤能, 为大宋立下天大的功劳。 若非郑国公, 岳飞至少年少时期要被埋没了, 搞不好朝廷就失去了一个人才啊。 许多百姓津津乐道, 此刻, 蔡经和一帮朝臣聚集一起商议。 蔡经, 这次我们失算了, 谁能想到, 那岳飞能做出如此战绩。 郑国公厉害也就罢了, 他随便推荐一个人都能占下如此功劳。 这些蔡经的人受到的打击很大, 武职现在越发受到官家看重, 若是武职以后成了一盐堂, 以后他们还能做什么? 他们有一种危机感, 武职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便提拔个人都如此厉害, 蔡经等人完全斗不过武职, 打仗他们根本不行, 让官家看重, 他能有武职制造神威大炮, 精良兵器, 还有收回燕云十六周来的强烈吗? 他蔡经顶多就是给官家修建万岁山而已, 但这是哪有这些来的震撼? 武职做的事情都是强大大宋, 巩固江山, 让宋徽宗越发放心的事情。 他顶多就是满足宋徽宗一些小事罢了, 以前他能轻易利用嘴皮子, 将他的敌对大臣搞下去, 因为宋徽宗之前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自从有了武职之后, 他感觉事事都不对劲, 事事都是不上理, 感觉自己和武职的作用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武职功劳一件件, 他作为文官, 根本做不到武职做的事情。 所以, 官家看重武职, 信任武职, 对他菜经就冷落了, 他们也只能摇头叹息。 反观武职, 最近却是喜上眉梢, 见件事情都比较顺心。 出了皇宫后, 曾部还特意邀请武职去了他的府邸, 一处古生古色的庭台中, 曾部给武职倒茶, 笑道, 郑国公如今影响力在朝廷与日俱增, 那菜经已经不能和你比较了, 怕是在国不久, 那菜经的宰相之位, 怕是要落在你头上。 听到这话, 武职笑道, 老师, 弄掉菜经我倒是不着急, 我关心的主要是金国和辽国的局面。 嗯, 曾部文言点点头, 随后笑道, 现在你可不要再叫我老师了, 我虽然身为宰相, 但郑国公已经今非昔比, 就不要折杀我了。 曾部现在对于武职是很佩服的, 他也知道, 眼前的这个青年, 不再是以前那个考场的书生了, 而是摇身一变, 成为了大宋举重若轻的郑国公。 一系列的功绩, 每一件常人想要做出来都难, 不说其他, 就说贱言岳飞之事, 就是大功一件。 何况, 现在武职还是太子太父, 身份地位都很高。 未来那菜经的宰相之位, 如果也被武职得到, 地位更不得了。 两人核查中, 曾部对武职的态度已经不再是老师和学生的那种。 实际上, 在之前武职收回燕云十六周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而且, 曾部现在可谓是非常得意, 和武职这样的人在同一条船上, 现在菜经奈何他不得。 因为只要菜经说什么, 他武职一句话, 宋徽宗就可以不听菜经的。 这段时间上朝, 菜经也没少拿曾部说事, 但那又如何? 只要武职站在他这边, 宋徽宗不可能对曾部如何。 反而是最近菜经表现平平, 宋徽宗对他已经没什么太大指望了。 宋徽宗甚至已经在考虑这个宰相人选, 是否有武职担任比较好。 对于曾部的态度变化, 还有不称呼老师这个问题, 武职其实并未介意, 曾部也算是他的引路人。 但曾部却是坚持自己的态度。 因为武职地位越来越高, 自己在挂上的老师的名头未必是好事。 何况他对于武职也并非有多大的恩情, 没有他曾部凭借武职的能力照样能起来。 这也是曾部觉得受不起的原因。 见状, 武职也没强求, 称呼也仅仅是个称呼。 和曾部交流了一会儿后, 武职便是回去了。 回到府邸后, 府邸中的人也早就听说了一些消息。 潘金莲在院落中休息, 看到武大郎过来, 老爷, 潘金莲在外人面前会称呼武职老爷, 在房间这则是喊大郎。 武职笑道, 你不要到处乱动, 好好修养身体。 潘金莲身穿蓝色的长裙, 长发散落, 虽然目前怀孕了, 但看不出什么, 潘金莲身材修长, 缓缓走来, 一脸笑意。 老爷, 听说你举荐的岳飞在边境打上仗了呢。 武职笑道, 嗯, 这消息并不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事情, 很快就传开了。 汴京毕竟是皇宫附近, 现在汴京的百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潘金莲婉转一笑, 前些日子我还担心呢, 现在好了, 之前汴京很多人都在质疑老爷举荐岳飞有些不妥, 现在汴京那些人都在说老爷的好话呢。 武职点点头, 这种事情很正常, 你做出了成绩, 人家就会敬佩。 若是这次岳飞失利了, 大家可就不这么说了。 但岳飞怎么会战败呢? 岳飞可是整个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 那是一般人吗? 金国那些大将领都不是岳飞对手, 西下一个边境的小五官, 哪里是对手? 此刻, 李诗失也一身白衣从里面走了出来, 岳飞战功越高, 对老爷的名声就越大。 此次老爷推荐岳飞, 更能让官家看到老爷的能力, 而且还培养手下的人。 听到这话, 武职点点头, 我就是有意提拔岳飞, 让他成为我的得力助手。 毕竟金国辽国正在战斗, 我们大宋这几年没什么领军之人, 岳飞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武职和李诗诗, 潘金莲在院落中, 反正闲来无事, 很多事情武职都是让手下人去做, 他们就在院落中聊天, 晒太阳就行了。 几把椅子在这里, 众人聊得倒是很开心。 这也是武职想要培养岳飞的原因, 不然他就要去边境去打仗。 举荐岳飞, 岳飞越能他坐着就可以得到名声功绩, 还顺带培养了岳飞。 岳飞可是他力派众议, 冒着很大风险举荐的。 岳飞此人秉信好, 手底下这样的将领越多, 武职就越轻松。 这段时间武职培养了不少工匠, 还有商务司生意上的很多事情, 都交给手下人去做。 自己在家里倒也自在。 潘金莲, 老爷, 岳飞战胜, 老爷也松了一口气, 不如咱们庆祝一下吧。 上次弄的那个烤鸡翅, 我还想吃。 嗯, 武职点点头, 这的确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于是, 武职便去了一趟厨房, 在系统中购买了一些东西, 准备放松一下。 系统中可以购买的东西很多, 就是一些小玩意也能买到。 系统点开, 武职脑海中密密麻麻的界面呈现, 买了一点烧烤要用的材料, 然后在一个烤架上开始用煤炭烤吃的。 李诗诗拿着一根白色的东西, 老爷, 这是什么呀? 武职, 这是金针菇, 再放一点烧烤佐料, 味道还不错, 等会你尝尝。 李诗诗看着烧烤架上烤着的各种奇怪东西, 也是有些好奇。 武职的烧烤架可不是自己做的, 是在系统中购买的标准烧烤架。 上面放着辣椒, 金针菇, 鸡翅, 香肠等等。 烤完之后, 放上一些特有的烧烤佐料, 反正武职有系统这些都方便, 陪着自家人在院落中吃吃喝喝, 也是非常愉快的。 嗯, 这金针菇不错。 李诗诗也尝了一些, 咧嘴笑道, 就是有些辣辣。 武职, 辣才好吃, 还有这香肠也尝尝, 刚烤好的。 武职用竹签拿着一根香肠递了过去, 李诗诗盯着香肠打量, 闻着很香, 他拿着放在口中咀嚼了一下, 味道非常独特。 庞春梅也尝了一下, 小脸惊喜, 老爷, 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些稀奇东西呢。 老爷, 汴京好像没这些东西啊, 你怎么弄来的? 庞春梅吃了一根香肠后, 很是好奇, 他又吃了一根, 除此之外, 还有鸡翅, 鸡腿之类的。 武职的夫人, 几个小妾, 小脸, 老爷这鸡腿好吃。 小五, 我喜欢金针菇, 还有这韭菜也很好吃。 小五拿着烤好的韭菜, 吃了好几串。 武职笑道, 小五, 这韭菜可不能多吃。 为啥啊? 小五疑惑道, 韭菜挺好的呀, 为什么老爷说不能多吃呢? 武职笑道, 因为韭菜是刺激性的东西, 吃一点没事, 可不能贪多啊。 吃多了, 身体会不舒服。 刺激? 刺激身体的吗? 小五眨巴着眼睛。 你还小, 不懂, 以后就知道了。 哦, 小五点点头。 潘金莲看着他们吃, 自己也尝试了一些。 不过武职没让他吃太多。 毕竟潘金莲怀孕了, 少吃一点倒是没事。 一家人在院落中关门, 在罪内院其乐融融, 吓人们则是在外面。 当然, 小蝶小五严格来说也是吓人, 不过由于他们, 是最早跟着武职的。 武职也没将他们太见外, 毕竟两个小丫头太小了。 不过吃归吃完归完, 小蝶小五很懂事, 在伺候夫人潘金莲上也很周到。 这几天武职闲来无事, 除了上朝再去商务司看看, 主导一下辽国金箔使者购买兵器的事情之外, 都会在院落中陪着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对潘金莲非常好。 潘金莲怀上了武职的骨肉, 武职格外关心。 这个事情, 李诗诗, 庞春梅, 即便是护三娘他们, 也知道了。 也是比较羡慕, 也希望给武职生一个儿子, 这样他们地位可以提升。 说来护三娘虽然是武职的小妾, 但她不是经常在府中。 她在军中还有职务, 被武职安排了一个武官, 管着几百人。 算是对她的一种磨练, 以后都能用得上。 这天, 和夫人小妾们在府中游玩一会儿后, 武职便回到了房间。 武职想到自己属性的增长, 应该要消费一点了。 她的属性每天都在增长, 尤其是最近岳飞成功后增长不少。 她现在的属性值至少有两万四千点。 武职打算先将属性加在存储空间上。 她的属性已经很多了, 还不算之前武职研究东西购买的各种打造图, 技术领悟之类的花费。 不过升级存储空间一立方米, 需要五千属性, 倒是有点吓人啊。 武职点开系统后, 点开存储空间, 还是将其提升了。 哇, 包裹空间提升一立方。 哇, 包裹空间提升一立方。 武职的空间到现在有三立方米了。 武职打量了一下空间, 四周黑乎乎的看不到什么东西, 面积倒是有了一点, 可以装很多东西。 再看属性现在还剩下一万四千。 哇, 包裹空间提升一立方。 哇, 包裹空间提升一立方。 武职又花费了一万用来提升, 现在空间有五立方米。 还剩下四千属性, 武职打开面板看了一下。 姓名, 武职, 等级, 登堂入室, 身高, 一百八十厘米, 可提升。 颜值, 一百, 可提升。 体质, 二百四十, 可提升。 力量, 五百六十, 可提升。 速度, 三十六米每秒, 可提升。 武力, 三千零四十七斤, 可提升。 身高五值没加, 体质五值花费了一百点。 武力值也随之提升。 然后又加点一百点力量。 他的个人当前武力是三千六百四十七斤。 武值对于力量, 实际上也没有迫切想要提升到什么地步的想法。 因为武值到达几千斤力量后, 已经很少有人能是他对手。 所以, 武值这段时间都没有加。 刚才烧烤买了点东西, 便是想要提升包裹空间, 才加了一下。 又看了一下属性变化。 姓名, 武值, 等级, 登堂入室, 身高, 一百八十厘米, 可提升。 颜值, 一百, 可提升。 体质, 三百四十, 可提升。 力量, 六百六十, 可提升。 速度, 三十六米每秒, 可提升。 武力, 三千六百四十七斤, 可提升。 武值, 三千六百多斤, 即便是天生神力的人, 恐怕也不会是我对手吧。 武值看到数据, 倒是颇为满足。 他感觉自己的肌肉, 充满了爆炸的力量。 身躯体质和力量提升, 武值的饥饿感也来了。 他吃了一点东西, 感觉浑身很胀, 所以找李诗诗去发泄了一番。 李诗诗被武值镇压。 第二天, 他上朝之后, 去店前司看了一下, 又去商务司查看一番。 闲来无事, 他到了汴京街道上逛了一回。 现在岳飞那边还没有消息, 辽国和金国在交战, 武值其实是很轻松的。 没什么事, 他在街道上走走看看, 欣赏一下四周的热闹场面, 很多人买东西, 逛街, 街道上摆摊的, 店门卖东西的, 各种小吃。 要说繁荣, 其他国很少有能和宋朝相比的。 武值逛了很多地方, 时间也不早了, 他此刻准备回去。 就在这时, 他停住脚步。 嗯? 武值看到前方走路的一个人, 很眼熟。 仔细一看, 前方一个年轻人, 好像是康王。 康王就是宋徽宗的第九子, 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 现在赵构还是很年轻的, 身边带着个手下。 赵构身穿锦衣华服, 认识他的人不多, 显然是在逛街呢。 身为皇子, 康王赵构自然是富贵傍身, 地位显赫。 平日里没事在汴京逛逛, 也不是什么事。 不过, 毕竟赵构是康王, 官家的儿子, 武值看到之后, 也是要打招呼的。 显然, 康王赵构也看到了郑国公, 一看之下, 赵构有些惊讶, 也不敢怠慢。 毕竟这位郑国公, 是朝廷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郑国公? 真巧啊! 殿下! 武值也笑了笑, 赵构笑道, 郑国公, 咱们在这里就不要见外了。 你看我们年纪相差不大, 我这次是偷偷出来, 我称呼, 你为书如何? 也免得被人认了出来。 这样不太合适吧。 赵构, 有什么不合适的? 武叔乃是和我父亲称兄道弟的, 关系不一般, 按辈分, 我应该叫您书, 您就叫我赵直就好了。 其实, 赵构看中的是武值的影响力。 若是能拉拢到这样的人物, 对他好处太大了。 不就是一个称呼问题吗? 多大的事? 武值一看, 这康王赵构还挺上道。 得, 白捡一辙儿。 还是皇帝的儿子, 这感觉不错。 他的确和宋徽宗称兄道弟, 但武值却是不会主动 这么称呼宋徽宗的儿子, 毕竟是皇帝的儿子嘛。 如果是赵构这样执意要求, 那可就别怪他占便宜了。 行, 武值, 赵直这事, 赵构笑道, 我准备去飘香阁, 既然在这里碰到了武叔, 要不咱俩一起? 叔, 今晚飘香阁有很多人,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还有一位比较有才的女子。 才女? 武值连汴京的理事师都放家里了, 汴京还有其他名女吗? 武值想不起来, 他想来也的确没什么事, 被赵构热情款待, 便被拉去了。 我跟你说说, 这白天的飘香阁还没什么, 但是到了晚上, 这里可热闹了。 赵构拉着武值, 很快就到了飘香阁。 这地方武值还是第一次来, 毕竟汴京很大。 不过听这名字, 康王来的, 这是烟花之地啊。 此刻天色渐晚, 武值看到周围有一条河道, 河道的旁边就有一座红灯笼高挂的高楼, 就是飘香阁了。 赵构拉着武值, 去了三楼一处比较有格调的雅间。 里面很宽广, 似乎被赵构给包下了。 赵构这次来可不是随意而来, 和他一起的, 实际上还有十几个汴京的才子都相约到了这里。 许多才子和一些女子聚集在一起交流, 充满了欢声笑语。 他们刚到不久, 这时, 门口走进来了一个人, 女子看起来十八岁左右, 很年轻。 身穿的绿色长裙, 掠尸粉带, 五官气质颇有一种惊艳之感, 双眼乌黑清凉。 气质过人, 有一种仿佛仙女的气息笼罩。 这是李清照吧? 嗯, 汴京的当代才女, 诗词歌赋造诣很深。 四周不少人议论起来, 李清照看到赵构之后, 却是立刻行礼, 参见康王。 康王? 有些不认识的反应过来, 也是脸色一变, 赶紧行礼。 虽然赵构是偷偷出来, 但在这里, 他也没隐瞒身份, 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 赵构立刻让人去弄了一些韭菜过来。 此刻李清照和旁边不少人, 则是看向旁边的五直, 感觉五直有些面声。 能和康王在一起的, 应该不是小角色吧? 李清照, 康王, 这位是, 赵构则是介绍旁边的郑国公。 他笑道, 这位就是当朝的郑国公。 哦? 众人听到这话, 也是脸色一变, 郑国公的大名谁没听过啊? 李清照目光看向郑国公, 听说郑国公很年轻, 多才多能。 此刻一看, 李清照觉得郑国公果然已表堂堂, 整个人的神采不是一般人可比。 如此年轻吗? 李清照当然知道郑国公五直, 这可不是一般人。 光是收服燕云十六周, 和改革了大宋的兵器, 就已经是很大的作为了。 何况前不久他举荐的岳飞, 更是在边境之中屡战屡胜。 李清照赶紧道, 小女子参见郑国公, 参见郑国公。 旁边一群才子佳人都是恭恭敬敬, 其实从某种情况而言, 五直的影响力比赵构要大得多。 赵构虽然是皇子, 却并没有什么作为, 但郑国公就不一样了。 虽然身份上还是皇子尊贵一些, 众人心中更尊敬郑国公。 虽然五直之前游接过, 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见过五直, 在场的这些才子佳人亲眼见到郑国公, 感觉很是荣幸。 没想到康王将郑国公都请过来了, 不必多礼。 五直笑道,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 不用拘束。 对于李清照, 五直一看之下也是有些感慨。 李清照根据历史, 现在应该已经嫁人了吧。 不过五直看去, 这李清照还很年轻啊。 李清照笑道, 早就听闻郑国公大名, 如今一见, 小女子深感荣幸。 听说郑国公不但能打仗, 诗词造诣很深厚, 是当代很多读书人学习的榜样。 郑国公可是三元吉地的人才,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他李清照自然如雷贯耳, 也是佩服已久。 今日见到郑国公, 其实也是李清照内心的愿景。 之前郑国公三元吉地, 他在家中就听父亲说了此人, 之后更是在朝堂上力压采金, 更是让李清照难以置信。 何况还有郑国公做出的一系列的大事情。 李清照仰慕已久, 今日意外看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接下来, 众人聚集在一起交流。 李清照容颜白皙, 举止优雅, 和一些公子哥们谈论诗词歌赋。 旁边多的是人赞叹他的才华。 李清照在和五直交流诗词, 李清照提出了一些问题, 没想到五直居然随意之间就能给出答案, 还能指点他诗词中的不足, 让李清照格外的敬佩。 交流中, 这时, 外面走来一个身穿锦衣华服的年轻人, 他名为赵明成。 他道, 妹妹都不等我, 我来迟了呀。 赵明成笑道, 原来是赵兄来了。 许多公子哥看到赵明成也很是恭敬, 毕竟这是吏部侍郎的儿子。 听到名字, 五直暗道, 这不是李清照的夫君赵明成吗? 看样子, 现在应该还不是李清照的夫君, 两人还没有那种感情。 赵明成过来之后, 首先给康王行了一礼, 至于五直他没理会, 李清照想要说什么, 却也没说出来。 而且, 赵明成有意挡在了五直面前, 分开了李清照和五直的交流。 这让五直感觉, 这赵明成好像是故意的。 他不过是和李清照交流一番而已, 怎么搞的, 好像他在追求李清照, 被赵明成发现, 出来阻拦。 见到这一幕, 五直也就是笑笑, 没怎么理会。 但康王有些不悦, 想要提醒一下赵明成, 五直却是摆摆手, 阻止了康王。 康王无奈, 只好和五直一起喝酒, 热情招待。 接下来, 众人纷纷拿出了一些诗词来欣赏, 而李清照念出来一首诗词, 也赢得众人叫好。 赵明成点点头, 目光看向李清照, 也充满了欣赏。 五直看着两人, 知道如果没什么意外, 这两人会在一起。 他也没介意。 赵明成在现场中, 除了他和康王, 家世背景是排列在一列的。 很受众人的恭维, 对于这两人五直还是很了解的。 赵明成的父亲赵挺之, 乃是未来的宰相, 就是在曾部被蔡金倒下去之后, 他的父亲会上位。 赵挺之自身名气不大, 被人提及常常是因为他是李清赵公公。 崇宁五年, 拜尚书又蒲叶, 成为宰相, 没几个回合就被蔡金拿下。 一年出任幼神冠使, 死于任上, 属于蠢鱼之相。 可以说他父亲尚未不久, 就被蔡金搞下去了。 可见那蔡金还是有些手段。 别小看蔡金, 曾部, 赵挺之都是被蔡金搞下去的, 没什么好下场。 也就是, 现在五直样样都压制蔡金, 让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对抗的机会, 也对抗不了。 所以才显得蔡金很是无能。 实际上, 蔡金手段很强。 现在赵挺之还并不是宰相, 担任的是吏部侍郎, 还有御史忠诚职位。 也算不错了。 而李清赵和赵明成两人门当互对, 李清赵的父亲也是官, 属于吏部员外郎。 根据历史, 刚开始这两人感情很好, 只是赵明成任江宁之府期间, 发生了一次叛乱事件。 原来当时御营统治官王毅心生不轨, 赵明成的部下曾将此事汇报给了他。 而赵明成非但不以为意, 还在王毅叛乱的时候弃城而逃。 事后, 赵明成被朝廷革职查办。 此时的李清赵万没有想到, 自己丈夫在国难当头竟然是个如此懦弱之人。 对于赵明成的失望是难以言表, 从此, 李清赵对赵明成的态度渐渐疏远起来。 最后, 李清赵夫妻因为靖康之难逃亡到南方, 赵明成则是病死了。 说来, 李清赵的人生经历也不是很好。 赵明成去世后, 李清赵随战乱的南宋朝廷辗转江南各地, 平生所收集的金石书画在颠沛流离中几乎丧失殆尽。 在李清赵孤寂之时, 张汝舟为骗取李清赵钱财, 趁虚而入, 对李清赵百般示好。 李清赵当时无依无靠, 便顶世俗之风嫁给张汝舟。 婚后, 二人发现自己都受到了欺骗。 张汝舟发现李清赵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家财万贯, 而李清赵也发现了张汝舟的虚情假意, 甚至到后来的拳脚相加。 之后, 李清赵发现张汝舟的官职来源于谎报举数, 便撞告张汝舟。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妻子告发丈夫, 即使印证丈夫有罪, 妻子也要同受牢狱之苦。 李清赵入狱后, 由于汉林学士齐崇李元首, 入狱九天便被释放, 这段不到百天的婚姻就此结束。 他的遭遇起起落落, 并不得已。 但李清赵一生创作的诗词文化却是广为流传, 在历史上名气很大。 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这时, 李清赵又赢了一首诗, 得到众人叫好之后, 李清赵目光却是看向武侄, 请教了一番自己的诗词问题。 武侄随口指点了一番, 惹得众人一片叫好, 恭维。 看到这一幕, 赵明成有些不爽, 看武侄的目光也不善起来。 毕竟你什么玩意, 就指点清赵妹妹, 但他也没说什么。 武侄在旁边病位上去交流, 和康王正在喝酒。 赵明成看到武侄和康王在一起, 也是有些疑惑。 他想了想, 不由问道, 这位是谁, 居然能和殿下在一起喝酒? 关系应该不浅吧? 旁边义公子哥小声道, 此人乃当朝郑国公。 听到这话, 赵明成脸色狂变。 你说什么? 他是郑国公? 是的。 在得到确认之后, 赵明成感觉有些不妙。 这, 郑国公怎么会在这里? 不应该啊。 想到刚才自己对郑国公的举动, 赵明成不由感觉心中意涵。 在家中的时候, 父亲赵挺之就一直告诉他, 现在朝廷出了一名新贵, 就是郑国公, 此人手段强大, 连蔡金都要礼让三分, 不是一般人。 虽然他不可能碰到这样的人, 如果遇见, 肯定要小心。 父亲警告过, 赵明成此刻一看, 赶紧走了过来。 他的这一幕变化, 看在李清照眼中。 刚才赵明成风光无限, 现在立刻跑到五直面前行礼, 参见郑国公。 他弯腰行礼, 表达自己的歉意, 显得过于害怕和卑微。 和之前拦截在郑国公和李清照面前的模样, 判若两人。 五直闻言, 点点头。 嗯, 赵明成, 刚才不知道是郑国公, 失礼了。 无妨, 你们玩好, 我今日过来, 就是和康王喝杯酒。 说完, 不再理会赵明成, 让赵明成有些尴尬。 五直和康王喝酒交流, 其余众人则是聚集在一起, 谈论诗词歌赋, 甚至是交流金国和辽国的事情, 以及郑国公如何如何。 不过他们声音很小, 说话间会看向郑国公, 发现郑国公和康王交流, 并未留意他们这边, 所以小声议论的起劲。 众人交流之中, 忽然有一公子歌体意, 做男女情义歌颂的诗词, 众人纷纷拿出好诗出来, 而李清照作诗一首之后, 他实在是忍不住, 想要看看郑国公对于诗词方面, 到底有多高深, 便是询问了一句, 不知道郑国公可否助兴一首诗词, 小女子听闻, 郑国公乃是三元吉地的状元郎, 很是仰慕, 希望能有幸听到郑国公作诗, 小女子也想向郑国公的诗词揣摩学习, 李清照知道五值三元吉地, 文才乃当事少有, 若是能亲眼目睹一番, 那真是他的荣幸了, 李清照知道, 这要求人家郑国公可以不用理会他, 毕竟他什么人, 郑国公什么人, 让郑国公献出诗词, 他李清照还不够这个资格, 李清照这话, 让在场的人纷纷看了过来, 暗道李清照胆子太大了, 他们在现场讨论这些诗词, 文化人嘛, 这是在所难免, 但让郑国公献诗他们没一个人有这个胆子, 万一惹得郑国公愤怒, 这后果谁承担得起, 而且这诗词不是一般的东西, 需要讲究感觉, 若是此刻郑国公无感, 做不出诗词丢了人, 这事可就大了, 搞不好震怒下, 对李清照家族生出反感之心, 那么他李清照的家族就完蛋了, 郑国公的能量, 没有人怀疑, 李清照虽然是汴京才女, 这样是不是太唐突了, 众人看向李清照, 又看向五值, 如果是一个普通女子, 五值根本就不会了他, 既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李清照, 五值想来也是有些有趣, 便是给了他几分面子, 五值笑道, 关于男女情义之事的诗, 倒也不难, 既然你想听, 也罢, 我就作诗一首注注信吧, 此话一出, 众人松了一口气, 李清照微微鞠躬, 多谢郑国公赏脸, 他也是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郑国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就在这时, 五值站了起来, 照够也好奇五值能在这种场合下做出什么诗词呢, 不过还没做诗词的时候, 这时一道女子声音传来, 郑国公作诗, 怎么能少了我福金呢? 忽然门外走进来了一位身穿红色长裙的少女, 来人面若桃花, 笑容满面, 正是赵福金, 赵福金旁边跟着两个宫女, 赵福金愿道, 弟弟, 这种风雅之地, 你怎么能不叫我呢? 赵福金听说弟弟和郑国公来此, 也是兴致勃勃赶来, 毕竟赵福金对于郑国公那是一向仰慕的, 言语中还怪自己这个弟弟没叫上他, 作为公主, 赵福金还是有些消息的, 听说后便来了, 赵构无语, 姐, 我和郑国公也是偶遇啊, 赵福金过来后, 瞪了眼照够, 随后道, 郑国公, 首先是和伍侄打了一个招呼, 看到赵福金略施粉带, 再看看旁边的李清照, 伍侄有些惊讶, 这下大宋的地基公主和汴京有名的才女李, 清照都来了, 一个是千古才女, 一个是大宋第一美人, 且身份高贵的公主, 齐聚一堂, 伍侄也没想到, 李清照一愣, 参见公主, 参见公主, 其余人都行礼, 伍侄也要遵守这个规定, 赵福金却是伸出白皙的小手, 示意郑国公不用多礼, 赵福金笑道, 说来郑国公是赵衡的老师, 我是赵衡之妹, 按理我还要称呼您一生老师, 刚才我听了一些, 郑国公要献出诗词, 郑桥有幸感到, 只是, 我来倒是打扰了大家的雅兴, 说完, 赵福金来到旁边一个板凳上坐下, 众人则表示不敢, 公主驾道, 荣幸知智, 谁敢责怪他呢, 很快, 现场气氛又热闹起来, 不过一些才子佳人内心有些忐忑, 这一下康王, 公主, 还有郑国公齐聚于此, 让人压力很大, 随后众人继续安静下来, 知道郑国公要做诗了, 李清赵笑道, 郑国公请, 众人看向伍侄, 这一刻, 无论是李清赵, 还是赵福金, 赵购, 赵明成都看着伍侄, 伍侄沉默少许, 众人不再说话, 伍侄笑了, 因为他要做的诗词, 就是李清赵的, 因为现在李清赵估摸着才十七八岁, 这首诗还没做出来, 不知道念出这首诗词, 李清赵会是如何敢想呢, 伍侄也不再多想, 而是缓缓道来, 红偶香残玉殿秋, 清解罗长, 独上兰州, 云中水寄紧书来, 燕字回时, 月满溪楼, 花字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雀上行头, 此事无论说的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否符合秦之一字, 很显然, 这非常符合, 而且很有意境, 何以残, 香以消, 冷华如玉的竹席, 透出深深的凉秋, 轻轻地拖下罗绸外长, 一个人独自躺上面床, 那白云书卷处, 谁会将锦书进来, 正是燕群排成人字, 一行行难归时候, 月光皎洁近人, 洒满着西边独一的亭楼, 花, 自顾地飘零, 水, 自顾地飘流, 一种离别的相思, 牵动起两处的闲愁, 啊, 无法排除的是, 这相思, 这离愁, 刚从微醋的眉间消失, 又隐隐缠绕上了心头, 这是以女人的角度写的诗, 你可以理解为, 一名独居深归的李清照, 很是孤独寂寞, 内心充满了相思之苦, 心中惆怅, 是在百感交集离愁别分时, 写出的诗词, 五直对于诗词, 大多数就是装逼而已, 若是能用别人自己的诗词拿出来, 念给当事人听, 五直觉得, 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当五直将这首诗词念出的时候, 不但满场中人细细品尝, 李清照喃喃自语,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不知道怎么的, 李清照感觉这首诗词很是熟悉, 但是要说哪里熟他又说不上来, 总之触动了他内心的情感, 感觉是什么样的有情人, 才能做出这样的诗词啊, 估计李清照都不知道, 这首诗词是他自己写的, 而且, 此时懂得人都能看出来, 用的是双调六诗字, 前后却句句用评语, 疑语到底, 八个四字句一般都用对账, 有一体只需前后却的一, 三, 六句用语, 红偶香残玉电丘陵起全篇, 他的上半句红偶香残写户外之景, 下半句玉电丘写室内之物, 对青秋季节起了点染作用, 说明这是以良天气味寒时, 清解罗长, 读上蓝舟, 写的是白舟在水面泛舟之事, 以读上二字暗示处境, 暗斗离情, 云中谁记紧书来, 则明写别后的悬念, 此人读上蓝舟, 本想排遣离仇, 而畅望云天, 偏起怀远之思,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二句, 再写自己的相思之苦, 闲愁之声的同时, 有几声推响到对方, 深知这种相思与闲愁, 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双方面的, 一见两心之相应, 其中眉头与心头对应, 财尚与却下成起伏, 十分工整, 赵福晶站了起来,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财下眉头, 却上心头, 郑国公之作,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不愧是三元吉地的状元, 出自郑国公之手, 赵福晶很是激动, 甚至当场拿着笔墨, 将其记录了下来, 不过其中的一些字是否正确, 赵福晶还亲自问了一下, 直到整首诗出来, 众人在看字和诗词, 越发觉得郑国公之才的确非常忍, 不然也不可能卫裂朝堂郑国公了, 四周一群才子佳人目光敬佩, 相比之下, 之前他们拿出来的诗词, 就显得有些弱了, 五指拿出李清赵本人的诗词出来显摆, 震惊了李清赵和赵福晶, 众人都说好, 五指也知道, 这可是非常有名的诗词, 能流传下来自然是好, 五指的脸皮也是相当厚, 俗称不要脸, 反正李清赵现在还没写出来, 谁知道呢, 对吧? 李清赵和赵福晶这两个对诗词造诣, 本来就超越普通人, 对于有才能的人, 更是有一种崇拜的心思, 在看到五指的诗词后, 内心更为尊敬和仰慕, 李清赵不用说, 五指的地位, 才能做的功绩本身历历在目, 此刻在看五指诗诗才, 若说不欣赏, 不喜欢, 那是不可能的, 诗词文化情有独钟, 多愁善感的人, 他们喜欢的, 就是能和他们心灵频率一致的人, 这首诗词触动了李清赵的心灵, 他对五指生出了一种仰慕之情, 而赵福晶之前就有所见闻, 现在更是在受震撼, 对五指越发心生敬佩, 甚至是很喜欢, 旁边的赵构看到这里, 他感觉带着五指出来是没问题, 但偏偏赵福晶来了, 赵福晶的心思他多少是知道的, 姐姐这般爱慕郑国公, 这可如何是好啊, 郑国公有家是妻妾, 赵福晶贵为公主,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的嘛, 哎, 赵构也是有些忧愁, 他和姐姐从小一起长大, 希望姐姐过得好, 可姐姐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他能怎么办, 难不成告诉父皇, 姐姐喜欢郑国公, 提议将郑国公的妻子给休掉, 娶了赵福晶, 首先不说郑国公干不干, 宋徽宗也不一定同意啊, 赵构内心有些发愁, 这郑国公太有才华了, 若非他是男人生, 若是个女人怕也是有些遭不住吧, 女人喜欢有钱的人, 英俊的人, 有才能的人, 这无可厚非吧, 偏偏武智全部都占了, 连他姐姐都喜欢郑国公, 他实在是不知道姐姐这样下去, 结果是如何, 这件事情很严重, 不是小事, 而此刻, 虽然欣赏郑国公的诗词, 但目睹李清照看武智的眼神都变了, 赵明成内心感觉到有些不妙, 李清照是他喜欢的人, 若是李清照喜欢上了郑国公, 他岂不是要失去李清照? 不过想来也不可能, 赵明成又释怀了, 毕竟郑国公怎么可能和李清照在一起, 这万万不可能, 赵明成虽然觉得他们也不可能, 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爽, 毕竟李清照乃是他所看重的, 他已经眼馋李清照很久了, 李清照无论是长相, 财貌, 那都是当时少有的, 这郑国公地位高崇, 万一李清照有什么其他想法怎么办? 所以赵明成内心有些不悦, 但他不敢说, 此刻, 李清照道, 郑国公此事我记住了, 不过如此好的诗词应该有一个名字, 不知郑国公想给这首诗取一个什么样的题词呢? 李清照这样一说, 旁边众人也是来了兴趣, 我只想了想, 这首诗词是李清照所写, 还是不要改文的好, 所以道, 就叫做一简梅, 红藕香残玉殿秋吧, 一简梅, 李清照内心一震, 这名字好像不错, 赵福晶也是笑道, 郑国公的诗词我已经收集了不少, 这首诗我也已经收录, 今日我没有白来啊, 赵福晶有些开心, 众人寒暄一番, 无论是出自于对郑国公的尊敬, 还是对诗词的佩服, 总之, 武侄在聚会中是很耀眼的, 众人又玩了一会儿, 时间也不早了, 武侄便离去, 李清照将武侄送到门口, 这才告别, 世间有如此失才之人, 还未列振国公, 此人不简单啊, 李清照难难自语, 可惜, 这样的人有家事了, 自己身份也着实配不上, 不然李清照还真有一点想法, 他看了看旁边的赵明成, 发现赵明成不知道什么时候, 看武侄的目光是一种阴冷的眼神, 武侄可是李清照欣赏的人, 赵明成这般眼神是什么意思, 这不由的让李清照对赵明成有些惊讶, 在历史上, 赵明成本身就是一个弃城逃亡之辈, 之后, 李清照就有所厌恶, 此刻, 他仿佛提前发现了, 这个赵明成是心胸狭隘之辈本, 他希望这是自己的错觉, 现在的李清照对于赵明成有所欣赏, 而且, 两家也是门当户对, 是很有可能的, 武侄出现之后, 让李清照知道了什么叫做才华横溢, 像武侄这样的人才符合他内心愿景, 他也没有奢望, 毕竟武侄地位高崇, 不是他能所想象, 再看赵明成, 虽然有所不如, 自己也知足了, 也就是说, 即便他欣赏武侄, 也知道自己身份卑微和武侄不可能, 赵明成还是有机会的, 欣赏是一回事, 自己未来的夫君是另外一回事, 然而, 赵明成又做了一件让李清照为之不悦的事情, 赵明成此刻盯着武侄, 小声道, 亲赵妹妹, 我怀疑此人做的是别人的誓词, 赵明成这么一说, 李清照有些意外地看向赵明成, 要知道, 现在的李清照对于武侄那是极为崇拜的, 容不得他人如此污蔑, 即便这个人是赵明成, 他说道, 你有什么证据吗? 其实赵明成猜的是对的, 但猜对了也得有人信啊, 显然李清照就是不相信, 赵明成不懈道, 亲赵妹妹, 你想啊, 你整首诗词读下来, 难道就觉得没有问题吗? 这说的都是一个女人的心思, 他一个男人哪有这么细腻, 所以我认为这首诗词绝对不是男人做的, 一定是某个女人做出, 他道听途说之后抄来的, 赵明成一番话说出来, 很有道理, 他自己都觉得一定是这样, 一个男人哪会写出这般女子的思念细腻之意, 绝对是他搬来的, 不得不说, 这赵明成也是一个人才, 他居然说中了, 李清照目光显现出思维的神色, 又重复想了刚才的诗词, 的确, 赵明成说的有几分道理, 不过李清照还是道, 这首诗词, 你可曾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 赵明成摇摇头, 没有, 李清照, 你既然没见过, 就在这里污蔑郑国公, 若是被郑国公知道, 这可不是小事, 李清照想到, 固然你说的有几分道理, 但堂堂郑国公三元吉地的人才, 你觉得他连诗词还要聚用别人的吗, 如果他是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能三元吉地, 这, 赵明成也知道, 李清照说的有道理, 能三元吉地的自古少知, 这样的人, 没人会觉得他没有才能, 李清照, 而且在朝堂上, 他短短时间位列郑国公, 并且掌握兵权, 收回燕云十六周, 培养岳飞, 还有其他的事情, 就不一个个说了, 这样的人, 他会用这般下作的手段, 仅仅是为了在我们面前, 彰显一下他的才能吗, 郑国公于秦渝里, 也没有这个必要吧, 赵明成眉头一皱, 的确, 郑国公什么地位, 什么身份, 他这样做, 的确对他没什么好处, 反而泄露出去, 会败坏他的名声, 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 郑国公真没这个必要, 只是赵明成就是觉得有问题, 李清照的一番话, 也让他没什么反驳的余地, 也许是不想让郑国公, 在李清照心中形象太好, 赵明成还是在诋毁, 李清照, 够了,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就算他是赵斑的, 那在汴京樊楼之中, 所流传出来的诗词呢, 郑国公的诗词, 哪一个不是佳作, 难道这些都是赵斑的, 李清照也多少有所耳闻, 郑国公在樊楼留下的诗词, 一首可以赵斑, 但不能每一首都是吧, 李清照就是按照这个理论, 所以根本不会怀疑, 无论赵明成说什么, 如果武侄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会汉颜, 因为他的每一首诗词, 可以说全部都是赵斑的, 可偏偏李清照相信他, 这没办法, 赵明成又没什么证据, 也是无奈, 反而这么一弄, 让李清照将赵明成看清了, 觉得赵明成是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赵明成也是没法, 这么一闹, 李清照和赵明成的事情, 又隔阂了, 之前赵明成出现在武侄和李清照之间, 就让李清照感觉, 此人有失君子风度, 这次赵明成在私下诋毁郑国公, 让李清照更是不悦, 有本事当面说出来, 在背后说这些有什么用, 而且他也不相信, 郑国公有必要这样做, 三元吉地的状元之才, 就算是写出女人这般细腻的诗词, 也未必不可, 不过这件事情, 他内心还是有些疑惑, 但却并不怀疑, 接下来, 康王赵构回去府邸之后, 想到今日和武侄在一起聚会, 也算是有了一些熟络, 他目光转动, 心思活跃起来, 将秦桧叫来, 是, 一个手下立刻出门, 将一个皮肤有些黑, 略显消瘦的年轻人找了过来, 此人就是秦桧, 他拱拱手, 殿下, 赵构点点头, 我有一事, 想要和你商量, 此人就是历史中有名的秦桧, 不过他现在并没什么权利, 他乃是黄州人, 父亲是一个地方的县令, 他之前就是一个没什么地位的教书先生, 是前些日子找了一些关系, 才托人认识了赵构手底下的人, 谁知道, 秦桧也是有些胆破和能力, 很快被举荐到了康王这里, 赵构让他跟着自己, 考验了他一番, 发现此人有用, 就留在了身边, 作为他的班底, 赵构可不是什么善查, 他虽然小小年纪, 但内心却是有官家梦的, 此刻叫来秦桧, 是想要和他分析一下自己有几分, 可能坐上官家之位, 要如何利用郑国公的关系, 帮他, 秦桧来了之后, 赵构也是心思沉重, 秦桧看出了赵构心事重重, 便是道, 殿下可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赵构将自己的想法, 以及和郑国公昨日聚会的事情说了出来, 尤其是赵构对于官家位置的想法, 秦桧听了之后, 全身上下的毛孔炸开, 一脸骇然, 他没想到, 赵构居然有如此胆大包天的念头, 赵构虽然身为皇子, 但这是万万使不得呀, 秦桧骇然道, 殿下, 千万不要有此想法呀, 秦桧的回答, 赵构听了之后, 却摇摇头,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言下之意, 实际上赵构也知道不可能, 秦桧道, 殿下如果想要通过郑国公巩固地位, 甚至想要得到太子之位, 这种想法非常危险, 赵构, 你有什么见解, 都说出来, 秦桧严肃道, 殿下贵为皇子, 但毕竟年幼, 上面还有赵凯和赵衡, 不出意外, 将来大宋官家的位置, 是太子赵衡的, 即便不是, 那也是赵凯的, 而且, 殿下想要笼络郑国公这件事情, 恐怕也行不通, 郑国公乃是太子的师父, 他是太子太父, 自然会巩固太子的地位, 何必舍尽求远呢? 太子以后就是大宋官家, 郑国公作为太子太父, 自然可以得到好处, 顺理成章, 若是他调转过来帮助殿下, 那首先, 就得让殿下得到太子之位, 势必要和太子为敌, 但这对郑国公风险太大了, 两方取舍, 郑国公一定不会帮助殿下, 而且, 大宋向来都是立长为尊, 即便太子赵衡不能, 那也是赵凯, 咱们官家最喜欢的可是那赵凯, 即便如此, 官家也没有动赵衡太子的位置, 殿下比他们都小, 就更不可能了, 若是殿下安分, 以后还能好好做王爷, 若是有什么冒头的心思, 恐怕不仅仅是官家不愿, 就是那郑国公也是要出手阻拦的, 这样一来, 殿下反而会深陷困境, 一旦惹得赵衡主义, 等他登基, 怕是连做这个王爷都有些困难了, 秦桧都是内心之言, 我知道殿下肯定不愿意听, 但当下的局面, 殿下还真不能想这种事情, 秦桧冷汗直流, 而那赵构听了之后, 却也是苦笑一声,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不过听了你的话之后, 我更清醒了, 你说的对, 这个位置, 怎么轮也轮不到我, 罢了, 其实赵构也就是想想而已, 也知道不可能, 毕竟他没什么势力, 郑国公是太子太父, 自然向着赵衡, 怎么可能站在他这边, 一念及此, 他也就不多想了, 不过, 坐不上去是一会儿, 自己和郑国公还有朝臣的关系,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即便不是为了官家之位, 和郑国公走近, 对他只有好处, 因为以后赵衡当了官家, 郑国公可能依然屹立在朝堂之上, 和郑国公熟络也可以保他, 赵构, 明天, 赵福晶会邀请郑国公在飘香阁聚会, 不知郑国公会不会去, 如果去的话, 我带上你见见郑国公, 若是被郑国公看上, 说不定还能给你引荐一个朝廷官职, 赵构忽然笑道, 秦桧一阵, 郑国公他早就听闻了大明, 但他这样的人, 平日哪有这个资格见郑国公, 如果能见到郑国公, 秦桧自然愿意, 而第二天, 赵福晶果然邀请了郑国公, 赵构, 还有李清赵一起聚会, 交流一下文人雅式的诗词文化, 既然是公主的邀请, 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当日在的人, 基本上都在, 还多了一些京城的贵人子弟, 武侄本来不想来, 这次是赵福晶邀请, 武侄自会给一个面子, 赵福晶可是大宋第一美人, 又是公主, 郑国公还是不能懈怠的, 众人在一起, 无非就是探讨诗诗词, 请教武侄一些诗词文化而已, 凭借武侄脑海中的诗词文化, 对于这些倒是手道擒来, 而李清赵来这里, 内心带着一些疑惑, 什么疑惑呢? 他还是将昨日赵明成提出的问题, 找郑国公问了一遍, 李清赵微微一笑, 郑国公, 昨日郑国公的诗词, 小女子觉得甚好, 昨晚都在想这首诗词, 只是我有一点想不通, 不知道郑国公可否能给小女子解答, 哦, 说来听听, 武侄点点头, 李清赵笑道, 是这样的郑国公, 我将昨日的诗词背诵了下来, 只是我想到这首诗词, 非常细腻精致, 这首诗词, 更像是一个心思惆怅的女人写出来的, 听到这话, 武侄瞬间明白了, 他是看出来这首诗词向女人做的, 因为这就是以女人角度写的诗词, 一个男人不可能用这种角度写, 所以, 李清赵也是有些疑惑, 这问题一出, 昨日在场的人都竖起耳朵听着, 他们也有这个疑惑, 却是不敢问, 其中赵明成平住了呼吸, 心里一喜, 若是郑国公模糊其词, 露线了该多好啊, 武侄笑道, 李姑娘说的有道理, 昨日无人问, 我便没有说, 既然李姑娘提出来, 我就说一下吧, 武侄心中微微一愣之后, 便是想到了说辞, 这首诗词的原形并非是我, 而是以女人的角度描写, 说来, 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因为战乱分别他方各地, 那女子的环境和心思, 还有内心的惆怅, 最后导致此人因为思念过度而自艾, 我读到这篇文章, 甚是感动, 所以心血来潮, 便是为此女那段时间的处境写了一篇诗词, 可以说, 这首诗就是以女人的角度写出, 是有原形的, 其实, 武侄可以不用解释, 但对他来说也并非难事, 随便找一个理由糊弄过去就得了, 听到郑国公的话, 众人才恍然, 李清照, 原来郑国公是可怜的女子, 而以他的角度写出了诗词, 郑国公描绘得入骨三分, 一个为情而死的女子, 内心那种孤独凄凉, 郑国公做这首诗词极为契合, 小女子没有疑惑了, 李清照这才知道, 原来郑国公也是一个懂情的人, 感念他人之苦, 触动了内心, 才写出了这样的文章, 不由让李清照对武侄更高看了一分, 其他人的事情都能描绘得如此生动, 可见郑国公虽然位高权重, 内心也是有情有义之人, 现场众人也是纷纷赞叹郑国公的才情, 赵福晶也是点点头, 恐怕也只有赵明成内心一脸不爽了, 这郑国公真是会扯, 关键扯出来, 你还得佩服他的有情有义, 反正又没有什么证据, 还不是任由他说, 这个问题过后, 李清照还看了一眼赵明成, 仿佛在说郑国公不是那样的人, 武侄内心汗颜, 真正的实话, 他是不会说出来的, 这些人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他口中的那个孤独寂寞的女人, 实际上就是李清照, 只是被武侄改成了唐朝, 添加了一份自义而亡的悲情, 实际上原形还是李清照, 众人继续交流, 喝酒, 聊天倒是挺愉快, 反正现在大宋比较安稳, 岳飞在边境大宋很安全, 金国和辽国也在打, 武侄自己的事情也都有条不紊的办理, 时间多的是, 在众人交流到一半的时候, 这时, 康王将秦桧喊了过来, 赵构, 郑国公,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一位朋友, 秦桧, 秦桧, 参见郑国公, 秦桧过来, 看到如此年轻的郑国公, 内心非常紧张, 赵构是秦桧的恩人, 让他在边境落脚, 若是能被武侄看上培养, 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虽然他对官家位置, 也知道不太可能, 但多一点自己人总是好的, 他的目的是, 希望两人先混个脸熟, 以后得到一些照顾, 即便没有被郑国公看中, 此举也有意, 只是, 武侄听说了秦桧名字之后, 内心有些诧异, 你是哪里人? 武侄问道, 秦桧恭敬道, 小人是黄州人, 目前在康王府中, 也多亏康王引荐才能见到郑国公, 秦桧对郑国公的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 是秦桧的荣幸, 听到这话, 武侄一愣, 黄州人? 不就是那个害死岳飞的秦桧吗? 秦桧就是黄州人啊, 看年纪此人这个时候, 的确还未发迹, 年纪不大, 没想在这里遇到了秦桧, 武侄内心有些意外, 秦桧在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 对于秦桧, 众人说法不一, 有人觉得, 他与金国弹劾才让南宋继续生存了一百多年, 还有人说, 此人奸诈, 非常自私, 站在南宋的角度上, 他秦桧绝对是南宋皇帝的走狗, 杀了英雄岳飞, 可谓令人唾弃, 武侄看到秦桧又想到了岳飞, 毫不犹豫做出了一个取舍, 秦桧是一个奸臣, 岳飞是民族英雄, 而秦桧, 武侄是现代人, 既然已经收下了岳飞, 对于秦桧这个奸臣, 他其实没什么好感, 印象着实不咋地, 此刻武侄露出思维状, 武侄没想到的是, 秦桧知道是个机会, 居然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给武侄磕头, 郑国公乃大宋功臣, 若是可以, 小人希望能跟着郑国公, 愿为郑国公干脑涂地, 他来见武侄, 本身就是康王有意举荐, 所以此举他, 只是想要抓住机会, 康王倒是不会怪罪, 看着秦桧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期待武侄给出结果, 武侄眉头一皱, 此刻, 秦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跪下祈求成为武侄的人, 难免有点利用现场逼迫的意思, 但也得看他答不答应, 秦桧算什么呢? 岳飞才是武侄敬佩的人, 他可以不惜自己的性命, 去救下韩世忠, 甚至是为了天下百姓, 放弃了抵抗南宋政权, 牺牲自己, 武侄又怎么会收了这秦桧呢? 秦桧跪在地上, 脸色通红, 他想来自己是康王举荐, 郑国公多少要给一点面子吧? 康王赵构也是道, 郑国公, 秦桧还是有些能力, 若是能到郑国公手下, 也许有点用处, 郑国公现在带兵, 又建立了商务司,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多一些人手也好。 赵构还准备说些什么, 武侄却是笑道, 不必了, 既然殿下这么看重秦桧, 他跟着殿下更有前途, 我怎么能抢夺殿下的人才呢? 武侄算是直接拒绝了, 听到这话, 赵构却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 秦桧此刻则是有些尴尬, 他虽然知道郑国公厉害, 在朝堂中影响力肯定大于康王, 但他没想到武侄这么不给面子, 直接拒绝了。 秦桧想到这里心里有些恼火, 却也不敢说什么, 今日算是丢人了。 他站起来尴尬笑道, 既然如此, 小人就不抢球了, 众人表面上都是笑容满面, 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他们继续交流诗词歌赋, 而此刻的秦桧却是对郑国公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绪, 他自认才能少有人能比, 连康王都看重自己, 郑国公却不懈收下他, 目前他也没这个能力反驳什么, 一场聚会他不再说话, 倒是赵福晶和李清赵两人在现场很是活跃, 他们和一些才子家人谈论诗词, 有时候会笑出来, 他们在谈论一些关于花的诗词, 李清赵写了一些好的诗, 引得众人叫好。 嗯? 而此刻赵福晶忽然想到, 之前五指好像做过一首桃花庵吧, 他身上还带着超路的诗集, 便是拿了出来, 众人一看桃花庵的诗词顿时全场震动, 这一大长串的诗词看起来似乎很押韵啊, 而且很有味道, 很洒脱, 李清赵看到之后也是惊讶, 公主居然做得如此美妙的诗词, 清赵佩服, 李清赵对赵福晶肃然起敬, 赵明成也是点点头, 桃花物里桃花庵, 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前, 这诗挺有意思的, 公主大才。 赵明成看到福晶公主脸色红润, 似乎被众人夸赞的, 有些不好意思。 关键是, 赵福晶白皙的脸蛋上显现出了这一抹红润, 本身又是公主, 有大宋第一美人之称, 让赵明成看到赵福晶这副娇羞表情后, 有一瞬间的愣神。 这一幕被李清赵看到了, 顿时心中感觉赵明成简直就是人渣, 他本来是有意追求自己的, 居然看到福晶公主却是这般神情, 这让李清赵情何以堪? 哼, 李清赵内心有些不悦起来, 但转念一想, 这样的人罢了。 提前看清楚总比真在一起后看清楚要好, 所以李清赵又笑了起来, 众人都夸赞着诗词吼, 尤其是赵明成连连称赞, 他心里更是在想, 这首诗词也不比昨日郑国公做出来的差, 看来赵福晶比之五值也不低吧。 何况, 昨日五值的诗词未必是他自己写的。 对于这一点, 赵明成一直深信。 然而就在这时, 赵福晶笑道, 让诸位见笑了, 其实这首诗词不是我写的。 李清赵一愣, 公主, 这不是你写的, 那是谁? 不是公主写的。 赵明成有些不明白了, 这么好的诗词, 不知是出自谁手呢? 就在这时, 赵福晶看向远处正在喝酒的郑国公, 此诗是郑国公一日聚会时献出的。 出自郑国公之手? 这话一出, 李清赵一双金银的目光中充满了恶然, 看向远处的郑国公。 今日之诗词, 他觉得甚厚, 谁知居然也是出自郑国公之手。 一时间, 李清赵目光略向郑国公五值, 内心仰慕之情更深了。 反观旁边的赵明成有些傻眼, 这是他写的? 这, 他刚才还连口夸赞, 他是真心觉得不错, 但如果知道是郑国公, 他可能就会收连点。 赵明成很是无语, 自己刚才还拿这首诗词 和昨日郑国公的相比, 还觉得不比昨日的差, 结果居然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这时候, 李清赵笑道, 郑国公实乃大才, 随意出手的诗词便是佳作, 小女子佩服。 他无意之间扫视了一眼赵明成, 此刻赵明成低下头, 不再说什么了。 昨日赵明成怀疑五值的诗词, 但现在呢? 这桃花和女人可没什么关系吧? 人家能写出这样的诗词, 怎么可能会照搬呢? 赵明成此刻内心也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再一想, 可能自己真的想多了。 在场的才子家人都纷纷称赞郑国公, 郑国公起身道, 一点捉作, 让诸位见笑了。 李清赵无嘴一笑, 若是郑国公的诗诗捉作, 那这天下便没什么好诗词了, 郑国公太谦虚了。 李清赵此刻对五值佩服之志, 甚至主动道, 郑国公之才, 小女子自幼喜欢诗词歌赋, 醉喜才华之人, 郑国公身为朝廷大臣, 我本没有这个资格, 但如若郑国公不嫌弃, 我想拜您为老师。 不知道可以吗?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看向李清赵。 这李清赵胆子可真不小啊, 居然敢拜郑国公为老师? 郑国公是何人? 那是什么人都能拜老师的吗? 此人可不单单是郑国公, 还是武太尉, 更是太子太父啊。 这可使不得, 不少人觉得李清赵有点没搞清楚, 是不是太激动了? 没想明白啊? 你拜郑国公为师, 这绝对是潘高枝吧? 其实李清赵倒没什么其他的想法, 即便武之不是位高权重, 若是见得如此大才, 他可就不是拜老师了。 就是因为知道和郑国公不太可能, 所以他才希望拜老师, 以后可以在诗词方面, 请教一下郑国公。 倒是没其他想法, 比较单纯对于有才之人的崇拜。 不过刚说出口, 李清赵也反应过来, 自己似乎有些唐突了。 此刻的赵明成也是一喜, 若李清赵拜师郑国公, 郑民愤问题上, 两个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学生和老师怎么能在一起呢? 赵明成还有些小高兴, 见郑国公短时没回话, 李清赵脸色羞愧, 郑国公是小女子唐突了。 谁知五知笑道, 你与我年纪相差不大, 既然你想要请教诗词, 何必这么麻烦? 你可认我为兄长, 以后你就做我的义妹吧。 听到这话, 李清赵脸色瞬间呆滞。 义,义妹? 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作为郑国公的学生, 和作为郑国公的妹妹, 这可是两个概念。 学生可以有很多, 义妹却是很少的。 如果李清赵真的拜郑国公为兄长, 关系可就非同一般了。 作为学生, 还不一定能常常打扰老师, 但作为义妹, 关系就更近的。 谁能想到, 郑国公居然如此看重李清赵? 反观旁边的秦桧, 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刚才想要成为郑国公的下人, 郑国公不愿意。 现在李清赵一个什么东西, 居然成为郑国公的义妹。 秦桧心里是有些不高兴的, 更不高兴的, 则是赵明成了。 学生和老师尚且有一层名分隔阂, 一兄义妹就不一般了。 义妹就是甘妹妹。 这甘妹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谁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赵明成有些着急了, 他不知道郑国公是什么形式, 但一般来说, 收一个女人作为干妹妹, 这能随便收吗? 赵明成赶紧站出来, 郑国公, 李清赵乃是吏部员外的女儿, 您是当朝郑国公, 更是殿前司武太尉, 李清赵何德何能, 成为您的义妹, 赵明成此刻有点作死。 照过眉头一皱, 虽说郑国公没有收下秦桧, 实际上这也在他意料之中, 他虽然心里不高兴, 表面上却是不敢得罪郑国公的。 眼看郑国公如此雅兴, 这赵明成怕是个傻子。 赵明成收不收乃是郑国公的事情, 岂容你在这放肆。 赵狗一开口, 将赵明成吓醒了。 他父亲不过是一个御史忠诚, 在郑国公眼中蝼蚁一般的小角色, 而他还只是御史忠诚的儿子, 此刻出言有些不妥, 他清醒后赶紧跪在地上, 康王息怒, 郑国公息怒, 是小人多言了。 众人在一起聚会欢声笑语, 好似什么话都可以说, 但说到底郑国公和康王的身份在这里, 还真不是什么话都能乱说的。 意识到错误之后, 赵明成跪在地上。 郑国公看到赵明成如此激动, 也是看出了此人想法。 不过赵明成和李清照之间, 最后也是闹掰了。 受到李清照厌恶, 两人结果不太好, 也并非良配。 而且赵明成如此, 倒是让伍侄内心觉得好笑。 他并未和赵明成说话, 而是看向李清照。 伍侄, 若是不愿, 我也不强求。 李清照此刻哪里是不愿, 他只是被这忽然的惊喜, 冲得脑袋有些发猛。 反应过来之后, 李清照忽然弯腰行李, 脸色激动, 小女子愿意。 赵哥笑道, 既然是一妹了, 还不改了称呼。 哥哥, 李清照点点头。 当李清照喊出哥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的, 他内心瞬间有一丝悸动, 和伍侄的关系, 也在此刻拉近好多。 别小看一个称呼,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称呼就可以拉近距离, 也能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此刻李清照变成了伍侄的妹妹, 称呼他哥哥, 伍侄则可以称呼他为亲照妹妹。 哥哥妹妹的, 你说关系近不近? 那可太近了。 伍侄笑了, 亲照妹妹, 既然我现在作为你的兄长, 你以后若是对诗词有什么疑惑, 都可以上我府邸去找我,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我对诗词也是很喜欢的。 好的, 哥哥。 李清照声音甜美, 此刻白皙的面容表面泛起了两朵红韵。 此刻, 历史上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就这么被伍侄收为了自己的妹妹。 众人也是羡慕不已, 奈何其他在场的女子, 却是不敢开这个口。 李清照那是有名气的, 而且本人姿色不是一般人可比, 其他才女哪有这般胆子。 不过有一个人有, 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才子伍侄收了李清照为异妹, 赵福晶看在眼里, 心里有点不乐意。 他虽然知道郑国公有家事, 但在大宋这算什么? 他内心对伍侄情有独钟, 李清照也是才女, 不也想要亲近伍侄吗? 赵福晶在宫中哪见过伍侄这样有才华的人, 在他心中, 伍侄就如同明星一般。 看到李清照成了他的异媚, 赵福晶却是嘟着嘴, 郑国公, 其实我对郑国公的才华也很仰慕, 既然今天郑国公收了李清照为妹妹, 何不连我也一起收为妹妹吧? 按年纪, 我比郑国公小, 郑国公可否同意呢? 赵福晶说完, 这话落入众人耳中, 让全场一片安静。 你一个堂堂大宋公主, 要拜郑国公为哥哥。 赵福文言也是脸色一变,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 姐姐, 赵福道, 你身为大宋公主, 见李清照拜郑国公为兄长, 你跟着起哄什么? 姐姐若是拜郑国公, 那也得父皇同意才行啊。 赵福晶文言, 父皇那么疼爱我, 肯定会同意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郑国公能不能同意。 赵福晶小孩子一般的心性, 倒是让五支有心愣。 赵福晶是公主, 他拜自己为兄长,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李清照可以, 赵福晶不能胡来, 但是面对赵福晶的询问, 五支又不能装作听不到。 他笑道, 您是大宋的公主, 我是大宋的朝臣, 这件事情恐怕赵福晶嘟嘴, 只要郑国公愿意就行了, 我可以向我父皇说清楚, 他一定会同意的。 五支想了想, 好吧, 就是同意了。 赵福晶咧嘴一笑, 非常开心。 五支对于赵福晶倒是没办法,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毕竟能收赵福晶为妹妹, 对他又没什么损失, 但五支不会主动去这么做。 若赵福晶主动, 他也没必要拒绝。 赵福晶一张娃娃脸, 笑得很是开心。 我回去后再去见父皇, 既然郑国公同意了, 今日我和李清照一起拜你为哥哥了。 赵福晶的脸蛋笑出了两个酒窝, 居然是没有经过父皇的同意, 直接就开始称呼郑国公为哥哥了。 赵国对于姐姐的胡来, 也是没办法。 赵福晶是最受父皇疼爱的一个公主, 他要这么做, 谁能有办法。 五支笑道, 公主, 现在官家还未同意, 为时尚早了吧。 赵福晶笑道, 不早不早, 你以后就是我哥哥了。 赵福晶内心尤为激动, 他一直仰慕五支, 却知道自己和他怕是没什么机会。 然而现在他赵福晶看到李清照拜五支为哥哥, 却想到自己也可以啊。 这一幕, 使得在场其他人都是羡慕不已。 女子羡慕能成为郑国公的妹妹, 男人则羡慕五支同时认了赵福晶 和李清照。 李清照也是有些恶人, 按道他要拜五支为哥哥, 赵福晶也跟着来吗? 他是万万没想到, 若不是他, 赵福晶可能不会出现这一幕。 公主既然也成了郑国公的妹妹, 现场最可泣的就是跪在地上的赵明成了。 无论是李清照还是赵福晶, 对于赵明成来说都是眼馋的人物。 李清照就不说了, 长相, 家世, 才能一直就是赵明成喜欢的。 而赵福晶更不用说, 大宋第一美人当朝公主他赵明成也喜欢, 而且是更喜欢, 但知道他和公主不太可能, 即便如此能得一礼清照, 他觉得也不错了。 结果现在两个人都拜五支为义妹, 对五支如此热情, 他赵明成不羡慕极度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老老实实跪在地上, 忽然感觉自己和郑国公的差距犹如鸿沟啊。 郑国公看起来年纪也不大, 却是位高权重, 连公主都如此热情。 唉, 赵明成内心真是感觉此刻自己丢人到了极点, 他还跪在地上, 没人理会呢。 这时候, 赵福晶却是看向李清照, 以后清照就是我姐姐了。 李清照听到这话, 吓了一跳, 公主身份尊贵, 我不敢当。 还请公主收回刚才的话, 赵福晶摇摇头, 这有什么? 你比我早拜哥哥, 自然是如此了。 没事的。 此刻, 赵福晶这一声哥哥倒是让武侄颇为享受, 感觉这丫头心性是比较活泼水灵。 今天的事情是武侄没想到的。 首先是李清照, 其次是赵福晶。 当然, 之前还有一个秦桧, 不过秦桧武侄没要。 接下来, 众人商议一番之后, 赵福晶便是回去了。 武侄和赵构告别, 旁边秦桧跟着赵构走了。 走到一半, 赵构停下脚步, 刚才郑国公好像有所犹豫,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收下你。 秦桧点点头, 殿下, 郑国公毕竟不是一般人, 又岂会放心殿下介绍的人。 嗯? 赵构一听, 秦桧这番话的语气和神态颇有挑拨之意, 他赵构怎么会听不出来? 以后这种话, 少说吧。 是, 秦桧点点头, 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不过秦桧内心是有些不爽的, 他觉得郑国公看错了自己, 也不是因为自己是殿下的人, 恐怕就是瞧不起自己。 这让秦桧越发想要出人头地, 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 给那郑国公看看, 错过了他并非明智。 武侄若是知道他的想法, 怕也是会觉得搞笑。 他当然知道秦桧的能力, 即便如此, 秦桧再大的能力, 有他这个挂臂强吗? 所以, 秦桧的心思, 在武侄面前是没什么作用的。 连蔡金都被他压制得没办法, 秦桧算什么, 无非就是单纯的不想收而已。 此刻, 赵福晶回去之后, 便是去了严福宫, 远处巨大的草场上, 宋徽宗正在和一帮人猝聚, 其中就有高球。 高球在球场中, 那叫一个生龙活虎, 一点也不像是在收服梁山, 被人抓起来那般的狼狈无用。 在球场上, 他身子狡洁, 一般人不是他对手。 可官家猝聚的时候, 还让着很多, 官家也只是有时候险上。 高球知道, 和官家猝聚要讲究好尺度, 既不能一直让着官家, 让他一直赢, 也不能一直输。 若是他一直降官家压制, 官家猝聚就觉得没意思了。 若是自己经常输, 官家也会觉得没意思。 只有让官家险胜, 才会有一种成就感。 高球就是这么做的。 每次官家险胜之后, 非常的高兴。 铜冠则是在旁边看着。 官家若是猝得好, 他会现场助威。 一群人猝聚有些累了, 便停下来喝杯茶。 就在这时, 赵福晶来了。 哦? 今儿来了? 宋徽宗招招手。 哎, 快坐。 父皇在醋局啊。 看来, 我错过了一场醋局赛呢。 赵福晶笑道。 宋徽宗,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若是今儿想要看醋局, 明日早点来, 我与高球他们再猝一场。 赵福晶笑道。 那倒是不必了。 宋徽宗, 对了, 今儿你这两天去哪里了? 平日你来的情, 最近两天都不在啊。 赵福晶, 父皇, 这几天, 我和康王还有郑国公在飘香阁聚会吟诗呢。 嗯? 宋徽宗一愣, 和郑国公? 对啊。 赵福晶笑出两个酒窝, 父皇, 还有一件事情, 今天我拜郑国公为一兄了。 什么? 听到这话, 宋徽宗脸色一变, 你拜郑国公为一兄? 对啊, 父皇不会不同意吧。 赵福晶嘿嘿笑道, 宋徽宗, 今儿, 郑国公乃是大宋朝臣, 私下我又和他是兄弟, 你怎能和他成为兄妹呢? 宋徽宗汉言, 他和武侄是兄弟相称, 赵福晶是自家的女儿, 现在赵福晶拜武侄为兄, 成了他的义妹, 这算怎么回事? 赵福晶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父皇这有什么呀? 不就是拜了一个义兄吗? 我一直仰慕郑国公的才能, 这不是什么大事吧? 这, 好不好吗? 赵福晶抱着宋徽宗的胳膊, 我这辈子可没什么仰慕的人了, 不对, 除了仰慕父皇的才华, 就是武侄了, 您就同意了吧? 赵福晶可没说错, 宋徽宗作为艺术皇帝, 写的一首好字, 绘画也是非常有造诣的, 的确是赵福晶崇拜的人, 但这是他父皇, 武侄不一样, 此刻见赵福晶这样撒娇, 若是换做其他人, 宋徽宗怎么也不会同意, 赵福晶拜其他人为兄长, 想到是郑国公, 又看到赵福晶如此, 他也是没法, 好了, 既然你拜郑国公为义兄, 那以后要跟他好好学学, 父皇就不阻拦你了, 他好了, 就知道父皇对我最好, 听到这话, 赵福晶在宋徽宗脸上抿了一口, 笑得落落响, 宋徽宗对于自己这个最疼爱的女儿, 也是没办法呀, 高求和同贯看在眼里, 也是佩服那武侄, 连赵福晶这种宋徽宗最疼爱的女儿, 都成了武侄妹妹, 就凭借这层关系, 武侄怕是以后在朝堂上很难倒下了, 不管这是到底是谁促成的, 在他们看来, 武侄也未免手段惊人了一些, 这时, 赵福晶道, 对了父皇, 这次郑国公写了一首新的诗词, 非常不错呢, 要不要看看, 宋徽宗, 郑国公的诗词从来没让朕失望过, 念来听听, 好, 赵福晶立刻被送了出来, 红偶香残御殿秋, 清解罗长, 读上兰州, 听到诗词后, 宋徽宗, 同贯, 高求等人都是点点头, 觉得很不错, 诗是好诗, 但这更像是出自女人之手吧, 宋徽宗好奇道, 父皇, 才不是呢, 赵福晶将武侄讲的一段故事说了出来, 宋徽宗笑道, 原来如此, 朕之前就说, 那武侄是有情有义之人, 能为未曾相识的人做出如此细腻的诗词, 不愧是郑国公, 宋徽宗很是欣赏, 高求听到诗词, 感慨也不知道这武侄脑袋咋长的, 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 哎, 高求现在也只有在簇居上赢得宋徽宗喜欢了, 除此之外, 他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啊, 当赵福晶离开之后, 高求整了整嗓子, 便开口道, 陛下, 再过半月, 就将近年关了, 高求笑道, 年关的一场大宋簇居赛, 微臣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过半月, 陛下就可以看到, 来自整个大宋最优秀的簇居对赛, 听到这话, 宋徽宗点点头, 很好, 到时我要让文武百官都观看这场盛大比赛, 对于一场全国簇居大赛, 宋徽宗还是很有兴趣的, 现在高求已经在汴京一处地方建立了一座簇居场, 很大, 可以容纳不少人, 高求在极力准备了, 就希望能举办好这场簇居赛, 至少自己在体育司这块, 证明他还是有能力的, 并且, 高求还提议采取门票形式, 还有奖牌制度, 比如获得名次的簇居队, 可以获得荣誉奖牌, 还有钱财奖励, 对于这些, 宋徽宗都同意了, 接下来半个月, 随着时间流逝, 高求准备促聚赛的事情, 而最近金国辽国的情报, 也在不断地在朝堂上呈现, 武职目前知道, 金国又占领了辽国五六座城池, 他们的速度很快, 辽国的耶律宏基, 因为最近连连失利的消息, 已经整得焦头乱耳, 数次吐血, 就在金国完颜阿古打, 再次攻打他们一座城池, 并留下狠话, 说他们辽国必败, 黄氏家族都要被诛杀殆尽的时候, 耶律宏基年老的身体, 加上最近的打击, 终于是承受不住, 病倒了, 这一病, 耶律宏基就死了, 这个消息, 让大宋朝堂哗然, 耶律宏基居然病死了, 这个消息, 一旦激起千层浪, 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即便是武职也是有些意外, 辽国皇帝死了之后, 怕是辽国更加乱了, 这也是金国乐意见到的, 这辽国耶律宏基居然死了, 武职感慨不已, 不过这辽国皇帝年纪已经不小了, 孙子都长大成人, 加上最近的打击, 他这年老的身体哪里承受得住, 本来身体就不行了, 不过耶律宏基死后, 留下了遗诏, 册封皇太孙耶律宴禧为辽国皇帝, 是的, 继承辽国皇位的是皇太孙耶律宴禧, 而并非耶律宏基的儿子, 因为辽国太子已经被奸臣害死了, 说来, 这辽国也不平静, 在耶律宏基在位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奸臣, 比如耶律乙兴, 耶律乙兴被封为太师, 在朝中权威至此达到顶峰, 他极尽排除一击, 打压忠良之能士, 为了扫除敌人, 他指使皇后侍者, 诬陷皇后与灵人赵维一死通, 为了使道宗相信他的鬼话, 耶律乙兴与同伙张孝杰在审案过程中, 添油加醋, 添汁加叶, 对赵维一和无辜人等严刑拷打, 硬是把一桩无中生有的谎言, 做成板上钉钉的千古冤案, 耶律宏基也许是昏了头, 居然无视太子耶律迅跪地哭诉哀求, 命令皇后自杀, 接下来, 耶律乙兴随后指使手下, 向皇帝诬告太子谋反, 在耶律乙兴处心积虑, 重重设局的手法操纵下, 耶律宏基一昏再昏, 将太子宫中所有人员全部屠杀, 太子也被废为庶人, 求于上京, 耶律乙兴再两屠刀, 他派人到上京杀死太子耶律迅, 却向皇帝报告说太子是因病而死, 直到此时, 太子的死讯才在道宗早已冰封的星湖中, 激起一点涟漪, 他动了一点恻隐之心, 将儿子葬在龙门山, 虽然他后来杀了耶律乙兴, 但大错已经铸成, 在审案过程中, 他不便中间, 听信谗言, 残酷冷血, 推波助澜, 可以说亲手缔造了这起冤案, 他的罪行并不亚于耶律乙兴, 辽道宗耶律宏基的结局是病死, 回顾他的一生, 屡屡被小人左右, 成为奸臣弄权误国的帮凶, 他残害忠良, 滥杀无辜, 甚至废杀自己的爱妻爱子, 使朝局动荡不安, 明心尽失, 为辽国的加速灭亡埋下了种子, 作为一代君主, 他难辞其咎, 现在皇太孙耶律延喜登基, 成为了辽国新的皇帝, 但耶律延喜压力也很大, 他爷爷都很难抵抗现在的局面, 他刚刚登基会面临诸多问题, 辽国众人在议论金国的军情, 眼看金国就要打过来, 辽国诸位朝臣心急如焚, 耶律延喜刚刚登基, 就已经陷入诸多反琐的事情中, 现在有人主张继续杀敌, 反抗, 有人主张和金国议和, 还有人主张联合大宋一起杀金国, 而耶律延喜也派出了使臣来往宋国, 想要寻求宋国的帮助, 宋徽宗此刻在朝堂上, 见到辽国使者, 也听闻了辽国使臣的想法, 现在辽国使者在他们大宋朝堂上, 非常的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但宋徽宗并未接受他们联合的想法, 不但是他们, 其实金国也派人来过, 也想要联合加快对辽国的灭亡, 辽国想要联合大宋消灭金国, 金国想要联合大宋消灭辽国, 如果没有五直, 可能事情有变, 但五直坚定认为, 现在还不是时候, 然后宋徽宗考虑到五直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对, 所以就听信了五直的话, 暂时按兵不动, 辽国使臣只好叹息一声, 离去了, 陛下, 我知道, 辽国虽然战败, 国土面积还有大半, 金国短短时间做出如此战绩, 微臣也没想到, 即便如此, 还需要再等待一些时日, 看金国完颜阿古打的势头, 怕是明年夏季, 辽国会被占领大半, 不需要等待几年这么长时间了, 宋徽宗点点头, 吴爱卿所言有理, 正在等等, 等最好的时机出手, 到时候是帮哪一方, 就掌握在大宋手中了, 大宋帮哪一个, 敌对方就会灭亡, 与此同时, 一人进来上报, 启禀陛下, 黄川边境捷报, 快说, 宋徽宗闻言, 赶紧问道, 这人道, 岳飞已经深入西夏内部, 再次攻占西夏三座城池, 现在西夏已经派了大军援兵, 同时已经派出了使者, 想要过来和大宋求和, 听到这消息, 宋徽宗自然非常激动和高兴, 宋徽宗, 这个岳飞着实让朕刮目相看, 吴爱卿, 这次西夏战事如此顺利, 你功劳甚大, 待这次西夏之事了结之后, 朕一定要好好奉赏你们, 五直, 西夏之事如此卓越的战绩, 岳飞的功劳很大, 微臣不过是举荐而已, 陛下若是要赏赐, 西夏边境征战沙场的人, 才是赏赐的人选, 微臣就不领功了, 听到这话, 宋徽宗笑了起来, 也不再说什么, 现在大宋无事, 诸位朝臣都很轻松, 之前西夏消息传来的时候, 众人还是有些紧张的, 宋徽宗, 对了, 后天就是高球举办的全国醋居大赛, 诸位朝臣到时都可以去汴京醋居场观看, 也算是新年喜庆之事, 预祝我们大宋未来成为第一强国, 顿时满朝文武都纷纷表示, 将来的大宋一定是第一强国, 随着时间到了之后, 由于是新年, 所以辽国使臣, 金国使臣, 甚至是西夏使臣也刚好到了大宋, 他们第一是要给大宋官家送礼, 维持外交关系, 其次是要见大宋的官家, 想要谈谈他们的想法, 宋徽宗礼物照收, 至于金国和辽国的事情也只是打个马虎眼, 而西夏使者宋徽宗也没理会, 让他看完了促居赛, 在行商议弹劾之事, 西夏使者和其他使者也是内心感慨, 他们国内战事不断, 而大宋居然还有雅信在这里举办什么促居赛, 唉, 几个使臣也会互相见面, 看到之后都是表面上客套, 内心都巴不得对方面亡, 此刻, 大宋官家和郑国公, 同贯, 赵福晶, 还有一群文武朝臣都在汴京的一处促居场地 观摩全国促居大赛, 现场人群涌动, 到处都是人头, 而且, 这次高球采取的是买票形式, 举办促居赛有不菲的收入, 当然, 对于官家, 郑国公他们, 高球自然是不敢乱收费的, 对于其他小官或者是汴京想要观看促居的富商, 高球卖出的门票可是不少, 这个门票之事是高球主动提出来的, 宋徽宗也同意了, 场地很大, 足以容纳数万人, 由于宋徽宗清零, 所以四周有很多禁军守护, 都在球场外围, 宋徽宗和郑国公, 一些贵妃, 甚至是皇后都在一处高台中, 武侄也在, 武侄的旁边则是赵福晶, 这么大的事情, 武侄自然也邀请了潘金莲, 小蝶, 小五, 还有庞春梅, 护三娘他们, 不过李诗师并没有来, 他想要安静地在房间中绘画, 而且, 球场有宋徽宗, 李诗师后来知道, 之前在樊楼中聚会中的人有宋徽宗, 所以不敢出现在宋徽宗面前, 不想给武侄惹麻烦, 他们在高台, 四周则是许多汴京的富人, 其实这场地是在汴京比较边缘的区域建立, 不然根本就没这么大场地, 除非是在禁军营地, 但那是武侄的地盘, 高球也不敢提出这个要求, 所处促居赛就在汴京以东的一处地方, 四周修建的如同小型鸟巢, 为了这一幕, 高球准备大半年了, 即便他后来去剿灭宋江等人的时候, 他手底下安排的人就没有停止过对于球场的建立, 武侄一看, 好家伙, 这促居场看起来颇有规模, 虽然比地球上的球场小了一点, 面积也着实有些惊人了, 毕竟这里是古代, 这促居场是高球建立的吗? 做得很好啊, 花费了不少钱吧? 促居场主要占地还是空地草坪, 相比修建万岁山花费不了多少钱? 许多人议论纷纷, 自己举办的促居赛人生顶沸, 对,高球也是内心欢喜, 感觉自己又行了, 武侄看到高球此刻在场中指挥, 安排, 也着实觉得高球干啥啥不行, 这踢球还真是第一名, 指挥起来颇有那个味道, 可不比在战场上的那股窝呢? 现在全国州队的促居队已经排列好了, 都是大宋其他地方的优秀促居队比赛脱颖而出, 才能到这边京来。 由于这次收费门票一个人是五两银子, 靠近中心场地的更贵, 高达二十两, 甚至更多。 所以, 仅仅是这一场促居赛, 高球就能收达到至少二十万两银子的收入。 要知道, 高球可以在全国各地都举办这样的球赛, 然后订下门票价格, 这样一来, 他这个体育司可以为大宋国库增加银两, 他自己也可以赚到一点钱。 这样看的话体育司也是有钱赚的。 当然, 在其他地方建立, 开设门票肯定要便宜一些, 五两银子的门票不是每个人都能买的。 也就是, 此地是汴京, 人太多, 不愁卖, 所以高球才定价这么高。 事实上, 他觉得票价还是低了一些, 内心有些后悔, 因为汴京的富商小关实在是太多了。 即便卖这个价格, 还是有很多人抢。 若是再提高价格, 赚得更多啊。 高球内心活跃, 他觉得除了在门票上可以赚钱之外, 还可以进行独彩头的形式, 暗中操作球队胜负赚钱。 当然, 这只是高球暂时的一个想法, 现在他还不敢乱来。 仅仅是设想在全国各地建立球赛场地, 收门票, 就已经是极为恐怖的收入了。 因为大宋很大, 周地很多, 累计起来的收入是惊人的。 高球忽然发现, 自己做的这个体育司是一个很赚钱的门道。 此刻醋局赛正在举办, 已经开始有人上场了。 不过不是球队, 而是一群美女。 这货还请了类似啦啦队的玩意, 在旁边呐喊猪威。 醋局之前, 还有一群美女唱歌跳舞, 作为开幕式呈现。 舞职也是瞠目结舌, 这高球挺会玩啊。 门票, 不是?我擦,到底谁是穿越者? 这些东西太现代化了吧。 除了这些跳舞之后, 还有一些鼓声响彻。 宋徽宗等一群文武百官也是有些震惊。 从未见过这般的醋局赛, 对于高球之才也是颇为佩服。 有大臣还笑道, 这高球打仗不行, 弄醋局倒是一把好手啊。 嗯,此言有理。 就这醋局赛的规模, 一般人还真维持不好。 高球做这个倒是在行。 许多人笑了起来, 宋徽宗也是容颜大悦, 看到开幕式一连串的表演, 笑道, 咱这高大人, 在这方面的才能, 却是大宋少有啊。 皇后笑道, 陛下, 以后高大人负责大宋的醋局, 可以作为我们大宋独有的体育运动宣传, 甚至以后可以和他国举办醋局友谊赛, 也是极好的。 嗯, 宋徽宗点点头, 此刻, 高球主持了大的事情后, 就由下面的人自己维持现场, 高球则是跑了过来。 高球, 由于这次收获了二十万两的门票钱, 本想着去朝堂上说, 但他实在是忍不住, 跑到官家面前, 邀功起来了。 高球鞠躬, 一脸激动, 陛下, 现在门票已经收入二十一万两了。 听到这话, 宋徽宗脸上表情非常精彩, 醋局还真能赚钱。 宋徽宗看向高球, 笑了起来, 高大人, 快快请起。 本来, 你举办这次醋局赛, 只是作为娱乐喜庆所用, 朕却不曾想, 你还能通过这件事情, 为大宋赚钱, 高大人辛苦了。 看你忙碌半天, 到朕旁边吃点东西。 多谢陛下, 高球内心贼喜, 给官家赚到钱了, 官家自然喜欢。 他高球, 似乎又重新得到了官家的宠爱。 这一切舞职看在眼里, 却也没在意。 对于高球在醋局这一块, 他还是很认同的。 在地球国足惨不忍睹, 又想到高球醋局的实力的确少有。 他在想若是将国足交给高球, 会不会有一些突破呢? 不过想来也无法说清楚, 但至少在大宋醋局这里, 高球是当之无愧的人才。 其实, 醋局和足球的玩法, 还是有一些区别。 伍职看到醋局想着, 如果将醋局换成足球, 怕是现场更容易有一股氛围。 也更有意思。 但这是高球的事情, 伍职也不想操心。 现在大宋周边还有战士, 他哪能操心这么多事? 不过带着家人来这里观看一下醋局比赛, 吃着点心, 喝着茶水, 的确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像郑国公他们, 这样的大臣, 坐的位置都是高台, 视线也是极好的。 远处不少人看向这边的目光, 充满了尊敬, 那是汴京的富商们。 知道这边都不是一般人。 潘金莲有些紧张, 本来伍职不想让他来, 毕竟潘金莲怀孕了, 但潘金莲想要和大郎一起。 伍职也没拒绝。 这是大宋第一次全国簇居大赛, 看看也无妨。 不过潘金莲发现赵福晶也在大郎旁边, 看到这位公主的瞬间, 潘金莲都觉得赵福晶着实美貌惊人。 这也就罢了, 赵福晶的旁边似乎还有一个女子, 言谈中和伍职很是熟络一样。 潘金莲不由小声问道, 老爷, 这两位是谁啊? 闻言, 伍职笑道, 这位是当朝帽的地基, 这位是汴京才女李清赵, 呃, 我已经收他们两人为一妹。 伍职看到潘金莲的脸色变化极为精彩。 首先, 这两个人身份的确是不凡, 尤其是赵福晶, 让潘金莲内心一震, 不过更让他震惊的是, 这公主居然成了老爷的一妹。 着实让潘金莲做梦都没想到, 公主是怎么会成为老爷一妹的? 这好像扯不上什么关系吧? 再看赵福晶生得如此年轻貌美, 看向老爷的眼神带着些许崇拜, 潘金莲瞬间就明白了, 这摆明了是说了两个美女啊。 一妹还算不上其他的关系, 潘金莲如今对于老爷收小妾的事情都能逐渐接受, 何况是一妹。 他知道只要老爷好, 他就能好, 所以倒是不用太介意, 就是赵福晶成为伍职的一妹, 这身份属实是有些吓人了。 这位是我家妻子金莲, 伍职也向两位介绍了一番。 参见公主, 潘金莲见礼, 其实还是有些尴尬的。 李清赵知道郑国公的妻子是告命夫人, 所以也行了一番。 赵福晶则是拉着潘金莲的白皙小手笑道, 以后我就叫你姐姐了, 没想到哥哥的夫人如此貌美, 哥哥真是好福气呢。 潘金莲脸色一红, 多谢公主夸赞。 赵福晶摇摇头, 姐姐就叫我妹妹吧。 好吧, 见赵福晶如此, 潘金莲也没矫情。 很快, 潘金莲和赵福晶这个话牢就聊了起来。 其实赵福晶还是挺羡慕潘金莲的, 能成为伍职的正妻。 伍职之才, 众人有目共睹, 如今贵为郑国公, 他们也只能是妹妹。 此刻这一幕被不远处的宋徽宗看在眼里, 自己的女儿和郑国公坐在一起, 还和他的夫人聊了起来。 宋徽宗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不过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宋徽宗摇摇头, 只是在远处的蔡金老贼一双眼睛盯着这一幕, 却是内心一喜。 按道, 这五直简直是找死啊。 居然和官家女儿混在一起, 这可是官家最疼爱的女儿, 这件事情搞不好就会让五直倒霉。 旁边的梁诗宗和蔡金已经俨然成了一伙, 他顺着目光看去, 笑道, 蔡大人可是有什么想法。 蔡金小声冷笑道, 这郑国公最近风头很盛, 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 居然和官家的女儿混在一起, 茂德蒂基绝对是官家的一块逆鳞, 五直感和赵福金混在一起, 稍有不测就会受到雷霆震怒。 梁诗宗笑道, 这不正好我们的意吗? 我们一群人被那五直压制, 我看五直这样做对我们百烈无遗憾, 万一郑国公真的栽到赵福金这件事情上, 我们正好可以将他弄下去。 嗯, 蔡金现在动不得五直, 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怒火。 之前岳飞之事也让五直成功做出了恭敬, 不少人说他料事如神, 怕是这郑国公有些发飘了, 居然和赵福金搞在一起, 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蔡金一直动他不得, 那是官家宠着, 但不意味着他蔡金就没一定的影响力。 要知道, 蔡金可是当朝宰相, 自己手底下设立了开府一同三私, 一个特殊部门掌握很大的权力。 他的人马有不少, 比如高求、 铜冠、 梁子美、 宗梁、 还有梁诗成等人, 都是他们一个圈子的利益属于共同体。 尤其是最近, 很多人感觉五直权力过大, 所以越发的紧密。 当然, 也有一些墙头草, 想要攀高枝站在五直的阵营, 但他们自己的人马, 还是有不少。 现在只要那五直和赵福晶真搞出一点什么, 五直就完了。 只是这件事情, 他们插不了手, 还只能等五直自己作死。 但他们添油加醋一番, 倒是没问题。 眼下, 这场醋狙赛举办得非常之好。 场上的醋狙对比赛也很精彩, 双方你来我往, 互相竞赛打出了现场的巨大高潮和热情。 无数人欢呼, 支持自己看中的队伍, 还有不少人私下独彩头, 有了彩头这比赛, 就关乎他们的利益。 一些人发疯了一般的呐喊。 现场空前的气氛巅峰, 就是宋徽宗也没想到, 一场促狙比赛, 居然有如此的热闹氛围。 着实让人振奋。 满朝文武, 也都叫着好狙之类的。 今天, 大家也还是比较愉快的。 经过一天的时间, 到晚上的时候, 胜负已经分出来了。 得到第一名的队伍, 宋徽宗都赏赐了他们上千两银子, 和一些其他绸缎之物。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赏赐, 足够他们发财了。 年关和促居赛, 给了宋徽宗以及诸位朝臣不一样的体验。 很多人都夸赞高球这次举办得不错。 宋徽宗也赏赐了他一些银两, 并且夸赞以后好好做体育司, 尤其是关于赚钱的这笔路子。 只要能增加国库的收入, 这事就是不错的。 高球也去主持散会的事宜, 蔡经他们也走了, 而伍职也散去, 准备回去过年。 路上, 宋徽宗笑道, 这体育司还是之前郑国公向我提出, 让高球担任, 如今一看这个提议甚好啊。 宋徽宗对于伍职是非常满意的。 这次白得几十万两银子冲了国库, 若非郑国公之前提议, 肯定没有这笔收入。 而且, 以后体育司在各州地举办比赛事宜, 可以作为长期的赚钱路线。 听到这话, 旁边显宿皇后正视道, 陛下如今越发看重郑国公, 却也不可过于依赖于他, 虽然此人有才能, 但现在已经掌兵十几万, 在朝堂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蔡经。 显宿皇后正视明显是想要提醒宋徽宗。 显宿皇后乃是宋徽宗的第二任皇后, 第一任在二十五岁就已经病死。 宋徽宗听到这话, 笑道, 皇后多虑了。 郑国公文韬武略, 对朕忠心耿耿, 一心为国, 即便权力大了一些, 但能保我大宋江山稳固。 显宿皇后, 话虽如此, 但自古全臣赌掌朝纲, 祸乱朝堂, 这种事情也不在少数, 宋徽宗眉头一皱, 你认为郑国公是这样的人吗? 好了, 皇后, 朕自有主张。 显宿皇后内心摇摇头, 也不好再说什么。 倒是旁边刘贵妃道, 陛下, 郑国公为大宋立下诸多功劳, 如今大宋周边战事乱起, 正是需要像郑国公这样的人, 若是陛下忌惮而不用, 其是白白浪费了强国的机会。 刘贵妃和皇后一向不对付, 和皇后是唱反调的。 这个刘贵妃, 看起来年纪不大, 实际上也有些年纪的, 不过由于功夫了得, 所以狠得宋徽宗的喜欢, 是目前他最喜欢的一个妃子。